苦脆力 济世 喜敬高森 参纠缠法 乐善好施 致意甜以善族人 平日赖以举火者横数十家 醋之日 闻者莫不叹息 侍女哭泣于露 如桑所清 P3940 梵道生 明莫清出佛像雕刻家 隐元禅师于日本建黄博宗之本山万福寺 1661 年开工时 特从中国招请犯道生至日本 造黄博样式之佛像 于其指导下 造成大雄殿 天王殿 禅堂等诸佛像 以其造像样式过于特殊 故影响江户雕刻界甚为 P3941 梵阵 梁带南乡五阴 河南密阳 人 自子珍 身足年不祥 据南史所在 阵身信不信鬼神 未宜都太守时 因宜领有五相庙 唐汉三神庙 狐里神庙 证乃下令断之 常圣称无佛 不信因果 这有神灭议一文 竟灵王肖子良极森问难之 而不能屈 肖称 曹思文 沈曰君作论伯之 太原王衍者论基整曰 乌乎贩子 曾不知其先祖神灵所在 整对曰 乌乎王子 知其先祖神灵所在 而不能杀身已从之 其显义皆类词 正本宇良五帝有旧义 即帝即位 令城下达梵论 达者凡六十四人 此可见神灭论之震动一时 红明集卷九 卷十 批三千九百四十一 范琼 唐代蜀人 身足年不祥 文宗时以善会佛像明世 成都诸四多有其首计 以圣寿四世尊相 圣兴四十大弟子相最为人称赞 又常做大悲观音像 于此卷中会出三十六弊 所知法器诸物各尽其妙 笔记如履 精进圆润 传为妙品 附作乌色魔像 色色未伴而促 后知妙手 无敢继承者 释迦是奉佛 又受归戒 终身秉持无反 每将绘画所得 师之于人 己则体袍一席 终岁不易 常年寄宿森舍 随众颤颂 猝年七十余 见状如痕 以炎炼以森服 藏师森之塔侧 图绘宝剑 批3941 别除 范语 贴Q 巴利语 贴Q 右坐比丘 别 除 贴Q 异议启示 除试 虚试 破烦恼 除颈 不魔等 为佛教教团五众之一 七众之一 即初加入道 受聚足戒之男子 别除以魔所淫于生计 希赖起时而清静活命 故称启示 除六情之机 断贪欲染 而以善法熏修 故称除试 除颈 熏试 修养善道 而破烦恼 故称破烦恼 以静行寿寿持境界 故又称静持界 以臂入涅槃 使魔未布 故称不魔 大制度论卷三 释迦普卷七 悬应应一卷八 参阅 比丘 一千四百七十九 批三千九百四十二 别除泥 范语 贴Q 巴利语 贴Q 又坐别泥 除泥 背除泥 比乎泥 或单坐泥 即比丘 范 贴Q 一词之女性名词 一即比丘尼 意义处女 薰女 或沙门尼 即初加入道 受巨族界之女子 参阅 比丘尼 一千四百八十 别除 三千九百四十二 批 三千九百四十二 别除草五德 具翻译名译及卷译仔 别除 止雪山之香草 以此草之五种德 批 玉 比丘 意 具五德 即 一 体性柔软 以玉 比丘能折服身 与 亦三叶之粗犷 二 隐漫旁步 以玉 比丘传法度人 严绵不绝 三 心相远闻 以玉 比丘戒得分负 为众所心闻 四 能聊疼痛 以玉 比丘能断烦恼毒害之痛苦 五 不背日光 以玉 比丘震见思维 常向佛光而不相悖 参阅 别除 三千九百四十二 批 三千九百四十二 茅山 位于江苏聚荣县 又称聚荣山 据传 西汉原地 四十八BC 三十三BC在位 十 有咸阳之茅营 茅中 茅故三兄弟由此山 修道学 后化为仙人 故山明又称茅君山 汉末之格玄 近代之许迈 格宏 许长使皆曾入山 南朝流宋时 长沙之锦王使以此山位道教中新帝 迎建道馆 天间十三年 五百一十四 两五帝将道馆改明珠阳馆 又称华阳馆 作为道师陶红锦隐期之地 五帝屡次浅使前往山中寻以朝邑 故时人称 山中宰相 北魏净土教高僧谈鸾应然顾及 为求长生之法 曾入此山访求陶红锦 南朝臣随时代之名法师 唐代之音禅师亦曾隐期于此 至宋代 刘坤曾驻此山 原 明各朝皇帝一旅于此山建立公关 燃县井残留遗迹 P3942 苦 泛与Dukha之意义 因意作斗驱 诺驱 纳驱 泛只逼迫身心苦恼之状态 苦与乐乃相对性之存在 若心向者如意之对象 则感受到乐 若心向者不如意之对象 则感受到苦 清静论到位 苦具有贤物 Do 与空虚 Ka 二意 即贤物 即无 常 乐 我 静 知空虚状态 称之为苦 在称 苦 乐 舍 不苦 不乐 等三寿之时 苦只身心所感之苦 广义 配列于五寿 二十二根之苦 而可分为身感受之苦 狭义 与心感受之忧两类 一切行皆苦 乃佛教根本思想之一 亦为四法应之一 苦之分类有多种 其大别如下 一 二 苦 其自一己身心之苦 称为内苦 受外界逼迫所产生之苦 如恶贼 天灾等 称为外苦 二 三 苦 对不如意之对象感受其苦 是为苦苦 对所爱者之毁坏感受其苦 是为坏苦 见世间一切无常 而感受其苦 是为行苦 以上三者相当于苦 乐 舍 不苦 不乐 知顺序 数论外道举三苦 为 一内苦 一外苦 二贼等 一天苦 天灾等 三 四苦 只生苦 以有生 故有苦 老苦 病苦 死苦 四者 四 八苦 生老病死等四苦 再加上爱别离苦 愿增会苦 求不得苦 五应斥胜苦 五 十八苦 及老苦 死苦 忧苦 悲苦 苦苦 恼苦 大苦 巨等七苦 再加上无名苦 行苦 食苦 名色苦 六 入苦 处苦 受苦 爱苦 取苦 有苦 生苦等十一苦 何谓十八苦 六 老 病 死等三种生苦 与贪 甜 吃等三种辛苦 可谓佛教所立 身心之苦 的典型代表 其中 灵命忠实 其苦有如千百只刀割裂身子 称为封刀苦 此外 诸经论所举苦的分类甚多 如于家师的论卷四十四 及有百十苦之说 北本大班涅槃经卷十二 佛的经卷五 社利福阿皮坛论卷十二 大制度论卷十九 批三千九百四十二 苦恶 为苦患与灾恶 班若新经 大八 八四八下 照见五蕴皆空 度一切苦恶 批三千九百四十三 苦瓜和上话语录 又作话谱 明末道记 石涛 转 全书共十八章 凡五千余言 言简一该 对国化之理论 发前人所未发 然应道记学问渊博 才思活泼 于如是道三家之经典术语的新应手 年之即来 创造了许多属于他个人之独特语惠 故立来都平之为惠色难解 批三千九百四十三 苦行 范语 竟断除肉体欲望 贪忍诸种难忍之苦行 主要指印度诸外道为求生天而行诸苦行 佛教之苦行 称为投驼 伊北本大班涅槃经卷十六载 诸外道之苦行有自恶法 投冤复火 自坠高颜 长翘一角 五热至身 长卧于灰土 集赐 鞭船 树叶 饿草 牛粪等之上 又有寿持牛戒 苟鸡至戒 以灰土生 长法未相等诸多苦行法 而现今印度教徒 有有修此类惨痛之苦行 以其身天者 世尊修苦行六年 日食一麻一脉 忠乃觉悟苦行非圣道 纵受天报 仍在轮回 未得解脱 故断然终止苦行 然佛本身谈及诸经论所在之种种情苦修行 或施舍国臣妻子 或绝眼与人 或割肉未因 或头身似虎 或劫头手 捐髓脑等 所谓六波罗密之行 乃属菩萨利他大悲之圣行 自不同于外道无益之苦行 至后世 佛教中之不失 慈悲等 以佛道为目的之难行 荒行 君称苦行 又寺内之境人 亦称苦行 景德传登陆卷二十七 大五一 四三三中 本寺除中有二苦行 约寒山子 十德 大制度论卷八 卷十六 大慈恩四三藏法师传卷四 法院诸林卷八十三 批3943 苦行六师 指印度古代形自恶 投冤 复活 自作 寂寞 持牛苟戒等方法 以其的未来乐报之六种外道 参阅 苦行外道 3944 批3944 苦行外道 指印度古代以苦行求取 未来乐果之外道 依比等之说 为于人世必受苦 乐二种 其应该由过去所定 则在县世早受其苦 死后终享其乐 急速做外道之不类 尼甘子苦行外道 为众所皆知 其教祖乐沙婆又称苦行先 然强调苦行者 并不限于尼甘子 其他有关此类之外道 甚多 外道小陈涅槃论载有四种 即裸形外道论师 苦行论师 行苦行论师 尼尖子论师 苦行之方法 亦甚多 由北本涅槃经卷十六 百论卷上 三藏法术卷二十七等书 摘出下列六种 一 自恶外道 比等不限饮食 常忍积虚 指此苦行以为的果之音 二 投冤外道 比等入寒深冤 忍受动苦 指此苦行以为的果之音 三 复活外道 比等身肠致热 急熏比等 甘受热闹 指此苦行以为的果之音 四 自作外道 比等常自裸形 不拘寒暑 坐于路的 指此苦行以为的果之音 五 寂寞外道 比等以师灵种 兼兼未住处 寂寞不语 指此苦行以为的果之音 六 牛狗外道 比等自卫 由前世牛狗中而来 故持牛狗戒 和草弹污 为望生天 指此苦行以为的果之音 外道六 诗中之 第四 阿奇多 赤舍青婆罗 第六 尼坚陀若 提子君属 苦行外道 维摩金卷上 P3944 苦行灵 泛名 泛名 泛佛 Venna 巴利 明同 佛陀修苦行 六年之地 习称 幽楼平罗 巴 Uraville 即经印度 佛陀佛陀佛陀加耶大塔南侧五百余公尺之处 墓之灵陀村 范姆 Cylinda 巴 Mukalinda 之东 然至今 仅存 杂墓一丛 佛本杭 佛本行集经卷二十五 方广大庄严经卷七 大唐西玉记卷八摩街陀国条 P3944 苦行论师 印度古代二十种外道之一 以修苦行为涅槃之正因者 此类外道认为果皆是由过去之罪业所定 若现世已享乐为世 则轮回不止 故主张已受苦偿罪 用已患得死后之安乐 用外道小尘涅槃论并以裸形外道 尼尖子等为此类外道之别派 北本涅槃经卷十六 百论卷上 P3945 苦行世家 话题 佛传话之一种 为佛陀随婆罗门学者 于山中修苦行之相 画像中之佛陀 两眼下线 类骨明晰可见 P3945 苦言 劝勉 告诫他人之言语 及苦口婆心之言 法华经性洁评 大九 一八上 如是苦言 如当情作 又以软语 若如我子 P3945 苦句 即生起苦之因缘 乃半只通于有漏 无漏 有味 无味等 一切使苦生起或存续之 直接因语见接远 此外 亦特指地域所用之道具 成为十论卷六 P3945 苦受 泛语 都卡 非等 三受之一 五受之一 受者 领那外境之矣 境有顺 为 聚非三境 故受有苦 乐 舍三受 逼迫身心 领那为情之境 而其苦恼之感者 称为苦受 其为三受之矣者 细止于身心所领那的 逼迫不悦之感受 其为五受之一者 仅止于身所领那的 逼迫不悦之感受 成为十论卷九 四念处卷移 参阅 三受 五百五十九 五受 一千一百零三 P3945 苦过 从恶业生 而使身心受苦之果报 总言之 生死之果报皆为苦 分别之 则如天上者为乐果 如地狱者为苦果 如人界者则苦乐并存 P3945 苦法治 泛语Dukidharma Jenon 八治之一 圆观玉界之苦地 所得之无漏治 称为苦法治 所证的苦地之法理 称法治 依据舍论 依据舍论送书卷二十三 大四一 九四六中 苦忍无见缘 欲界苦地 四身法治 明苦法治 参阅 剑道 三千 苦治 3947 P3945 苦法治 忍 泛语Dukidharma Jenon Kent 八忍之一 一级观三界之四地 所发十六星之一 于元观玉界之苦地 而得苦法治之前卫时 所起之无漏法治忍 即无见道治 忍即信 信礼而不宜之治 是未得苦法治之因 称为苦法治忍 参阅 剑道 三千 苦治 3947 P3945 苦空 指有漏果报苦地四行乡 苦 空 无常 无我 之前二者 有漏之果报 具有三苦八苦之性 故称为苦 男女一亿等皆因缘所生灭 而无故定不变之十乡 故称为空 P3946 苦空无常无我 未有漏果报之四乡 即四地十六行乡中苦地之四行乡 乃元观苦地之境而起之四种关节 又作无常苦空 又作无常苦空飞我 非常苦空飞我 中阿含经卷二十一说触经 大一 五六五下 此因缘起及因缘起法 思念称量 善观分别无常苦空飞我 观无量受佛经之第二观 大一二 三四二上 八种清风从光明出 古词乐器 演说苦空无常无我之音 大臣一章卷三 四地一 法界四地出门卷中之下 参阅 四地 一千八百四十 P3946 苦界 有情生存之世界 三界六道 充满苦 故有 苦界 之称 观无量受佛经书卷二 大三七 二五八上 言福总恶 未有一处可贪 但已患祸于夫 隐私常苦 言此着恶处者 证明苦界也 P3946 苦苦 泛语 Ducat Ducat 三苦之一 有情之身心 本来疾苦 本来疾苦 更加以饥渴 疾病 风雨 劳逸 寒热 刀杖等重苦之源 而生之苦 故称为苦苦 大臣一章卷三 法界四地出门卷中之下 磨合指观卷七上 大明三藏 大明三藏法术卷十二 参阅 三苦 五百九十 P3946 苦海 指各种苦难之世界 亦即生死轮回之三界六道 众生省沦于三界之苦恼中 渺茫无际 犹如沉默于大海难以出离 故以广大无边之海未遇 又亦有情生死流转其中 无法超拔 故称苦伦海 或略称伦海 一大臣本身心地观经卷二 大三 二九八中 一切众生烦恼业障都不觉知 省伦苦海 生死无穷 伦岩经卷四 法华经受量品 千手陀罗尼经 P3946 苦护连根苦 禅灵用语 苦瓜一物 从根至经 通体皆苦 从灵乃隐身事物之彻头彻尾 不变其性 五灯会圆卷九无者闻喜章 万序一三八 一六六下 文 书乃说祭曰 苦户连根苦 田瓜彻地田 修行三大劫 却被老僧贤 P3946 苦则于吃棒 祭宗八棒之一 灵祭禅以棒喝味皆化学人之药法 其中 施迦未打破修行僧之于吃迷忘 乃痛下其棒 称为苦则于吃棒 P3946 苦因 又做苦运 其意有二 一 苦之所及 二 指个人之存在 因个人之有情身心乃由三苦 八苦等所及而成 故称为苦因 世门规境以卷上 大四五 八五五上 行则负于俗习 苦因常禅 P3946 苦智 苦智 梵与Dukat JNA 实智之一 了苦地道理之智 即愿苦地而作 苦、空、无常、无我 之四行乡 其或断除时所得之无漏智 一品类足论卷一大二六 六九四上 位于五取运 思维非常 苦、空、非我 所起无漏智 又大皮婆沙论卷一零六 大二七 五四八中 远苦胜地 四行相转 故名苦智 亦即入于见道之时 以世俗至远苦地之境 至第二刹那 与法治共生之智 称为苦智 其中 于第一刹那之后无间 原观欲界苦地之境 所生起之无漏法智人 称为苦法智人 于其无间 所生起之无漏法智 称为苦法智 据社论卷二十六 显阳圣教论卷二 批三千九百四十七 苦想 十想之一 又做苦思想 五应之身常为诸苦所逼迫 若能观一切有为法智无常 则智慧生而重苦地灭 称为苦想 常与三苦 八苦等相配合 广义法门经 大制度论卷二十三 批三千九百四十七 苦道 三道之一 生死流转之因果 十二元起 可该设于祸道 夜道 苦道等三种道类中 其中 苦道含设时 明色 六入 处 受 未来之身 老死等七之 道者 能通之意 或 夜 苦三道互利相通 从祸起夜 从夜感苦 从苦付起祸 辗转相通 生死不绝 故称苦道 此即三界六道生死之国报 显阳圣教论卷一经光明玄义卷上 批三千九百四十七 苦祭 八利语 达卡森塔 己苦的最终之祭 亦即受生死苦最后之身 法华经续品 大九 二下 若人遭苦 厌老病死 未说涅槃 敬诸苦祭 中阿含经卷十五 批三千九百四十七 苦伦 生死之苦果流转不息 回转如伦 故称为苦伦 如圣天王般若经卷一即已 苦伦不息 欲止众生由贪爱之故 遂于六道中流转不息 人王般若波罗蜜经卷上 佛仪教经三卷本大班涅槃经卷下 批三千九百四十七 苦气 只受苦之身体 一即受地狱 恶鬼 畜生 阿修罗等四恶去苦之众生 批三千九百四十七 苦地 范与dukha Satia 巴利与daka Satia 四地之一 又称苦圣地 范dukha Satia 只剩者如实审查三界 有漏之苦果 有情及气世间 如三苦 五曲韵苦 八苦等 在婆杀诸论中 未 此有漏诸果中 或生乐 或生非苦非乐 未必所生皆苦 此即说一切有不知诸诗 以乐受为时有 而以苦多乐少为苦地之意 然经不择为 诸运中全无乐受可言 成诗论卷六行苦品 第七十九 大三二 二八二中 此三寿皆苦地设 若实是乐 苦地云何设 又苦未真实 乐相虚妄 何以知之 以观苦心能断诸结 非乐心也 故知皆苦 此即主张三界皆苦之说 另据显阳圣教论卷十五载 由于苦寿 乐寿 舍寿等三寿之相 各有差别 故建立三苦之相 即苦苦之相 坏苦之相 行苦之相 一即就有漏法 非可意 的苦寿之运转而言 其体性畏苦 故苦寿必然即是苦 就 可意 的乐寿之运转而言 于其坏灭之时 必感受苦 故乐寿意畏苦 旧不可意非不可意 的舍寿之运转而言 亦不免有生灭千流之时 甚者观之 生起苦不知心 故舍寿意畏苦 由此三苦之相观之 是之一切有漏之法 皆畏苦 又大臣阿皮达摩杂集论卷六 大三一 七一九下 所谓生苦乃至愿 曾会苦 能显苦苦 顺苦受法 苦自相亦故 爱别离苦 求不得苦 能显坏苦 以得为得 顺乐受法 坏自相亦故 略舍一切无取运苦 能显行苦 不解脱二无常所随 不安隐一故 忠略 生苦乃至求不得苦 是世俗地苦 世间至近戒故 略舍一切无取运苦 是胜意地苦 又于家师的论卷五十五 于顺苦乐 不苦不乐诸行中 由自相差别而建立世俗地 由共相一味之苦 而建立胜意地 增益阿含经卷十七 顺正理论卷五十七 显阳圣教论卷二 巨舍论光纪卷二十二 批3947 苦类至梵 梵与Dukie Mvea Genome 八至之一 即观三界之四地 所发十六星之一 原观色界 无色界之苦地 所得之无漏至 以其类于观欲界之苦地 所得之苦法至 故称苦类至 大明三藏法数卷三十一 参阅 剑道 三千 批3948 苦类至忍 梵与Dukie Mvea Gena KMti 八任之一 即观三界之四地 所发十六星之一 原观色界 无色界之苦地 的苦类至之前未时 所起之无见道至 苦类至属于果 即解脱道 苦类至忍属于因 即无见道 参阅 见道 三千 批3948 若 西弹字 JA 四十二字门之一 又坐壤 娘 入此字门 表诸法治不可得顾 八十华严经卷七十六 大一陵 四一八中 畅壤字时 入班若波罗密门 名坐世间智慧门 世智之意 盖智之JA 自奶油饭 与JNA 而来 光赞班若经卷七官品 放光班若经卷四驼灵尼品 华言经浦贤行愿品 卷三十一 大制度论卷四十八 批3948 若 若 宋带云门宗森 又坐若冲 江宁府聚荣 江苏 人 俗姓中 好绝海 自幼出家 后参天依亦怀之法席 经数年开悟 乃四亦怀之法 立住宜兴善全寺 长州建福寺 北京福盛寺 西京 河南 法王寺 相国韩将 太师文彦等军归一支 晚年 奉赵驻于河南大相国寺会灵禅院 身足年不祥 续传灯陆卷九 五灯会员卷十六 批3948 若纳拔陀罗 唐初一经僧 南海赫灵国人 又称智贤 学冠三藏 伯通二圣 僧会宁欲往天竹 陆经赫灵国 遂共一大班涅槃经后分二卷 既归焦州 其余事迹不祥 开元世教路卷九 批3949 若芬南宋华森 浙江京华人 俗姓曹 自重时 好遇见 芙蓉丰主 身足年不祥 出家受剧足戒后 立有蒋四 颇得诗说 同辈推婉之玉其红产 分约不能 其为人清退 善文彼 曾为杭州上天竹寺之书记 以赞扬佛式 游戏墨花 及一时之语 又善化 往往摩写云山以寓意 所化之前唐八月朝 西湖雪后诸丰图等 为天下之极品 此外义功于画竹 及老归乡 截眼于古剑仓碧间 顾号御剑 又剑阁对芙蓉风 应称芙蓉风主 续补高森船卷二十四 图绘宝剑卷四 历代化史绘船卷二十二 批3949 若于一千零五十五 一千一百二十六 北宋森 海颜人 俗姓马 自子发 三十四岁时至湖州 绝海寺 恍如旧游 遂剃度 学天台于变财禅师之门 道玉日龙 后奉变财之仗旅 退居龙景六年 与参寥未新有 涛惠不求人之 其后 归住湖州之仙坛 迎掌堂以示接待 又见大哥 安置西方阿弥陀佛像 乃捷敬舍 劝化道俗 来及者达数百人 于宋清宗靖康元年九月世纪 适寿七十二 火化后的设立数十颗 立塔于东武 双怀居士正机未传碑名 已有诗及古眼于成行事 世门正统卷五 佛祖统计卷十一 批三千九百四十九 若罗言 西境亦经僧 曾亦经于洛阳 亦有诗非诗经一部 经之后继位 大五五五零一中 外国法师若罗言 守之胡本 口字宣义 梁州道人于填尘中写记 其余世纪不祥 批三千九百四十九 帽丰 广西人 身足年不祥 早年曾求学于浙江银县官宗寺 为天台大德地 贤法师之门人 后赴台湾 与兵宗法师 共揚天台 民国十六年 一千九百二十七 春 师自台湾 以返营县驻赫地 贤法师受诞 途经香港 为该地信徒 言请奖金 法源至圣 此后乃定居当地 师在香港 圣洪天台教法 建立十方丛林 千佛山东 普陀寺 奖金言学 对早期香港佛教之传播 注意甚大 大陆沦陷之际 我国僧人流习香港者甚多 其实贸失之东普陀寺 不辞艰辛 宣布挂海丹 所有僧众均可留丹 一时南北佛教俊秀性的安身之所 P3950 茂浙树 范与莫卡 属莫瑞之一科 学名 Moringa carigus perma Gat 为印度喜马拉雅山林间之野生植物 世界热带地区各处皆有栽培 树干矮低 财性柔 树皮成软木性 根及辛辣 可食用 叶椭圆 长三十二至六十四公分 为四叶至六叶小叶排列之羽状腹叶 花茎约有一寸 色白 子方有夹 夹长约一尺鱼 有九零下垂 又名为山葵 韩菜 Horse Reddish Tree 乃八种姜之一 获吉百一节魔卷五柱所说之 大二四四七八上 毛者江 吉熟八交子氏 P3950 帽瑞 1903 1976 广东开平县人 俗姓简 20岁 伊蓉眼法师PT 眩一左山法师受巨族解 民国十七年 1928 受法于顺德大梁保零四四禅宗大德俏分所传之灵纪宗法 为该宗第四十四世 21年 至香港开建南天竺寺 30年 联合香港僧俗组香港佛教联合会 并筹建佛教医院 39年 八起成立世界佛教友谊会港澳地区分会 先后担任副会长及董事长等职 P3950 帽罗三布鲁 泛名 Ainlas Napura 印度古地名 位于西印度印度河之东岸 伊大唐西玉记卷十一 慈恩传卷四等所在 为其地当时隶属哲家国 著名多是天神 少信佛法 虽有迦兰时余所 然多以一坏 少有僧徒 学无专习 有天词八所 异道杂居 特别重似日天之黄金像 印度国诸王豪族默不与此舍诸珍宝 建立辐舍 现今巴基斯坦之摩尔坦士 Multon 即为其都城就指 摩尔坦士乃纪元前四世纪 亚历山大王征服印度时 毛利 Malese人之兜府 相传大王曾负重伤于此的附近 P3950 应变 1247 1314 元带森 俗信赵 25岁从柏林寺之谈法师受学 驻秦州 甘肃 景福寺 宣扬法乡教义 声明远播 主张以佛教之正理 对抗儒 道二教 师之性格纯真 乐于不施 十人敬畏活佛 身受元世祖 1260 1294 在位 礼遇 于炎又元年世纪 世寿 六十八 建塔于普爵四后方 大明高僧船卷二 P3950 愿公四教 愿公 集会愿 系唐代 显守大师法藏之弟子 因宝信论中载有凡夫 身文 辟知 初心菩萨等四种众生 不时如来葬 遂立下列四教 一 弥真意直教 为诸外道凡夫 弥于真性而广起异计 故称弥真意直教 二 真意分半教 为身文 辟知佛二种人 于真如随缘 不辨二分一中 仅得随缘而无的不辨 故称一分 又于随缘分中为说 身空 人空 所显之理 而不明法空 故称半 综上所述 称为真意分半教 三 真意分满教 为初心菩萨 仅得不辨而无的随缘 故称一分 然于不辨分中 双变二空之理 故称满 综上所述 称为真意分满教 四 真具分满教 为菩萨具足随缘 不辨二分之意 以显真实之理 正实如来葬 故称真具分满教 P3951 批3951 扶秦沙门是道安宗礼重金目录 请参阅宗礼重金目录 福坚 三百三十八 三百八十五 东晋时代之前秦王 自永固 一字文誉 略扬低族誓求 博学多才 有今世大志 雅量能容 是皆乐于归顺 是其主福生而自立 好秦天王 平福北土 兼并晚乡 后宇东晋战于肥水 拜归 魏瑶常侍于心平佛寺 时魏晋太元十年五月 享年四十八 平身颇知理晋三宝 忧郁高僧 功领讲说 曾诵佛经 佛像于高丽 为韩国 日本之有佛法之史 迎道安法师于襄阳 待以梳理 资以大阵 又闻揪摩罗十名 前将帅网淫 寄遇是 将被害 由整伊里佛而后受死 禁书卷九十六 批三千九百五十一 红泥四元 巨法及经卷二载 诸菩萨以善根业行之因缘 而有圣妙果报之不同 故立多种辟欲以显明之 此红泥即为其中之一欲 一级虚空彩虹之身起 乃因地水火风四大因缘而生 此四大虽不至于红泥之中 然红泥却因四大而有种种色相之显现 故称红泥四元 即 一的大身黄 红泥之黄色 乃甲 的大 而应现 此因土之色性本黄 而彩虹必依的而起 故称的大身黄 二 水大身轻 红泥之轻色 乃甲 水大 照应而起 此因水之色性本轻 而彩虹必应雨而有 故称水大身轻 三 火大身轻 红泥之赤色 乃甲 火大 而显发 此因火之色性本赤 而彩虹必应日照而现 故称火大身轻 四 风大身轮 红泥随处现起 初无实体 因甲 风大 之力所持 而体如轮晕之相 此因风之体性乃本能之运动 故称风大身轮 批 3951 纳 一指森一 法一之一种 又称纳加沙 闭纳一 坏纳 是以破旧之布才坠而作成者 故有此称 又以五色或多种颜色之碎布片凑合在一起者 称为五纳一 百纳一 亦为分扫一之义称 然与缘语之义有别 参阅 纳一 3952 分扫一 6484 二僧吕之称呼 又称纳子 纳僧 由于这纳一而有此称 普通多用于禅家 应禅僧多者一纳一而云游四方 又应千下而自称老纳 寒纳 捉纳 批3951 纳一 又作纳一 分扫一 必纳一 五纳一 百纳一 即以世人所弃之朽坏破碎一片修补逢负所制成之法一 比丘少欲之族 远离世间之荣险 故者此一 分扫一旧一财而明 纳一旧制法而说 又比丘常自称老纳 不纳 纳僧 纳子 小纳等 僧众呼卫纳众 皆取着纳一之义 十颂绿卷三十九 大乘一章卷十五头驼一两门分别条 惠灵阴卷十一 参阅 百纳一 两千四百九十五 批3952 纳一实例 是世药篮卷上饮食送律所说者纳一之实例 即一 再粗医术 二 少所求所 三 随意可作 四 随意可握 五 患着容易 六 少重坏 七 亦染 八 难坏 九 更不于一 十 不失求道 四 分律 三 反捕却行事超头驼行一篇则引石柱皮婆沙论而列出实例与上列实例相亦 即 一 惭愧 二 仗含热毒虫 三 表示杀门以法 四 一切天人见法依尊敬如塔 五 艳离心者染依非贪好 六 随顺寂灭 非为赤然烦恼 七 有着法依有恶意见 八 更不虚于物装严固 九 随八 圣道固 十 当今进行道 不已染污心于虚于间 批3952 纳众 有广辖二 义 辖义指着纳一参与法会之大众 广义言之 则泛称森众为纳众 纳一一称五纳一 为补罪破壁一而作成之夹杀 批3952 纳帽 以臂部戏骗纳坠而成之夹 为比丘一以夹杀 负以纳帽 续高森传景音传 批3952 纳森行脚是 禅灵用语 禅森之行脚 以参师问法为根本大事 而以解脱生死为参访修正之根本目的 故纳森行脚是即止生死解脱之大事 与纳依下是 纳森本分是等为同类之用语 批3952 纳森鼻孔 禅灵用语 只修行佛道者最重要之物 以及佛道之根本 与纳森顶门 纳森眼睛为同类用语 批3952 纳波 又作纳波 为蒋经僧所披挂 行如腹间衣 波者 亦端开展之位 据大宋森史略卷上所引南海 既归内法传所在 三一之外有业纳波者 乃蒋经僧所披着 蒋经之时 若蒋通一本则业一次 蒋通二三本则业数次 已是自许之意 批3952 要行舍身经 拳一卷 收于大阵藏第八十五册 本经之大意味 人于临终之际 若能以欢喜之心 心心相续 施舍自身皮肉筋骨于一切友情 则可不堕地狱 天曹的辅之罪恶 记录亦将随之消失 此经于唐代至深所转开 原是教路中受到严厉批判 被断定位为经 而反对降之编入大藏经中 然民间普遍信仰流传此经 近代于敦煌发现 十余种本经之首抄本 其中以英国学者史坦英 MA Stein 1862-1943 所发现者位最优 以经研究 牧田地量 P3952 药法 简明显示教法中重要之意义 从广文中摘出药义 特为日本佛教所重视 例如日莲宗以妙法莲华经 五字为法华经之心 系代表佛陀一代重要之教说 称作药法五字 P3953 药门 为经药之法门 只观无量寿经所说之定散二门 出自善导之观经书玄一分 大三七二四六中 梭婆化主 因其请故 即广开净土之药门 安乐能人 显张别义之宏愿 其中 梭婆之化主系指世尊 安乐之能人 能化人之义 指阿弥陀佛 药门即往生净土之重要道路 系观无量寿经所说 十六观之定散诸行 弘愿即指救度一切众生 往生净土之阿弥陀佛本愿 此一用语后为日本净土宗所特众 然其意义随各宗派而有意同 一 日本净土宗为药门 为凡夫所修之念佛及诸行 即作往生之内因 弘愿为阿弥陀佛之救济力 即作往生之外源 二 日本净土宗西山派立行门 关门 弘愿门等三门 以药门为关门 弘愿为弘愿门 三 日本净土真宗称药门与弘愿二门时 为药门为方便 指示家教而言 弘愿为真实 指弥陀教而言 同时立药门 真门 弘愿门 于净土教则表真实与方便 即依念佛以外之诸行而往生者为药门 信赖自己念佛力而得往生者为真门 依他立念佛之信心而得往生者为弘愿门 教行信正化身土卷 参阅 三三法门 五百二十 行门关门 弘愿门 两千五百五十五 批三千九百五十三 药家 为研究四分律派别之一 唐代南山律宗之祖道宣 一身智利洪传四分律 著作极多 其中四分律山凡捕阶行事超 一书十二卷 乃研究四分律之重要著作 为我国律学名著 道宣之同门 道士亦为一代高僧 所者之四分律讨要 五卷亦为世人所中 上述两书 对我国律宗之发展 有极大之影响 对于道士之四分律讨要 之研究者称为药家 而对于道宣之四分律山凡捕阶行事超 之研究者则称超家 批三千九百五十三 要略念诵经全义卷 金刚制义 为大毗卢哲那佛说要略念诵经之略称 收于大阵藏第十八册 内容技术大日经之供养法 系大日经卷七之同本意义 批三千九百五十三 要遵杂记 请参阅别遵杂记 要及经请参阅诸佛要及经 即嫉妒之义 即以自己之妄心分别来推度判断事物之理 成为十论术记卷三本位 即为分别心之以名 不派佛教时代 各不派自有其本部之正统见解 此称本记 若为悦于自宗者即称 异计 此外 虚妄忌度 称为妄忌 邪忌 周忌度 称为忌 显阳圣教论卷六 唐义社大臣论是卷四 卷八 批三千九百五十三 纪里吉罗金刚女 纪里吉罗 范名凯莉凯拉 为密教金刚戒曼图罗礼去会十七尊之一 金刚萨朵四名妃之一 幼座纪里吉罗金刚女 纪里吉罗金刚女 纪里吉罗金刚女 处金刚女 春金刚女 略称处女 异议为世月金刚女 此尊位于金刚萨朵幼后于 以其修春金刚于家三摩地 故得清净庄严之菩萨位 离去世卷下大一九六一七上 欲等调世间令得净除故 有顶及恶去调福尽诸有者 此事金刚纪里吉罗 明飞三摩地形大净律一射也 此菩萨在金刚萨朵五种三摩地中表大定 关于其形象 大乐金刚萨朵修行成就以鬼做白色 报金刚萨朵 金刚界七级卷下则做金色而持花蛮 另据十七圣大曼陀罗艺术所在 为其能以菩提之绝华 其供养之云海 亦以方便授予众生做功德之力 此尊持华作为硬器 种子为GA或JRA 佛说最上根本大乐金刚 不空三昧大教王金卷三 理去经文句与草卷 仪金刚界曼陀罗尊位 献图超斯卷三 P3954 季度分别 范语阿比尼尔帕 菲靠帕 一级分别剂量推度 三分别之一 右座推度分别 分别思维 位于所愿之境计量推度 系与意识相应的散会之分别作用 阿比达摩巨舍论卷二 大二九八中 散位非定 意识相应散会 名为嫉妒分别 大批婆沙论卷四十二 大臣阿比达摩杂级论卷二 参阅三分别 五百三十一 P3954 纪梭罗华 纪梭罗 范语 Kessera 右座纪萨罗华 纪萨罗华 意识座 华瑞 即只学名为 Rotoria Ting Tertoria 或Memusopsilangia 或Mesuapheria 等植物所开之花 然八十华 盐经卷七十六 则为是宝玉之名 又会愿应一卷下 未未狮子生毛之旋文 又产于马来西亚之铁刀幕 铁蓝等树木之花 亦称纪梭罗华 P3954 真元书 请参阅真元新式华严经书 真元华严经书 请参阅真元新式华严经书 真元新定式教目录 凡三十卷 略称真元式教录 真元录 元兆录 唐朝元兆传 经收于大正藏第五十五册 一唐德宗之赤命而于真元十五年 七百九十九 传述 戏边录自后 汉明帝永平十年 六十七 至唐德宗真元十六年 凡七百三十四年间之大小 尘经律论 贤盛及传等之传译 并录出诗译确本 全篇分总 别二录 总录分特承恩指录及总及群经录 别录分分成藏差疏录及明贤盛及传录 其中 特承恩指录 第一卷前半 载心意华严经四十卷 玄宗以后三朝翻译经律论 及大佛明经等入藏之谍 总及群经录 第一卷后半至第十九卷 细录后汉加叶摩藤至传者元兆 一年次所译出之经论 及传述之书目 卷述 翻译著作之年月 别名 同本意义 所依典据 本之有无等 且皆是译者 著者之略传 资素凡一八七人 所载之经论等目总 为二四四七部七三九九卷 其中 加叶摩藤以下至唐代至深之济世 主要系转载开元世教路之总阔群经录 为本路增加良代无明世之大佛明经十六卷 唐代法灵之别传三卷 意境之根本说一切有不疲 奈耶要事等七部五十卷 法日罗菩提之金刚顶经瑜伽 修习皮卢遮纳三摩地法等四部四卷 无能胜之大威力乌书色摩明王经等三部四卷 法月之普遍至藏般若波罗密多心经一卷 和十七部七十八卷 又总集群经录之中序列古经诸家目录 列有自前情之古经录至真元录等四十三种一经目录 分成藏叉书路 第二十卷至第二十八卷 分成有益有本路 有益无本路 支派别形路 山略繁重路 补阙十一路 疑惑在祥路 违望乱真路等七路 其中 有益有本路列大班若波罗密多经 以下一二六一步五三九一卷 有益无本路列五品经以下一一五五步二零三零卷 支派别形路列大班若第二会经以下六八二步八一二卷 山略繁重路 以下三路则全部转载开原路山略繁重路 其中 山略繁重路 立有别生经 明义文童经 崇上路经 和路大步经等项 凡一四七步四零八卷 补阙十一路列旧一心意 大小陈经律论 闲盛及 并此方所转等 凡四六九步一四一四卷 疑惑在祥路有十四步十九卷 违望乱真路有三九三步一零四一卷 最后至有入葬路 立大小陈经律论及闲盛及传等之别 总共列祭一二五八步五三九零卷五一零至之标目 卷数 一鸣 指数等 又别立步入葬目录并附载密金刚立世经以下一一八步二四七卷 故本书除增补改定开源是教路之缺漏遗物 且追加开源以后所溢出之经论等 至元法宝刊痛总路卷十 大藏目路卷下 P3954 真元心意华言经书 凡十卷 唐代陈观传 又称华言经普贤行愿品书 真元华言经书 华言经行愿品书 略称真元书 行愿品书 华言经书 收于万续葬第七册 本书叙述四十华言经之纲要 并解释其文意 总历时门 即 一 教其因缘 二 教门全实 三 所权一礼 四 辩定所踪 五 修正浅身 六 章教体性 七 部类品会 八 流传感通 九 世经名题 十 随文解释 本书援引经论达数十部之多 系成关于唐真元十四年 七百九十八 五月奉斥传述 卷首载有其自序及归禁忌 本书之事义与成关之华言经大书入法界品之事义大体雷同 然对心 八十华言 旧 六十华言 两经所缺而为本经 四十华言 卷四十所独具之 普贤菩萨煞愿我详解 家注释 以为修行之书与华言音之幽见 并主张 极乐不离华藏 弥陀吉本师 而易于净土往生之说 成关又令作卷四十之书一卷 题为 大放广佛华言经普贤行愿品别行书 收于万续藏第七册 又称普贤行愿品别行书 或略称别行书 全书分交起因缘 辩教宗旨 翻译传授 试经名题 随文解释等五门 卷首有序集归禁器 其是亦与本书所接者一致 二者之序 归禁记亦相同 其后 宗密传科文一卷 抄六卷是之 抄题为 大放广佛华言经普贤行愿品别行书 抄 收于万续藏第七册 略称华言经行愿品书 抄 行愿品别行书 抄 行愿品随书一纪 行愿书一纪等 宋高僧传卷五 新编诸宗教藏总录卷一 华言宗章书并英明录 华言法界一静卷下 佛典书抄目录卷上 P3955 真编书 真编书请参阅真编新定释教目录 真编试教录请参阅真编新定释教目录 真故唐带森 善导之门人 正的河南荣州人俗姓梦 生族年不祥 幼儿人此心后早有出尘之志 十四岁里四水等词四支远法师为师 就其学佛经 后遇生严经论 乃经东魏入安州 学为识 方等 寻往乡州 从善导受弥陀法 魏己 至献山辉觉四师事 邓公一年 受聚足戒 深究绿典 后往安州参业秀律师 清室左右三年 其间经读道宣文超 通其悬要 进而批寻经论 后归乡州 在依善岛 垂拱年终千贵林 在藩于广府宣奖律典 反九下 当时制止四支公蛇离 欲入印度求典 求同行者 便与之在永昌元年 六百八十九 结伴出发 达佛士国 居止三年而归广州 宣扬律学 未及三年 及因病而祭 大唐西欲求法 高森传卷下 批三千九百五十六 复火外道 印度古代苦行外道之一 彼等身肠至热 及熏彼等 干受热闹 或复火而死 指此苦行 以为的果之音 参阅 苦行外道 三千九百四十四 批三千九百五十六 父亲 又作受请 受斋 父亲 即止僧人 印施主之请 而受其供养 四分律 四分律三凡 却行事超卷下之父亲 设则篇 对父亲之规则有所记载 且举出十种父亲之法 一 受请法 二 往父法 三 至请家法 四 就做命克法 五 观实敬法 六 行相咒愿法 七 受实方法 八 实敬收敛法 九 搭乘不施法 十 初请家法 其中之受请法 又分为二 一 凡请特定之人 称为别请 二 请众僧共父之时 称为僧次请 又法院诸林卷四十一之受 请偏异附祥述其法 于禅林中 父亲之力甚多 大宋僧使略卷上受斋 担颤法 世事要揽卷上腹请向 诸经要集卷五受请部 批3956 腹肌 应众生之根基而说法 与应病与药 同意 踪进路卷三十 大四八 五九零下 云和座道场 县四众成佛 腹肌无差书 批3957 复应四 明宏五十五年 1382 将原代佛四所分之禅 讲 律三种 改为禅 讲 教三种 其中 教四即是复应四 此系应教四之余 加显密等一事 乃应世俗之要求而举行者 故称教四 复应四 又称于家教四 批3957 君纳花 君纳 饭与 康德 又做君陀花 群纳花 产于印度之植物 开白色花 称白茉莉花 每位秘教供养之用 大日经书卷五 大三九 六三二上 如君纳花 其花出西方 亦甚鲜白 批3957 君池 饭与 克 又做君池 君池 君池 君亭 君智 家等 亦亦为平 枣平 水平 此乃梵天 千手观音等之池物 亦为大臣比丘长池十八物之一 为圣水以便携带之容器 亦用以圣装油 盐 石密等种种物 亦用途不同 称法字亦有别 如洗足瓶 澡水瓶 净瓶 圣饮水 制用 布净瓶 装便 制用 等 其构造 职材 有陶土 铜 铁 等 经用 为法具 多以青铜制成者 南海济归内法船卷一响载君池之形状与用途 陀罗尼集经卷三 千手千眼观世音菩萨大悲心陀罗尼 四分绿卷一玄印音音卷九 P3957 君徒 范语 QA 或Apni QA之音 以 又做君徒 意义做火炉 原来只作为宗教用途之瓶 狐类 密教特用以只修护魔法时所用之火炉 故又称为护魔炉 护魔火炉 依修法之种类 其形状意义 修习灾法之炉为正元 修增义法为正方形 修降伏法为三角形 修勾罩法为金刚形 修静爱法为莲花形等五种 依惠灵音音卷三十六 大五四 五四八上 君徒 范语 唐云的火炉 吉护魔炉 又同书卷四十二 大五四 五八四中 其炉形状而有多种 方 圆 三角 金刚杵 莲花等形 所用各别 瑜伽大教王金卷五护魔品 苏西的杰罗金卷中 金刚鼎于加护魔仪轨 P3957 君徒立明王法 君徒立 范明克 于密教修法之中 以君徒立明王位本尊 为其请调福 习灾 或增义之修法 修此法时 行者须面南或面东而修 其漫图罗 修法谈 一般为方形或圆形 然古来读修此法者甚少 多奉于五大尊功之内而修 P3958 数记 请参阅成为时论数记 加 西潭字 Kansas 西潭五十字门之一 四十二字门之一 又作格 嘎 阶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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阁 阁 阶 细细谈体文三十五字中 侯生之第一者 文家自识 表一切法远离造作之意 盖称此字则联想 以家卫史之家罗家 范Keraka 作者 宇家里耶 范Keria 作业 故有此说 大日经书卷七世为 作者 之意 而为了知诸法皆由造作所成 故知其毕竟无作 乃本不生之真实意 方广大庄严经卷四 大三 五六零上 唱家 赏身 自食 出入夜果身 范Karma VIPK VRA AVDA 此外 加字上有大慈悲 范Karl 悲之意 浦云不断等意 具备本大般叶盘经卷八载 加字表示一面观自在之种子 此尊以大悲身重固 岁现无量身云 心无边妙土 十面表示界能化之机 一面及其本身 此为大悲乃诸佛菩萨之作业 故以作业之自为种子 幼胎藏界辩之愿之大 安乐不空真实金刚萨朵 亦以家自为种子 大日经卷六至百字成就持送品 大品班若经卷五 文书师利问经卷上 大放等大吉经卷十 西潭藏卷五 P3958 加诗国 加诗 泛名Ki 中印度古国名 乃佛是十印度十六大国之一 加诗本位西域之族名 以此国出此族 故称之 又作加诗国 加赤国 加仪国 加社国 加奢国 意义为光有体国 鲁尾国 位于焦萨罗国之北 其都城婆罗斯 范碧亚斯 及经之瓦拉纳西市 法拉纳西 系佛教与婆罗门教之圣地 在大唐西预计中 称此国为婆罗斯国 传加叶佛之士 为吉皮王 范Kiri 所致 佛陀 佛陀时代属于 焦萨罗国之统治下 此国正值佛陀 往返于焦萨罗国 与摩接陀国之徒 以佛陀化度五比丘之路 也愿为著名 长阿含卷一大本经 增益阿含经卷一会 灵鹰一卷二十二 翻范语卷四 卷八 批3958 家财 唐代僧 身足年不祥 贞观年间 驻于长安弘法寺 勤修敬业 弘扬净土法门 受到挫之影响 着手整理净土诸论柱 而转有净土论三卷 主张念佛以观想为主 继续高森船卷二十支禁灵船所在 弘法寺乃唐高祖武德三年 六百二十 正凭公里安远所造 禁灵史柱之 禁灵者 细社论之弘扬者 故于净土一平经论章书目录中 遂推定师为社论宗森 于世纪不祥 批3959 加文 为释迦文佛之略称 即释迦牟尼佛 原物佛果禅师与陆卷十六 大四七七八六中 加文老人久莫私要 三百余会略不明破 但随机就拔 后时节到来 批3959 加布罗乡 加布罗乡 范语 卡拉之音语 又做节布罗乡 意义味龙脑乡 即张脑 学名 Cinemonium Campora Budsway长绿桥木材质坚硬 木里致密 淡黄色 其叶全边格值 有长柄 叶面有光泽 五月寝 开白黄色小花 其后生黑色果 大小如豆 有特异香气 台湾乃世界 章脑之主产地 印度唯有移植者 多位青章 黑章 赤章等变种 大唐西玉记卷十 批3959 加多眼尼子 泛名Ketayan Putra 又做加多眼纳子 加瞻眼尼子 加多眼尼 加瞻眼子 意义做简体种 文士 好奸 出身于印度婆罗门名门 为西北印度佛教宣扬 有不知大论师 所者之阿皮达摩发志论二十卷 未说一切有不知根本论点 颇为著名 其后有五百大阿罗汉编转大皮婆沙论二百卷 即将此书加以注解而成 其初世年代有义说 义部宗伦论书继位于佛陀灭后三百年初 大唐西玉记卷四 据舍论宝书卷一军位三百年中 据舍论光记卷一位三百年末 婆守盘斗法师传位五百年中 以上诸说均为佛灭之后出世 故可推定为西元前后之人 其所出家之不派 各论义有一说 义部宗伦论书继位于上座不出家 婆守盘斗法师传责为萨婆多部 大制度论卷二 三论悬议 批3959 加利沙纳 泛语Krpae 巴利语Koppae 又做捷利沙拿 济利沙盘 加利沙拿 加利沙波拿 为古印度之货必名 其价值珠说各议 四分律书是宗义记卷四载 二十倍珠为一家旨 四家旨为一摩撒 二十摩撒为一加利沙纳 故一加利沙纳相当于一千六百倍珠 金光明最圣王金卷六所出之 一进之注义为一加利沙纳为一千六百倍珠 然悬应应一卷二十五 据舍论宝书卷二十二军位 八十倍珠为一拿 十六拿为一加利沙纳 即一千二百八十倍珠 另据善见绿皮婆沙卷八所在 二十摩梭加为一加利沙纳 瑜伽诗的论卷七十九 会灵应一卷十三 批三千九百五十九 加利窟院 加利 范名KRL 位于印度梦买波纳之石窟之体 范Ketia 此窟院系由前室与后室构成 前室广约八十三公尺 长达二十四公尺 前面右半面已有显柱之破损 柱等缺如正面残存遮蔽 其处有三入口通于后室 入口上部位马蹄形之大拱窗 座位后室之采光 侧臂之浮雕位佛像及奉献者之像等 后室广约七十三公尺 长达一九九公尺 高七十四公尺 沿着壁面 约距十六公尺 罗列三十七根石柱 后室内分位外阵与内阵 内阵之最深处安置有附塔一座 天井城穹壮 推测系创建当时之形状 塔在二重基坛上置腹 官有平头及散盖 散盖为木制平 迄今已略有破损 然或属创建当时之物 故被视为古代塔散盖 唯一现存之遗迹 塔内空洞现已无遗品 于三十七十柱之中 绕塔之七柱成单形之八角柱 然两侧各有十五之八角柱 载中形及雕刻之柱头 雕刻有二头之柜像 并配以男女人物 刻法颇称优秀 枯前方左面 有观四头狮子之狮子柱 范S.I.H.A. Stam Hut 右面有小型独立僧院 范V.I.H.R.A. 其屋顶由四柱所成 此窟院被误认作献给师婆神 范I.F.A. 之祭品 师婆教徒居住于此 由于除烟导致内部乌黑 已无法判明有无壁化 该窟院开凿之年代不祥 然具皮家言题 范V.J.A.N.T. 之长者布达波罗 范B.H.T.A.V.A. 既营造原油之客文 及其疏体等推测 约为纪元初其经营之寺院 此外 另有记载第二世纪中叶案 达罗王朝是利普鲁马皮王 范R.Poolan V. 时 善遂不折向四方僧众特为大众部奉献 九世之前殿一世之客文 此窟院乃印度仪存之体中之最大者 及具保存之价值 Ferguson and Burgess Cave Temples of India Ferguson History of Indian and Eastern Architecture Ferguson I.Monier Williams Buddhism Cumeraes for me History of Indian and Indonesian Art 印度美术史 印度佛塔巡礼记 P3960 加纳提婆 范名Ka Deva 意义作单眼提婆 又称提婆 范Deva 圣提婆 范Ria Deva 圣天 传法正宗纪卷三载 其为禅宗赴法 藏西天第十五祖 三世纪寝人 南天竺婆罗门出身 或为之师子国人 博时渊懒 才便绝伦 长挖凿大字在天 金像之眼 后复字挖取之眼 回师大字在天 故名之 初夜龙树 龙树令弟子已满水至于前 提婆及已一针投入水中 两人欣然契合 初家为龙树弟子 以至便著称 后游历印度各地 大阵破邪之箭 调伏外道 渡人百余万 后已购愿 为外教之徒所赐 遗迹 诸法本空 无我我所 无有能害 亦无受者 在保陵传卷三 祖堂级卷一 景德传登陆卷二等 皆有记载其事迹 这有百论二卷 广百论本义卷等 提婆菩萨传 佛祖历带通载卷五 复法藏因缘传卷六 初三藏祭集卷十二 批3961 加里陀沙 加里陀沙 泛名卡雷德西 五世纪左右印度古典文学最盛奇之文学家 活跃于极多王朝占陀罗极多二世之宫廷 未发达于二世纪之家 贝耶 范范范范范 文体古典范文学之先驱 于范文文学有其不朽之地位 被称为印度之沙士比亚 代表作为沙昆达罗公主传 范范范范范范 剧本 另有抒情诗 叙事诗 戏曲 大多曲 才字神话 传说 恋爱 冒险 自然等 笔质优历 韵律典雅 修辞精纯 诗有四季之环 范瑞度 M-Hara 云史 范梅克提 史诗有拉格之种族 范范范范 P-3961 家居婆树 家居婆 范语 凯克 巴黎语童 学名为Terminale Arjuna 喝黎勒鼠之植物 佛本行及经卷四十亿层提及此数 P-3962 家居婆树 家居婆 范语 Kopitha 或Kopithaka 巴黎语 Kopitha Kavitha 或Kopithaka 右座家居婆树 加贝塔树 结比塔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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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科比塔树 加百多罗树 亦做梨树 杂阿含金卷二十六 大二 一九零上 有五种大树 其种质为 而树生长巨大 而能硬仗种杂小树 因一尾翠 不得生长 何等五 为钱遮掖树 加百多罗树 阿施波他树 幽坛罗树 尼居流他树 其学名 Foronia elephantum 英文称为 Elephant apple 又做wood apple 香橙树之一种 为落叶小桥木 叶为护生腹叶 成蝎状软形 有特殊香气 花味暗红色 近一点五公分 球状果 近三至六公分 可食用 亦可制咽喉饼 其材呈黄色或灰白色 质地坚硬 可作建材或农具 其产地北至喜马拉雅山 庞遮浦 南至西兰等干燥地带 杂阿涵中为其为一大树 燃其音不祥 摩赫森指律卷三十四 大唐溪玉记卷二 悬应应一卷十一 P3962 加皮摩罗 泛名卡皮曼阿 为父法传第十三祖 亦说十二祖 摩接陀国华士成人 初为外道师 领三千弟子 以神力扰害马明 然中屈服于马明之论义 归一为其弟子 受马明副主后 富南天竺 大兴教化 作 无我论 一百计 以摧浮外道 后至西印度 有王子明云自在 以成北一山枯功养之 以为尊者禅记之处 为九 尊者乃复法 与龙树 而尽其化缘 复法藏 因缘传卷五 佛祖 统计卷五 景德 传灯 录卷一 P3962 加皮罗先 加皮罗 泛名靠皮罗 树论 外道之祖 右座 结比罗先 加皮离先 紧碧罗先 加仪罗先 刻牌罗先 加比罗先 全称加皮罗大先 意义为黄头先 龟肿先 金头先 赤色先等 此仙人并法 面色皆黄赤 故有黄赤色仙人之名 约申于纪元前六世纪 申而自然具备法 智 黎欲 自在等似得 见此世间之盲暗 沉迷 遂其大悲心 先为婆罗门阿修利 范阿修利 说二十五帝之意 四位班哲师赫 范帕西埃卡 说法 所说之法达十万计 名为 森屈论 然献金学者为 加皮罗先 乃金胎神 范亦拉耶格巴 之人格化 而以为历史上 并无其人 然此说 气味有定论 咸于金卷十 金七十论卷下 成为十论数计卷一末 法华文句科本卷八 悬应应一卷二十三 P3963 加皮罗神 加皮罗 泛名靠皮罗 为迦兰守护神 右座杰比神 杰比罗神 意味黄色神 系四叶叉之一 守护东方 宋代一经三藏 谈摩密多 法秀 往北印度 寄兵国时 以得高而感的 加皮罗神 王位宋 此神至中途御返 乃现行告辞密多禅师 大武林 343上 辱神力通辩 自在犹处 将不相随 共往南方 与弊 即隐身不见 密多岁远从至都 反上定灵四 右座纸环四 将其所见神像会之于彼 右聚场小和尚 请来目录所在 知此神司掌 世俗之福德 若人结成其福 莫不满其愿 佛母大孔雀明王经卷中 孔雀王咒经卷下 梁高僧传卷三 世事要揽卷下 批3963 加皮罗位 范名靠皮罗 法斯图 巴黎名靠皮罗 法斯图 右座 加比罗婆苏独 加皮罗婆苏兜 结比罗法苏独 婆兜式赤搜 加为罗位 略称加皮罗 加为 异义黄赤臣 黄法仙人住处 妙德臣等 即经尼伯尔塔拉伊 T.A.R.I. 之提罗拉关特 T.A.R.I. 地方 为佛陀出身之处 亦即是家族之国土 数论派传说中之始祖 加皮罗先人 溢居于此 因此以其名为国民 在佛陀晚年 加皮罗为之世家族 惨遭交萨罗国 皮琉璃王之虐杀而衰亡 此的意见赐荒废 静朝法显至此旅游时 已成纸荒芜 名家景述时 唐代玄奘西游 上见加兰苏独波及阿玉王 所见之大石柱 经一记已不可见 为大石柱陷入土中 于1897年时挖掘出土 长阿涵卷二游行经 佛本行及经卷七 高森法显传 大唐西玉记卷六 SBO Buddhist Records of the Western World 4.WW Rock Hill The Life of the Buddha P3963 佳皮罗论 请参阅经七十论 佳佳鸟 佳佳 范语K Kansas 又作佳佳佳鸟 K Kansas系取其名声而来 为佛教经典中常见之鸟名 产于印度雪山之外 颈上羽毛大多位灰白色 四种鸟中 有一类名为加加罗 范KKLA或范K K KOLA 这其体型较大 羽毛纯黑 名声略异 近似人语 北本大班涅槃金卷十九 卷二十三 惠灵鹰一卷二十六 范语杂明 P3964 加沾炎阿皮坛 请参阅八间度论 加沾铃蹄鸟 加沾铃蹄 范语K Silent D 又坐加沾铃鸟鸟 加沾铃的鸟 亦亦识可爱鸟 水鸟之一种 其羽毛可制成柔软之一 聚会灵鹰一卷十九载 加沾铃蹄乃锐鸟之名 其毛细软 清好如眠 鸡鸡未依或未絮 转伦王芳玉此父 北本大班涅盘金卷八 往深论柱卷上 会愿应一卷下 P3964 加沾铃银 范名Kalodian 巴黎名Kudian 又坐加沾铃银 加鲁银 加露娜 加鲁 或坐黑幽铃银 异意味大粗 粗 黑黑药 石起 黑上等 为佛弟子中恶行多端之比丘 乃六群比丘之一 据增益阿含金卷四十七 四分绿卷十四载 加流驼 以其身及黑 长夜行起时 十天黑暗 起至他家 比家妇人身正怀孕 于闪电中炸剑之 为鬼神来 乃经不堕胎 后闻加流驼一位佛弟子 妇人乃八身恶骂 如来之之 即制定过五步的启石之解 又加流驼已有同名义人数人 见中阿含卷二十九龙象经 长阿含卷十二字欢喜经 有不疲奈耶破森士卷二等诸经 咸余金卷十二 咸鱼金卷十二 大宝基金卷六十一 大制度论卷三十三 批3964 加流驼家 泛名 Kaladeka 意义坐石水 西域人 东晋孝五帝太元十七年 三百九十二 至我国 亦有十二游金一卷 其余世纪 年寿君不祥 历代三宝纪卷七 开元世教路卷三 真元新定世教目路卷五 P3965 加利加 泛名Kalika 为十六大阿罗汉之地七 又坐加利加 加利加 加罗 与其眷属千阿罗汉 共住于森加图州 为一户持正法 饶意有情之圣者 唐代禅月大师 冠修会其相 作艳作石上 长眉绕身之相 苏东坡赞约 佛子三毛 法眉与须 既去其二 亦则有余 应已是众 物无两岁 既得无身 则无生死 明代得轻亦赞约 面部营业 五官分直 身色香味 各有法则 身无一群 眉长长余 以此为蛇 随时卷疏 大阿罗汉南提密多罗 所说法筑记 罗汉图赞级 批3965 加币氏国 加币氏 泛名靠 币 又做加币氏国 位于印度西北之古国名 及汉代之高富国 其地相当于现今阿富汗王国之喀布尔古地 东对西北印度之间陀罗国 北背心都库石山脉 于二方周围一连山 乃自中亚西部通向北印度的要冲之地 一大唐西玉记卷一所在 一方其或多具此国 文字同于赌或罗国 有加兰百余所 僧徒六千余人 并多习学大臣法教 于加逆色加王时 帝广至岭以东 和西诸部族皆送至子来 又国内之加兰有如来顶骨一片 法及又十条 美至六斋日 该加兰为王及大臣散华供养之所 国内有取律萨邦与习必多罚赐此而成 玄奘西游王返皆经过此国 颇受国王之礼遇 慈恩船卷五 旭高森船卷二达摩及多船 P3965 加布大鸟 加布大 范语 Kopota 又座加布鸟 哥 鸟之名 其大者称为班鸟 小者称为加布德家鸟 范Kopota 或为此为鸟类之通称 大威德陀罗尼金卷七 班若登论是卷十三 P3965 加林平家鸟 加林平家 范语 Kalavikensis 巴黎语 Karovkensis 又座哥罗平家鸟 杰罗平家鸟 加兰平家鸟 加林皮家鸟 略称加林平鸟 加楼兵鸟 加林鸟 杰皮鸟 赫杯鸟 杰皮鸟 平家鸟等 意义做好生鸟 美鹰鸟 鸟生鸟 此鸟产于印度 本出自雪山 山谷矿也亦多 其色黑似雀 羽毛甚美 会不成赤色 在卵壳中 即能名 因身清婉 和雅为妙 为天 人 井纳罗 一切鸟生所不能及 在佛教经典中 常以其名身 辟喻佛菩萨之妙因 或为此鸟吉吉乐净土之鸟 在净土曼陀罗中 做人头鸟生形 大班若波罗密多金卷381 新华盐金卷78 大制度论卷28 会愿因译卷下 翻译名译集卷6 P3965 加林平五 加林平 系加林平家 范靠雷 Vikensis之略 又做加楼平五 加楼兵五 加楼兵五 系五月零一八曲之一 由童子四人五沙驼调 或一月调 五者四人各者天官 一一 两手持小挠脖子 你妙因而五 相传习十天主 只愿四公养日 有加林平来五 十庙阴天奏此去 阿南传之 遂流步于世 龙明超卷上加林平条 五月要路 参阅 加林平家鸟 3965 P3966 加奢布罗城 加奢布罗 泛名 Kansas Apura 或Kapura Kajapura 古代中印度交赏弥国 范靠比 之臣名 据大唐西域 记卷五载 龙窟 焦赏弥 东北 大陵中行七百余礼 杜秦家河 即可北至加奢布罗城 周十余礼 居民富乐 城旁有顾嘉兰 为于其指 为习十护法论师 降服外道之处 此的又有阿育王所见之苏独播 乃佛陀于六月间说法之旧指 关于其位置 有种种义说 经推定为恒河之流军提河 Gunty 叛之苏坦普 Sultenpur 此的或为中阿含金卷十七所在之加奢国 即大臣大吉的藏十轮金卷四所计之加奢国 A Cunningham the Ancient Geography of India T Waters on U and Kwon 4 IP3966 加奢草 加奢 范语 Ka之音译 又做加奢草 意义细秋草 学名Cypherum spontanian 草类植物 可制作具 巨大唐溪玉记卷一载 富赫国纳富森加兰之三宝物中 以加奢草作佛所用之嫂 长二尺鱼 宽七寸 其饼以杂宝岩式 五分绿卷二十五 翻范语卷十 P3966 加尼加龙王 加尼加 泛名Kalika 属鬼类之恶龙 又做加罗加龙王 加灵加龙王 加尼加龙王 意义为巨石龙王 黑色龙王 与恶龙金皮罗皆为佛所调福 此龙处于尼连禅禅河 两目皆芒 后遇佛始重见光明 巨圣天王班若波罗密经卷四载 此龙应见菩萨行班若波罗密多时 足下千伏伦向大放光明而供养之 有部皮奈耶破森士卷五 佛所行赞卷四 翻译明一级卷四 P3967 加尼龙王 加尼泛明KLA 又做加罗龙王 加尼加龙王 加罗加尼龙王 意义黑色龙王 黑龙王 属鬼类之龙王 据佛本行及经卷三十亿载 佛成道后 曾受此龙王之请而止住于其宫殿 又据阿育王经卷二所记 佛上菩提道场时 死亡奉上赞歌 又有部皮奈耶要士卷四位 其与交谈魔龙王 共游大海至苏波罗成 听闻佛说法 杂阿含经卷二十三 正法念处经卷十八 阿育王传卷二 P3967 加当七论及阿提沙七部论注之合称 包括菩提道登论 大臣庄严经论 庄严经论 菩萨行 菩萨的 大臣及菩萨学论 入菩提行论 入行论 菩萨本身蛮论 本身论 法及要诵论 为西藏佛教加当派宗教典派宣讲之主要经典 P3967 加当派 加当 西藏名BKA KDENS 又作甘丹派 嘎当派 叫赤派 西藏佛教新派中之一 以阿提沙 范艾 11世纪 未开祖 金洛姆东 藏Bron Stone Po 又作种蹲巴 1004 1064 电机 由普琼瓦同状 藏福 Chu BH New Jumption 博多瓦宝明 藏Po U B-A-Ren ChangeSo 1031 1105 锦欧瓦戒然 藏SPN SA B-H Ho Crimshaw 1038 1103 等发扬光大 西藏后宏旗佛教初期 学法僧人之教法修行四地混乱 显密分歧 阿里王义西维迎请阿提沙入藏宏法 阿提沙多菩提道登论 阐明显密教不相违背之理与修行应遵循之次地 阿提沙世纪后 门徒多依指其弟子洛姆东修行 宋家又元年 1056 洛姆东于中央西藏剑鲁刃寺 藏RWA Skr 广布阿提沙之教义 其弟子伯多瓦以阿提沙所者之菩提道登论为基本盛点 加上大臣庄严经论 菩萨地 大臣及菩萨学论 入菩提行论 菩萨本身蛮论 法及药诵论等 加当六论 产世密传修法之次地 加当名声由此大臣 洛姆东之后 此派发展为三系 第一系为伯多瓦之宗典派 藏执书 帕 以阿提沙 一切经论均是成佛之方便 一切教典都是修行依据 知思想为主旨 主要经论为加当期论 附显教色彩 为此派之主流 第二系为吉欧瓦 阿提沙之弟子古帕乌 藏执刚 帕 BA 1016 1082 及古帕乌之弟子 那乌书鲁帕 藏 Sew Zur 帕 1042 1118 等之教授派 Zunk Dems A.G. 帕 以菩提道登论中 三世道次帝 之剑行双运位主旨 以四帝 缘起 二帝之教授 以阐名 五我义 之正剑 正一一切大臣经典 别一华严经 龙树之宝蛮论 静天之极学论 入学论等 修自他乡 幻大菩提新教授 故称教授派 此派密教色彩浓厚 第三系 为总阔其他诸种教赤 传统相成之教界派 为普琼瓦 1031 1106 所传 以横著五念 教授 为主旨 以十六名典 知修法 为新药法门 自戒律至金刚成 能于一座中 以其修彼 所谓家当 一级交赤 指三世道次第 藏人 Ring 之教 乃阿提莎主要著作菩提道登论之主干 阿提莎精通龙树之东观 无者之瑜伽形 密教之设真实 范特菲萨阿格拉哈 金刚顶巾初会 以及其他瑜伽达特罗 阿提莎与洛姆东 智学论道之根本 细在线观庄言论 故与弥勒武法之关系 甚未密切 此点 与后世俄尔德派 藏Dog Lux Pot 之以龙树五部剧 由已避过性空派之论点 为教学根据者成为明显对比 幼洛姆东 伯朵瓦基于显教立场 传布阿提莎之道次第 与迦尔居派相比 此派教具批判态度 主要供奉世尊与迦当世尊 观音 多罗 布洞 十六罗汉 获益以释迦佛 观音 绿度母 布洞明王位 本尊者 此四本尊与三藏教法 合称为 家当七宝 故教具显教色彩 然亦不能忽视 其存有密教性格之一面 其密教性格之表现 细以作 行 瑜伽 无上瑜伽 为四种达特罗 并是上乐 密集夜诸点位 究竟 其代表人物为 纳乌书鲁帕 此人与密勒日 八并称为秘密者 以发挥咒术治病等而传明于世 此派活动中心 在西方为托定寺 藏鲁搜 LDI 在中央为鲁润寺 十一至十二世纪 教室及于全藏 受此派影响 逐渐促成萨迦派 迦尔居派 西洁派等派之兴起 其后更衍生甚多之派 西藏佛教的 家当派 法尊 世界佛教通史 圣言 第二篇第三章 LA 我道 The Buddhism of Tibet H Hoffman The Religional Tibet The Religions of Tibet P3967 家当派原流 西藏佛教史籍之一 藏文全名为 BKA DAMS KYIRNAM PAR LAR PAD BKA DAMS CHAS BYUJSO BAISGRAM ME 以及 家当派的历史 家当法原名登 乃肯嘎坚增 藏康 DGENGEO MTSHEN 所传 该书藏文原本后达417页 编辑方法与叙述形式类似青史 Songdeb Lersang Pio 而引用青史作者之言亦多 其成书年代 在卫1494年 全书分三篇 共十章 内容包括家当派之定义 特性 由来 义说 历史 传承 派别等 为研究家当派之综合性史书 亦为喇嘛教皇帽派人士必读之要点 略数西藏史籍 家当派原流 林传方 内明杂志第16期 第17期 P3968 加止纳一 加止纳 范语 Kansas 又做加纳一 劫持纳一 就义做赏善罚恶一 义亦兼一 功德一 此乃下安居终了之后 凡四 五个月之间所允许着用之便衣 以其间缓和种种戒律之要求 顾可着用 依四分律卷四十三加止纳一间度载 比丘安居 十五日自自尽 十六日网见世尊 于图中遇天雨 依福皆师 僧家离众 皮疾 佛乃许比丘受此功德一 又据同经所在 受此一有五种利益 一得续长一 二 得离一素 三 得别重时 四 得辗转时 五 时前时候 不足比丘 得入聚落 此外 在西兰等地 安居中 亦可着用此一 然其材料需为人所不失 且需于一日间造好 十送绿卷二十九 翻译名 一集卷十八 批三千九百六十九 家业 泛名 马 凯亚巴 巴利名 马 可 萨巴 因一之略称 全名大家业 摩赫 家业 业 字音 舍 又坐 家业波 加舍波 意味 引光 为佛陀十大弟子之一 父法藏第一组 身于王舍成近交之婆罗门家 于佛陈道后第三年为佛弟子八日后即正入阿罗汉境地 为佛陀弟子中最无执着之念者 人格清廉 深受佛陀信赖 于佛弟子中曾受佛陀分与伴作 佛陀入灭后 成为教团之统帅者 于王舍成召集第一次经典结集 直至阿南 范南德 为法之继承者 使入基族山入定 以呆弥勒出世 方形涅槃 禅宗以其为佛弟子中修无执着行之第一人 特尊为投驼第一 又以 拈花为孝 之故事 至今传颂不绝 此外 过去七佛之地六佛 亦称加业佛 令佛弟子中 幽楼平罗家业 家业家业等皆有家业之称 佛陀入灭后三百年之小城 引光部之祖义与家业同名 杂阿含经卷四十一 增益阿含经卷二十 卷三十五 卷四十四 佛本行及经卷四十五 大家业因缘品 大家业本经 四分绿卷五十四 五分绿卷三十 皮尼母金卷一 有不别除尼皮奈耶卷一 参月 金色佳叶 三千五百二十八 批三千九百六十九 佳叶仙 佳叶 泛名 Kaya 又做佳叶波仙 佳摄波仙 古代印度神话中之仙人名 系阿踏婆废陀中七大仙之一 亦为废陀送出者之一 相传此仙为梵天之子摩利之 梵马西 所生 于佛教经典中为其为十大仙 十二大仙婆罗门等之一 在密教中则以之为火天卷数 大日经书卷六所出之阿舍里所传曼陀罗图位中有其图像 但现图胎藏界曼陀罗火天卷数中则无其图像 杂阿含经卷四十九 长阿含经卷十三 阿摩咒经 大皮婆沙论卷十四 P3970 家业佛 范名Keyababuddha 又做家业波佛 家摄波佛 家摄佛 意义做影光佛 乃世尊以前之佛 为过去七佛中之第六佛 又为现在显结千佛中之第三佛 传说为释迦牧尼前世之师 曾预言释迦将来必定成佛 依常阿含卷一大本经载 家业佛出世于贤结中 其时仍受二万岁 姓家业 于尼居律树 巴奈格哈 下成佛 有弟子二万人 而以提舍 巴提萨 及婆罗婆 巴BHRFGA 二人为高族 直视之弟子名善友 巴塞巴米达 复名泛德 巴克罗米达达 婆罗门种 母名财主 巴特哈纳佛 有字名吉君 其时之王名吉皮 巴奇奇 其所致之臣名波罗 范BRAS 巴同 又四分率比丘戒本所在 大二二 一零二二下 一切恶莫作 当奉行诸善 自尽其致意 是则诸佛教 及家业佛所说之戒经 增益阿含经卷四十五 北本大班涅槃经卷三 佛明经卷八 参阅 家业 三千九百六十九 批三千九百七十 家业波 Jag D.K.Yupp 一千九百零八 一千九百七十六 印度佛教学者 身于兰器地方 原名蛇加提师 那拉因 西元一九三三年 于西兰智严 佛学院演习巴利文 与巴利文佛典 一年受解 返国后创办 巴利语研究所 摩街陀语研究所等 曾任瓦拉纳西梵文大学 巴利语与佛教研究系 首任教授及系主任 辛纳兰陀大寺住持 1974年发起 在陆野院修建 国际佛教研究大学 将巴利文佛典 弥兰陀王问经 自说经 相应部 长部 与桑克利提亚演合作 等一成新地文 Hind 令这有巴利语大词典 阿皮达摩哲学 佛教概论等书 并主编天成体巴利文 三藏 四十一卷 巴利语三藏目录等 P3970 加叶道雀杀干 禅宗公暗明 为摩赫加叶与阿南之间之四法因缘 据吴门官第二十二则载 阿南尊者问 加叶尊者云 大四八 二九五下 世尊传金兰加沙外 别传何物 加叶赵云 阿南 阿南应诺 加叶云 到阙门前沙干者 门前之沙干 系标示四塔所在之物 一级表示弘法之所 故加叶未到阙门前沙干者 即亦未停止弘法 盖阿南一生随世世尊听闻说法 亦毫不漏 然却未能领会学佛乃学自己本来之面目 此外更无一物可得 故阿南寻以 别传何物 时 加叶乃亦 到阙门前沙干者 亦语令其醒悟 粘平三百则不能与卷中 第六十九则 批三千九百七十一 加叶摩藤 七十三 泛名Kayapa MTAGA 我国佛教之初传入者 中印度人 又称赦摩藤 竹赦摩藤 竹叶摩藤 略称摩藤 生于婆罗门家 伯通大小城经典 长治西印度一小国奖金光明经 由此因缘遂使该国免于刀兵之祸 后汉永平十年 六十七 应明帝之寝 与主法兰协经卷与佛像至洛阳 驻于明帝为其所建之白马寺 两人合议四十二章经 为我国一经之滥伤 亦为东土有佛法之使 永平十四年正月一日 五月八山之道 是主善信等六百九十人上表 请帝火焰佛道二教之幽烈 同月十五日 帝集众于坛上 焰烧二教经典 道教之书尽成灰烬 而佛经毫无损坏 摩藤与法兰乃出而宣扬佛德 凡见闻者 皆相律归依佛门 永平十六年 世纪于洛阳 年寿不详 亦说此人最早建于北齐王眼之 明祥记 而未建载于早齐文献道 安边转之经录及四十二章经续 理获论等 故不可信 梁高僧传卷移出三藏记及卷二 历代三宝记卷四 佛祖统记卷三十五 后汉书卷四十二 批3971 加灸史术 加灸史 范语 KKI之音译 意义味香或香料 又作加灸数 属豆科精确而植物之一种 学名Citiesus cajun 为佛经中常见之庶名 森加罗沙索及经卷中 帆范语卷九 P3971 加尔居派 西藏民BKA BROKEYOT P 又作加尔修派 喀尔修派 嘎举派 为西藏佛教新派 藏 JSARMA P 之一 BKA BROKEYOT P 意义圣语相成者 意及 意口传方式 使密意义语师资相成之宗派 又应该派僧人这白色僧符 俗称白教 创始人为马尔巴 藏MAR PALO TS BA 1011 1096 曾留学印度 于纳洛巴 藏NRO PAL 学速到瑜伽之六法 并随弥特利 范梅瑞 学大手印 范梅瑪 归国后 传给密勒日巴 藏MARAS PAL 1038 1122 至密勒日巴之弟子达宝哈姐 ZONWEX POHA RJE 又称SKAN PO PAL 1077 1152 此派乃大臣 达宝先学家当派教义 三十二岁 十二岁 十归 头密勒日巴 修习纳洛六法 与大手印 晚年回乡里 致力于住宿 及森院之建立 其弟子播节目 酒吧 藏FAPS EMO GRO PAL 1110 1170 由西藏东部至中央学家当派及萨家派之教义后施是达宝哈姐学家耳居派密法 其后分裂许多支派 通常称九派 1.达宝哈姐自成达部派 2.达宝之地子求松肯巴 39.达宝加西藏公木巴 community 2.达宝加尔马派 3.达宝加尔挫 3.达宝加尔村 山紫医院 Y Scdip 4.达宝加尔马派 羽馬 AWS 5.达宝加尔绪派 7.达宝加尔绪派 7.达宝加尔兰获號 7.达宝加尔之丫 8.达宝加尔骏 7.达宝加尔迷 drove 上Ring,Chen,Po,开出的康派,上DRI,Ku,Po,六,金八日八,上STSA,Po,Rakia,RAS,Po,开出陆节派,上Brog,Po,七,大吉隆坛,上Stag,LU,DAN,Po,开出大龙派,上Stag,LU,BKA,Brog,Po,八,达尔玛腾,上Darma,BDA, Faug,开出柏龙派,上Bat,Rong,BKA,Brog,Po,九,林浦齐渣,上Ring,Po,Chen,Rakia,Chen,开出杜浦派,上Cro,Fu,BKA,Brog,Po, 其中波节派及加尔玛派曾受援,明二朝策封,相继执掌地方政权。 此外,波节派其后又分出指贡,大龙,主巴,叶巴等派。 格鲁派得适后,加尔居派警指贡,加尔玛,大龙,主巴四之系,保有一定之势力。 主要寺院有莫竹公卡之指贡四,西康德格之八邦四等。 此外,又有以湘巴加尔居派与达布加尔居派为加尔居派之两大传承, 然湘巴派之创始者穷波南交又于湘的另行舰四传法,设受弟子八万余人。 其教授皆从印度传来,顾别成一派。 本派之特色,马尔巴与密勒日巴军不住森院, 而以咒数之密教广部教化民间, 与受王侯庇护而向知事阶层宣布显教之家当派, 和以森学为中心而努力于组织宗团之萨迦派形成强烈对照。 其学说一月称派中观思想,大应传承,不重文字, 而特重以正理通达大应之智慧,以苦修为特色。 其教义极重实践,认为人唯有透过实践是能发挥佛教本意, 以完成独立人格为目标。 世界佛教通史上级,圣言,参阅,西藏佛教,2593, 加当派,3967,批3971。 加尔玛巴西,1204,1283, 西藏佛教加尔居派支派加尔玛加尔居派第二代祖师, 及加尔玛二世。 旧义鬼犯法师, 原名阙及喇嘛,藏语异议位法师, 身于止丹地方, 长从求松肯巴在传递子崩扎巴学法, 居止粗朴寺, 南宋保佑四年, 一千两百五十六, 受原县宗蒙歌供养, 欲赐金元黑帽, 自此其传承称加尔玛加尔居黑帽系。 诗义未建立喇嘛教肉身转世制度者, 因久与蒙古人相处, 蒙古语称鬼犯法师为巴西, 故有加尔玛巴西之称。 批3973 加尔玛派, 西藏明卡, 摩, 帽, 又作噶玛派, 西藏佛教加尔居派之分派, 由达宝哈姐, 藏webs, POHA, RJ, 之地子 求松肯巴, 藏DUS, JSMMK, Hayin, Pachas, Kigraps, PAD, 1110, 1193, 开创。 求松肯巴于西元1155年, 至拉萨北方创建加尔玛寺, 藏Chu, Mchurha, LU, 为该派之根本到场。 至其死后, 又转世成为该派之第二祖, 确立西藏喇玛转身之观念, 开创活佛转世之制度。 二祖曾治中国, 接受元氏族之归一。 该派颇受蒙古皇帝之礼遇, 加尔玛二祖曾受蒙古大汉所赐黑官一顶, 是为黑官派之起源, 加尔玛三世则受赐宏官一顶, 是为宏官派与宏教派之起源。 至明朝, 即盛一时。 第五祖常与永乐地相善, 且曾收宗喀八位弟子。 该派颇受尼玛派, 古旧派, 大旧靖派, 之影响, 此为其特色之一。 又该派活佛司徒却及尼玛者有藏文文法大书, 巴尔祖拉成瓦者有贤者喜宴, 均为民主。 蒙古佛教史, 参阅西藏佛教, 两千五百九十三, 加尔巨派, 三千九百七十一, P三千九百七十三。 加摩, 泛名Kemma, 以印度神话中表爱玉之神。 在黎巨费陀, 阿达婆费陀等, 均为此神生于诸天及人间之先, 或为其乃希望之女神。 二恶鬼名, 正法念处经卷十七载有加摩恶鬼, 其著云, 大一七, 九七下, 加摩两卢波, 为严预色, P三千九百七十三。 加摩浪家国, 加摩浪家, 泛名Kemela Kansas。 又作狼家国, 狼家术国。 印度东径之谷国。 据大唐西域寄卷十载, 此国位于三摩亚渣国东南大海域。 另据西域求法高森船卷上载, 洛阳义辉论师自印度归国途中, 于此并末。 成都伊朗律师至此国时, 国王以长以上兵之礼相待。 其位制约在京缅甸阳光, Rangoon, 北部之碧谷, Pagu, 及伊洛瓦底河, Iravedi, 口之三角洲上。 南海济归内法船卷一大词N43藏法师船卷4S。 Be all but the strikers of the western world, Fall. P3973 加摩吕波国, 加摩吕波, 泛名Kemarpa, 巴黎明瞳。 又作加摩波国, 为东印度之谷国。 据大唐西域记卷十载, 该国周万余里, 人体碑小, 与延烧溢溢于中印度。 重奉天神, 不信佛法。 自佛教兴至唐室, 未建立迦兰, 召集僧侣, 其尽信之徒为切念佛尔。 玄藏西游之时, 其王居摩罗, 范Kamara, 巴桐, 文玄藏三藏再摩接驼, 平潜时言请之, 玄藏乃从戒贤论师之劝请而致彼处, 圣诵大唐天子圣德, 与王同行孩, 会于戒日王之吾哲会。 其地集经印度孟加拉州, 本沟, 东北部阿萨姆, 阿森, 西部之地。 解说西遇记, P3974。 加摩罗病, 加摩罗, 范语Kamal, 西藏语Mik, Sir, 黄居病之一种, 又做加摩罗病, 加摩罗病, 加摩罗病, 加摩病, 意味黄病, 赖病, 热病, 打风病, 西藏语做黄眼, 患此病, 眼根损坏, 见一切色皆如黄色, 颇难治愈。 悬应应一卷二十三位此为恶垢, 严腹中有恶垢, 表不可置之意。 北本大班涅盘金卷十九, 十门便或论卷上, 成为十论数记卷五末, 翻译名义级卷六, P3974。 加摩罗法, 又做加摩罗大法。 密教修法中, 以加摩罗王, 金赤鸟, 卫本尊, 卫除病患, 指风雨, 必恶雷等所修之密法。 依加摩罗集诸天密言金载, 凡持此法门, 天上天下皆能过, 不为众人冤敌及鬼神君不敢进, 又未惜得成就诸法中之最盛者。 拒绝禅超加楼罗法诸鬼仔, 修此法可得莫法利益, 宿及灵验, 成一切宝鸟王星辰宝珠, 行人的龙宫宝, 得天上甘露, 得财宝, 降雨雪, 龙王来, 除蛇男, 散君阵, 扶愿家, 敬爱法, 除病患, 患远所人, 赵鱼类等功德。 金刚光焰指封与陀罗尼经, 文书施利菩萨根本大教王精精赤鸟王品, 批3974。 加楼罗鸟, 加楼罗, 范与格尔雷, 巴利与格尔雷, 又坐加楼罗鸟, 加流罗鸟, 加楼罗鸟, 接路土鸟, 异异坐石土悲苦生。 或坐苏拉尼, 范苏帕埃, 即金赤鸟, 鸟赤鸟。 为印度古代神话中, 一种类似旧鸟, 性情猛烈的神格化之巨鸟, 曾为皮尸奴天之成物。 巨云, 其身之时, 生光鹤意, 诸天物任为火天而礼拜之。 于佛教诸经典君载有此鸟之名, 长阿含金卷十九级位, 金赤鸟有卵生, 胎生, 师生, 化生等四种, 卵生之金赤鸟可食卵生之龙, 胎生之金赤鸟可食胎生, 卵生之龙, 师生之金赤鸟可食师生, 卵生, 胎生之龙, 化生之金赤鸟可食化生及其余诸种之龙。 观佛三昧海金卷一载, 此鸟以夜暴之故, 得以诸龙位时, 于炎福提一日之间可食一龙王及五百小龙。 金律一香卷四十八位, 此鸟所山之风, 若入人眼, 其人则失明。 菩萨从兜数天降神母胎说广普金卷七载, 金赤鸟王身长八千尤群, 左右赤鸽长四千尤群。 于大臣诸经典中, 此鸟列数八大不重之一, 羽天、龙、 阿修罗等共列位于佛说法之会作。 于密教中, 佳楼罗乃梵天, 皮纽天, 大自在天等之化身, 或为吉文书施力之化身, 列位于胎藏界外金刚部之南方。 佳楼罗之形象有多种, 印度山齐一记中之佳楼罗仅为单纯之鸟形, 然传于后世之形象则大多为头一找嘴如旧, 身体疾似之如人类, 面白异赤, 身体金色。 海龙王金卷四, 法华金卷一启示英本金卷五, 历世阿皮谈论卷二, 华岩金探玄记卷二, P3974。 加者莫尼, 范语K,I之音译。 右座加者莫尼, 加者莫尼。 加者莫尼并非为最甚至宝石, 其性质略列于琉璃, 并琉璃宝。 故诸经论美以无价宝玉止大般若波罗密多神身经典, 而以加者莫尼玉止二甚相应之经典。 菩提资良论卷四, 玄印音译卷二十一, 惠灵音译卷三, 卷六, P3975。 加者莫尼第一, 范语K,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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D,K,之音译。 右座杰零石特伯, 加瞻零提一, 加真零底加, 加止利纳棉。 意义作戏锦一, 惠灵音译卷十三, 大五四, 三八三上, 加者的, 范语也, 唐岩细软轻妙, 最上一页, P3975。 加弹婆树, 加弹婆, 范语K,D, 产于印度之桥木。 右座加弹波树。 意义拥菜花, 条金, 白花。 学名Nakley K,D, 此树枝叶发芽胜素, 叶长不绝, 故今年长青。 语季, 约六月中旬, 开花, 有香气, 花旗至九月。 花未求行, 宛如圆岁, 白色而带淡黄绿。 右印度教徒 以此树为圣树。 启事经卷一大一, 三一一中, 浮婆提舟, 有一大树, 名家坛婆。 其本纵广义七游巡, 下入于第二十亿游巡, 高百游巡, 枝叶垂腹五十游巡。 此乃神话中之技术, 非实在家坛婆树。 菩萨念佛三昧经卷一步空见本食品, 大楼碳经卷一帆范语卷九, 批3975。 加鲁宁波切, 1905, 西藏人。 宁波切, 又一座人波切。 其父为西藏佛教加尔居, 宁玛两派支在加喇嘛, 初随父学佛, 十五岁于北蓬大寺追随加尔居派上师十年, 曾两度闭关。 二十六岁时离北蓬, 至康巴郊外修于嘉行, 经常骑游方参学后, 任北蓬大寺附属禅习中心住持, 兼第十六代贾尔瓦活佛之禅教师。 西藏事变发生, 离藏入印。 先后在印度, 西京、 布丹及西方国家从事红法部教。 毕生之愿望在突破地理障碍, 将西藏佛教弘扬于全世界。 民国七十二年, 1983, 3月15日, 由美国来台, 参访高雄佛光山, 并参加信徒大会。 P3976。 加尼瑟家王, 加尼瑟家, 泛民康尼康尼瑟沙斯。 右座纪逆家王, 纪逆家王, 谈纪逆渣王, 哥尼诗哥王, 加尼瑟渣王。 古代印度坚陀罗国, 越是国, 之国王。 西贵双王朝, 泛枯恩爱, 之第三世王, 其年代被认为是印度政治史上, 文化史上之关键时代, 然有关其出世, 即位等年代, 众说纷纭, 一, 据森家罗沙所及经序, 杂宝藏经卷七所在, 王出世于佛陀入灭后七百年请。 二, 皮婆沙经序在, 王出世于佛陀入灭后六百年请。 三, 婆守盘斗法师传, 张所知论卷上所在, 其年代为佛陀入灭后五百年。 四, 据大皮婆沙论卷二零零, 大慈恩四三藏法师传卷二载, 约于佛陀入灭后四百年。 五, 洛阳嘉兰记卷五载, 约于佛陀入灭后三百年。 大唐西玉记主张王之年代为佛陀入灭后四百年, 及西纪一世纪之时, 近代学者大多同意此说。 另有根据三国智卫书卷三, 明帝太和三年, 两百二十九, 大阅士王波调, 加逆色家之孙, 浅史智卫, 之记载, 而主张王之年代为西纪第二世纪者。 加逆色家王继阿育王之后建设大帝国, 支配全北印度。 于印度佛教史上, 与阿育王并称为护持佛法之二王。 将首都由中亚迁至古印度西北坚陀罗地区之父楼沙城, 经巴基斯坦白夏瓦, 其领土东至瓦拉纳西, 南至平陀山脉, 北极中亚西亚, 伊朗等地。 曾与中国, 希腊, 罗马文化密切接触, 造成东西文化之融合。 王初时信奉索罗亚斯德教, 不信罪福, 清武佛法, 据文, 应受马明菩萨之感化使归依佛教。 令于大唐西玉记卷二, 杂宝藏经卷七等, 载有不同之归依因缘。 后来极力保护佛教, 建立说一切有不知寺院, 并召集邪尊者, 室友, 法救, 决天等五百圣众, 瑜伽施弥罗杰及三藏, 而后注释之, 巨云, 现存之大皮婆沙论两百卷及其中之论藏士论, 为此事真伪书难确定。 于其制释, 佛教普遍洪传, 高森辈出, 促进了大臣经典之编撰。 而自加尼瑟家王至其子父西瑟家王, 范Huvie Kansas, 时代, 深受希腊文化影响, 故坚陀罗之佛教美术圣即一时。 大皮婆沙论卷一一四, 副法藏因缘传卷五, 大唐西玉记卷三, Ris David's Buddhism, VA, Smith's Early History of India, P3976, 加尼瑟家王为千头鱼, 古印度坚陀罗国加尼瑟家王一身以征伐四方, 多造杀罪, 虽闻马明菩萨说法, 归依佛教, 然命中后游身大海中为千头鱼, 受剑斩截其手, 随砍随身, 轮回不止。 使有罗汉为维纳, 明尖锥, 亡闻其身, 苦痛止息, 而请罗汉以木板长打, 以剪其夜。 副法藏因缘传卷五, 四分绿山凡捕却形式超卷上一, 参阅, 加尼瑟家王, 3976, P3977。 加诺加罚挫, 泛名康纳卡瓦斯巴, 十六大阿罗汉之第二, 又作嘎那嘎巴萨, 那加拔, 与其眷属五百阿罗汉共住于北方加斯弥罗国, 系护持正法, 饶意友情之圣者。 唐代禅月大师冠修化其像, 做左肩腹杖, 双手结印之像。 苏东坡赞约, 其年何老, 灿然富少。 我知其心, 佛不妄孝, 称喜虽幻, 孝则非称。 诗此无忧, 与无量人。 明代真可赞约, 行如枯木, 呼开面门。 须于之间, 眼挂鼻仙。 狼立一条, 全全卧牢。 有心无心, 笔墨难描。 大阿罗汉南提密多罗所说法筑记, 罗汉图赞级, P3977。 加诺加巴黎堕舌, 泛名康纳卡佛拉夫Ga。 十六大阿罗汉之第三, 右座加诺加巴黎堕舌, 嘎那嘎拉坠, 罗堕。 与其眷属六百阿罗汉共驻于东圣深州, 系护持正法, 饶意有情之圣者。 唐代禅阅大师冠修化奇相, 作寿古灵巡, 称目, 眉痕如剑, 右手直伏, 左手暗息之相。 苏东坡赞约, 扬眉注目, 辅兮横幅。 问此大事, 为言为黑。 黑如雷霆, 言如墙壁。 非言非莫, 百祖逝世。 明代真可赞约, 谷其枯柴, 勿我忘怀。 眼露眉痕, 见人活埋。 右手握符, 一扬此雄。 耸肩并足, 龙象之宗。 大阿罗汉南提密多罗所说法注记, 罗汉图赞级, 批3977。 加瓶蛇罗鸟鸟, 加瓶蛇罗, 范语靠扰之音译。 右座加冰蛇罗鸟, 意义为鸟鸟获至, 为这孤鸟之一种。 四分率卷五十, 大制度论卷十二, 会零因一卷二十六, 批3978。 加施弥罗国, 加施弥罗, 泛名KansasMRA, 巴黎名KASMRA。 右座杰施弥罗国, 加叶弥罗国, 各施弥国。 位于西北印度, 兼陀罗地方之东北, 习马拉雅山山路之谷国, 及我国汉朝时所称之骑兵。 建国于西元前二千四百年寝, 经四十七代, 阿玉王即位。 阿玉王前信佛教, 建立无数苏独波及之题, 此系王统时所在与佛教有关之最早济世。 另据法据辟语经卷二恶行品之载, 佛陀曾浅虚曼罗汉持佛之法找至济兵之南, 并于山中见佛图寺。 由于阿玉王之传道师莫产题, 巴默亚亨提卡, 曾致此不教, 其后领友词的之间, 陀佛罗王加逆瑟加乃在此召集五百名僧编转大皮婆沙论, 自此, 此国研究阿皮达摩之风气甚甚。 其后佛教在此曾一度遭受迫害, 再度兴隆后成为大臣佛教之一大根据地。 于大吉经、华严经、涅槃经等大臣经典中皆可见到此地名。 由此的入我国从事一经之名僧有僧家提婆、僧家跋成、佛陀耶舍、 求纳跋摩摩、佛陀多罗等。 玄奘西游至加斯弥罗时, 为630年, 正之以王统使之记载, 当时乃杰加加王朝, 范Krkoa之初祖度拉巴瓦尔达纳, 范Durla Pavardana, 在位之时, 玄奘甚受礼遇, 且从该国之大德森称学习俱舍论、 顺政理论、 英明、 声明等。 其实, 临近之森赫卜罗、 乌拉施、 伴奴街、 和罗舍卜罗等诸国军隶属家施弥罗国。 唐宿宗甘元二年, 759, 唐僧悟空曾奉斥出始祭兵, 而于此的滞留四年, 其时当地上有迦兰三百余所, 林塔瑞向不计其数。 其后, 乌特帕拉王朝, 范阿特佩拉, 855成立, 前罗赫拉王朝, 范罗赫拉, 1003成立, 后罗赫拉王朝, 1101成立, 相似在此建立王朝。 十二, 三世纪之后, 此的或沦入回教徒之手, 或为铁木儿所并吞, 或受阿富汗所统治, 经历多番变迁, 而于1846年成为英国之番署。 宋高森传卷三, 大唐西域纪卷三, 古经图书集成编译点第五十三, VA。 Smith The Early History of India, 参阅, 纪兵国, 6491, P3978。 加斯弥罗斯婆派, 泛民喀什玛阿埃法, 为印度教师婆西坛派, 泛埃法, Sidnze之一派, 加斯弥罗地方敬仰阿吉摩, 泛高马, 盛典位天启, 乃其宗教思想之本源。 此派之论典, 以师婆, 泛埃法, 姓利, 泛埃太, 个人我, 泛阿妞, 为三要素, 主张现世非虚无, 幻梦, 泛Ny, 乃师婆依姓利所显现者。 又此派所谓解脱, 乃系了之个人我与师婆之纠集和一级的, 在任。 此派根据商杰罗, 布尔医员说, 之在任是, 泛Pretlavi, 展开独自之理念, 故又称布拉提亚为诸纳派, 泛Pretlavi。 此派颇影响南方之师婆派。 参阅, 师婆西坛派, 6449, P3979。 加罗, 一范语KLA, 八粒语童, 又做科罗, 意义为识。 于印度说识之名有加罗, 三摩耶二种。 佛教中, 于律中所说非识时, 识药, 识医等知识为加罗。 因孔与外道所执着为实在之识, 犯KLA, 混同而生邪见, 顾除在律中提说之外, 于多用三摩耶之语。 又有一说将十分为加罗时, 三摩耶时, 是刘布时等三种。 又一大放等大吉经卷四十二新秀品之说, 为一加罗等于一千六百刹那, 相当于现今之四十八秒, 大制度论卷一序华言经略书刊定计卷二, 参阅, 三摩耶六百七十二, 二范语KAL, 即为数量之名称。 参阅, 哥罗分, 五千八百二十三, P三千九百七十九。 加罗求罗虫, 又做加罗就罗虫, 加罗求罗虫, 意义做黑木虫。 其犯文言语不明, 如细犯语KKALSA之音译, 则为西译之一种。 大制度论卷七, 大二五, 一一三中, 譬如加罗求罗虫, 其身为细, 的风转大, 乃至能吞食一切。 光明亦如是, 的可度众生, 转增无限。 纸观辅行传红绝卷五之一, 翻泛语卷七, P三千九百八十。 加罗欲王, 加罗欲, 泛名KALOKA。 古代中印度摩羯陀国难陀王朝, 泛南德之始祖。 又做加罗阿欲王, 加罗尤加王, 阿虚旺。 亦亦做黑石王。 出生于佛入灭后百年之请, 初单称阿欲王, 后位与孔雀王朝, 泛Moya, 之阿欲王区别, 改称加罗欲王。 细修修纳家王, 巴斯桑Ga, 之子, 建都于华士城, 泛PALPUTRA, 在位二十八年, 然北方佛教多不承认 参加罗欲王之智世。 据导使所在, 相传王即位第十年, 石皮舍黎晨拔其子比丘, 巴巴亚普特, 等倡导使是非法, 王初参与其事, 后归入正法, 并行第二次结集。 王崩后, 其子时仁相赐继位。 然珍之以同时代之王统使 及其他诸史, 则却有关此王之济世。 善剑律皮婆沙卷一, 卷二, 阿欲王传卷一番范语卷四。 Beggen Death the Life or Legend of Godduma, 否? P3980 加罗舌, 一范语康拉雷, 又做结罗舌, 结舌, 意义做宝瓶, 咸瓶, 瓶, 是圣五宝, 五香, 五药, 五谷及香水等, 用以供养蜜叫曼陀罗珠尊所用之瓶。 大日经卷二具原品, 苏西的杰罗金卷中, 卷下, 二印度寺塔上之一种装饰物。 在建筑物顶上装上演摩罗果, 范曼洛卡, 其上在关以加罗舌。 此装饰物相当于我国所称之漏盘。 大唐西玉记卷七, P3980 加罗旧陀加沾岩, 范名卡古达, Katiana, 为印度古代六师外道之一。 右座加罗居陀加沾岩, 加巨多加沾岩, 矫巨陀加多岩那, 婆弗陀加沾那, 罗未缩加沾岩, 波修加沾, 或单做加沾。 加沾岩为信, 意义做减涕, 加罗旧陀为自, 意义做黑领。 此外道为一切众生之罪福西 为自在天所作, 自在天喜, 则众生安乐, 自在天甜, 则众生苦恼。 故将一切罪福归于自在天之主宰, 人不可言有罪福。 又为若人杀害一切众生, 心不生惭愧, 中不堕恶道, 犹如虚空不受沉水, 若生惭愧即入地狱, 犹如大水润湿余地。 自佛教之立场观之, 此乃无残外道之邪见。 北本大班涅槃经卷十九, 有不疲奈耶破森士卷二, 会灵因一卷二十六, 批三千九百八十。 迦兰陀子, 范名凯琳达卡, 佛塔, 巴黎名凯琳达卡, 佛塔, 又作杰兰陀家子, 为中印度皮舍离国迦兰陀村迦兰陀长者之子。 本名为虚提纳, 范修达纳, 巴童, 又作苏正纳, 虚达多, 又称耶舍, 范耶, 曾于仲格讲堂, 八KGRA, SL, 听闻佛陀说法而出家, 后因与其复行御行, 佛陀乃制定静淫之界。 五分绿卷移摩赫森纸绿卷一, 四分绿卷移P3981。 加兰陀池, 泛名Kalama, 巴利明童。 据大唐西玉记卷九载, 加兰陀池位于王舍城竹林金舍被二百余不知处, 习时如来常在此说法。 齐水清晨, 据八功德, 然佛涅槃后, 池水枯河无余。 池之西北行二三里处有苏赌波, 为阿玉王所见, 高六十余尺, 磅有十柱, 其上克纪利苏赌波之世纪, 高五十余尺, 柱之上端坐向行。 P3981。 加兰陀竹林, 泛名V.E.U.V.娜, Kalanda Kunif S.A., 巴利明V.E.U.V.娜, Kalanda Kunif P.A.D. 又称加兰陀竹园, 或加兰多竹林, 加兰纳加竹林, 加林竹林。 意义为隶属竹林, 好鸟竹林, 多鸟竹林, 雀丰竹林。 此竹林位于中印度摩羯陀国王舍臣北方, 是加兰陀鸟七席之竹林。 据大唐西域寄卷九之仔, 此竹园为加兰陀长者所有之竹林, 乃王舍臣朱园中之最盛者。 长者本性奉外道, 而以之奉与尼间外道, 后闻佛说法, 乃改奉为僧缘。 然依过去现在因果金卷四, 四分绿卷五十之仔, 则为此竹园为摩羯陀国王平皮梭罗所施语者。 中本起金卷上渡平沙王平, 初分说金卷下, 参阅竹林金舍, 两千五百零二, 批三千九百八十一。 加罗波沙林, 加罗波沙, 范名Kelpsia, 巴黎名Kelpsica, 或Kelpsia, 意义为白铃, 为摩羯陀国一铃首之名。 伊律藏大品所在, 世尊于陆野院渡化五比丘, 初转法轮之后, 由波罗奈国王幽罗平罗村, 巴尤瑞威尔, 途中, 于加罗波沙林休息。 时有幽罗平罗之贵公子三十人组成之游乐团体, 名为巴陀罗巴提, 巴巴达维基亚, 康尔, 各邪妇女游于林间。 时有亦由女持衣物而逃, 诸公子乃其追该女, 途中遇见世尊。 世尊乃问, 寻求自己重要或寻求女人重要, 时诸人有所悟而归头佛座下出家。 四分率卷三十二, 五分率卷十五, 法剧经著, 巴德摩普德德西克萨一, 大事, 范茉范范斯都, P3981。 玉佳之罗村, 玉佳之罗, 范名奥克斯尔, 巴利名奥克斯尔, 奥克斯尔, 意义未神指村。 位于巴奇国, 巴范范范, 恒河附近之村庄名。 据相应部经典四期, 十四所记述, 摄利福与木坚连去世未久, 是遵作于此玉佳之罗村之路的, 向朱比丘说, 比丘等。 摄利福, 木坚连入灭以来, 此即会令人感觉空虚, 忠略, 例如有坚固之大树, 必先坏其大之。 如此, 有坚固之大比丘重石, 摄利福与木坚连一先入灭。 比丘等, 岂能有常住。 生者, 成者, 所造者, 具有坏灭性者, 欲令其不坏灭, 乃不合道理。 另据中部经典三四木牛者小经, 巴西奥格拉卡, 所在, 是尊存在此的说木牛经。 医中阿含卷十八玉家之罗经, 为此的义比丘常问世尊法药, 并寻指示修行, 中的阿罗汉果。 批3982。 御家是, 御家, 泛名Yugra, 巴黎明阿罗, 为交萨罗国, 泛Kaola, 之都城, 亦为御家比丘之诞生地。 御家比丘为此事长者之子, 于成长后出家得到, 长老寄精, 巴塞拉, JTH, 之八十级及笔所作诗。 据法巨经著, 巴黎摩托拉, 阿赛克斯, 三所述, 是尊存命阿纳律, 巴尔尼瑞拉, 流于此的红法。 批3982。 御家长者, 御家, 泛名Yugra, 巴黎明阿罗, 右座御家长者, 优家长者, 御渠楼长者。 全称御家罗月长者。 异议为罪手长者, 功德长者, 威德长者, 雄者长者。 为佛事实, 批舍离城附近之巷村, 巴哈托, JMW人。 剧中阿韩卷九位曾有法品御家长者经所在, 长者曾于秉舍离大陵中, 吉女寄于乐, 饮酒大醉, 寻尧见世尊在灵树间, 端正书好。 长者见佛以, 及时罪行, 网易佛所, 闻世尊说四地法而断疑惑, 并尽行受以犯行为首, 誓愿受持五戒。 佛灭后, 自以一切财物会师, 愿如转伦圣王, 乃至西求生于第四禅天。 幼大宝基经卷八十二玉家长者会在, 佛在给姑穷经舍时, 彼长问在家, 出家菩萨之行法, 佛乃为其广说三规五戒与出家之四圣种形。 杂阿含经卷九, 大制度论卷三十三, 玄印英译卷八, 惠玲英译卷十四, 批三千九百八十二。 玉家罗村, 玉家罗, 泛名欧可AHA, 巴黎名欧可AHA, 英译作优家之村, 有家帝村, 乃邻近喜马拉雅山山地之村庄名。 未流失于长老寄经, 巴瑟拉, JTH, 二一九, 二二一寄之比丘央家舌, 巴A根尼卡BH, RFGA, 之诞生地。 据增之部经典四, 六三所在, 其世尊从此的玉制焦萨罗国, 范Khoala, 斯婆西, 巴Satavi, 其遗于途中之族, 被后来有功于分配世尊以古之婆罗门斗魔, 巴Due, 发现有千伏伦香, 而以为世尊乃天人或甘塔婆。 据中部经典之根本法门经, 巴恩勒巴里亚, Satantab所说, 世尊曾在此的须婆嘉玲, 范Saphaaga, Vana, 巴童, 中之梭罗王术下位比丘等讲说根本叫法。 P3982, 崇山, 比喻烦恼之杂多厚重, 因烦恼非依, 故称谓重。 摩喝止官卷一上, 大四六, 三中, 大悲怜悯一切无闻, 如月影崇山, 举善类之, 风习太虚, 动树训之。 止官辅行传红绝卷一之二, P3983, 众玄寺, 位于江苏无县, 唐文宗太和年间, 以堪石碧经而闻名于世, 四使白居一常作悲祭之。 石碧在本寺四西, 极广的法华院之西南渝, 总刻有法华经, 维摩杰经, 金刚班若波罗蜜经, 佛顶尊圣陀罗尼经, 阿弥陀经, 观普贤菩萨行法经, 石香法秘经, 班若波罗蜜多心经等八经, 全文凡有116857言。 石碧基四重, 高约十公杖, 长约五公杖, 后三公寸有余。 自唐长庆二年, 八百二十二, 东石座, 至太和三年, 八百二十九, 春完成。 细沙门清晃, 青海等所开幕者。 批3983。 众儒, 及如如, 魏伦家经所说五法之一, 智之至即未智智, 理之至即未如如。 范网经开题, 大六二, 以上, 众如月殿, 横说三密字乐。 参阅, 五法, 1114, 批3983。 众空三媚, 有总别二名。 依, 就其总名而言, 又作众三三媚, 三众等持。 三媚, 等持, 均为定之以名。 众空三媚为, 空, 无相, 无愿, 等三种三媚之对称, 其每一三媚各多一, 空, 无相, 无愿, 等字, 故称众空三媚。 即, 一, 空空三媚, 又作空空等持, 众空等持。 无学, 阿罗汉, 先以无漏至观诸法之, 空, 无我, 称为空三媚, 更以有漏至观前之空之为空相而验舍之, 称为空空三媚。 二, 无相, 无相三媚, 又作众无相三媚, 众无相, 等持。 无学, 先以无漏至观涅盘之, 灭, 敬, 妙, 离, 称为无相三媚, 更以有漏至观境涅此至之非则灭无畏尽相, 而验舍前之无相, 称为无相无相三媚。 三, 无愿无愿三媚, 又作众无愿三媚, 众无愿等持。 官如上苦及道三帝之, 苦, 无常, 等相而更艳舍之, 称为无愿无愿三媚。 二, 就别相而言, 单指上记中三三媚中之空空三媚。 巨舍论卷十八, 显宗论卷三十九, 巨舍超卷十二, 华颜孔目张卷三, 大臣一张卷二, 参阅, 三三媚, 五百二十一, 批3983。 重重地网, 为地是天之珠网重重交落, 相互印发。 经中多用以辟喻华颜经所说如来一, 正之功德重重无尽。 华颜经探玄记卷二, 大三五, 一二八中, 此重重地网之处, 表示所说义重重无尽, 批3983。 重重无尽, 系表示华颜宗原起说特色之用语。 华颜宗之十门中随取一门, 及具十门, 而以, 十, 之数表示无穷无尽而圆满无碍之法界, 故称, 时时无尽。 又以时中之每一者皆含有时, 时时互聚则成百, 百百互聚则成千, 千千互聚则成万, 无尽重重, 重重无尽, 以欲各种现象之存在皆具有无限之关系, 互相融设, 互相作用。 参阅, 法界, 3367, 批3984。 重修普陀山制, 樊六卷, 明朝周应兵传, 收于中国佛四史智慧刊第一集, 普陀山原名小白华, 位于浙江定海东南海中, 孤山水记, 风景幽书, 为我国佛教之圣地, 与峨眉, 五台, 九华, 合称四大名山。 素有, 海天佛国, 之称, 为观音显灵之道场。 齐开山建寺, 远在五代初年, 为日僧慧恶所建, 经历代高僧之经营, 泛沙林立, 为成佛国。 记录普陀, 就有元代归资圣西明所传, 普陀落家山传, 精存一卷。 明代侯记高续传山至, 席位通行。 万历年间, 一千五百七十三, 一千六百一十九, 周应兵以侯至崇山而略于四, 乃位崇修, 离为六卷, 分位十四门, 成汉, 土考, 山水, 殿语, 规制, 建制, 灵异, 班次, 命史, 世子, 物产, 义文, 试掠, 诗。 体力严谨, 搜罗红富, 有位后制所不及者。 本书堪行于万历年间, 流通不广。 P3984 重病格, 又作重病驴, 异于严寿格, 乃从林中, 收容病况较严重者之处。 禅院青龟卷寺严寿堂主镜头条, 万序一一一, 四四九上, 并森如烧困重, 报堂丝超杂, 千重病格, P3984。 众元, 一千一百二十一, 一千两百零六, 日本净土宗僧, 俗姓纪, 曾于醍醐寺学密教, 诗世法然, 入念佛门。 诵甘道三年, 一千一百六十七, 来我国, 四年返日, 东大寺火灾后, 原赖朝捐助而重建之, 以其师之推举而不认劝尽之职。 又于醍醐寺解无常念佛设, 劝发念佛。 于见永元年, 一说元九二年, 世纪, 享年八十六岁。 另一说见九六年入祭, 享年七十余。 这有难无阿弥陀佛作善及一卷。 批三千九百八十四 重负一, 比丘三一之一, 为僧加离之以名。 此一必呆戈截而至, 故称重负一。 或以此一乃于玉多罗僧, 上一之上所者之福, 故称重负一。 根本说一切有不百一截魔卷时, 参阅, 僧加离, 五千七百二十三, 批三千九百八十四。 重账, 众身修行佛道, 欲重重账爱而不得开悟, 若能催此重账山, 则见佛无碍。 修行佛道之重账, 要约有三种, 一, 祸障, 又作烦恼障, 即一切无名烦恼之障。 二, 业障, 即十恶忤逆之障。 三, 暴障, 即三图八难之障。 又于禅陵中, 凡悟道时产生重重障碍之难关, 亦称重关。 八十华严经卷二, 参阅, 三藏, 六百六十七, 批三千九百八十四。 重编草动五味显诀, 凡三卷。 又作草动五味显诀, 重编草动五味。 宋代僧会辖编。 收于万续藏第一依一册。 内容收录会然和尚续, 会辖续, 广辉之众及洞山篇正五味曹山简语并续, 洞山五味显诀, 天同四界诵, 逐位诵, 宝敬三昧, 焚扬广志歌, 曹山三种多四种异类等。 曹洞宗之祖洞山梁架有正中偏, 偏中正, 正中来, 偏中至, 兼中道之五味说, 以七言三句逐位诵出, 故又称逐位诵。 洞山之法四曹山本记自五味说摘其语药, 产明真诀, 而作草动五味显诀。 慧然和尚于崇边曹洞五味显诀之卷中引用曹山之法四慧侠之序言, 主张五味之逐位诵出自曹山之首, 然一般贤任正篇五味说与相, 奉, 公, 贡公, 公公之功勋五味说系洞山之作, 君臣五味说与王子五味说则系洞山或曹山之作。 公勋五味论述修行之境地, 正篇五味就本体与现象之关系论述万叉诸法, 君臣五味与王子五味系正篇五味宗旨之深论。 有关五味说之注释书, 较注明者有, 勇诀原贤之洞上古辙, 绝范慧弘之石门文字禅, 慧言之昭之仁天眼目, 全苗月站之五味显诀原字角等。 P3985, 众缘星, 忽然起心动念而原善恶之境, 称为独头星, 更若相续而原前念, 则称为众缘星。 小陈界中之星界即依此众缘星所立者。 P3985, 众显九百八十一千零五十二, 宋代云门宗僧。 遂宁四川彭西县之西, 仁俗姓礼, 自饮之。 家世豪富, 以如业传世。 又受家学, 而至存出世, 乃以妙邻离俗入道, 投意周普安愿之人生出家。 出席经律, 兼设侍法。 授界之后, 为专定业, 得法于富州北塔之志门座禅师, 一指五年, 静得其道。 后隐于前唐陵影四三年, 乃出驻苏州之翠丰寺。 四年转席明州雪豆山之盛寺, 海中云集, 大阳宗峰, 乃有云门宗中心之祖之称。 又乙师久住雪豆山, 后世多乙, 雪豆禅师, 称之。 于皇又四年入祭, 适寿七十三。 四号, 明觉大师。 已有明觉禅师与路六卷, 必言及百则诵, 及诗及曝全即行事。 禅陵森宝传卷十一, 敬辞四至, 五灯会员卷十五, 五灯盐筒卷十五, 批3985。 将三世三昧耶会, 为密教金刚界九会曼陀罗中之地九会, 位于成生会之左下。 于此会中, 大日如来以将福大自在天位本事, 其于诸尊义皆助于将三世明王之本事。 此会之图为西同于前一会将三世结魔会, 然比会系表示叶剧族之身相, 而此会则表比诸尊内政之德, 故特列其三昧耶行。 其中, 金刚萨朵之三昧耶行为八福伦。 乃催破之巨, 用表众生本巨兼顾清静之菩提心, 大自在天则表示根本无名。 此会之尊数共七十三尊。 三十卷教王金卷十二, 参阅, 金刚界曼陀罗, 三千五百四十七, 批3986。 将三世明王, 泛名Trelakiavahia, 又称月眼尊, 圣三世, 三世圣, 将三世金刚菩萨, 为密教五大明王之地儿, 即五部中金刚部之教令伦生, 配置于东方, 密号最圣金刚, 降服贪甜吃三毒与三戒, 故称降三世。 其形象三面八臂, 或四面八臂, 色轻。 守之各种武器, 背负火焰, 足踏大自在天, 摩西守罗, 与乌摩飞, 表对至烦恼之意。 于金刚界曼陀罗成金刚萨朵之愤怒行, 系大日如来所变现者, 居于将三世结魔会及将三世三昧耶会之东方月轮中, 于胎藏界曼陀罗之池明愿中, 安置于般若菩萨与不动尊之间。 三十卷教王金卷十灵僧宝传一大日经书卷五, 金刚界曼陀罗尊位献图超斯卷三, 批3986。 将三世结魔会, 又称将三世会, 为密教金刚界九会曼陀罗中之第八会, 位于成生会之左方。 于此会中, 大日如来献愤怒之乡, 系表大日如来以金刚不坏之志来调服南化之众生。 其两族踏大自在天, 乌摩飞, 以是断灭三世之烦恼, 所知二障之乡, 故此会之诸尊助于将三世明王之结魔身。 其图位形象与成生会大致相同, 中央之大日助于治权印, 显现降伏四摩之行, 其旁之四佛及十六大菩萨一皆交全, 现愤怒行。 此会之尊数乃三摩耶会之七十三尊 加上外四余之四大明王, 步动, 金刚叶叉, 君图力, 大威德, 和共有七十七尊。 三十卷教王金卷十, 卷十一, 参阅, 金刚戒曼陀罗, 三千五百四十七, 批三千九百八十六。 降伏座, 又称降魔座, 乃皆家夫座之一。 凡座皆先以右足压左骨, 后以左足压右骨, 手翼以左居上, 称为降伏座, 其反之者称吉降座。 天台, 禅宗等显教诸宗多传此座。 惠灵音一卷八, 参阅, 结家夫座, 五千一百八十六, 批三千九百八十六。 降旦会, 为庆祝佛陀之诞生所举行之法会, 依惯例于每年四月八日举行。 亦称佛生会, 御佛节, 冠佛会。 荡日必装饰花亭, 内安置诞生佛, 以甘茶木佛, 象征佛陀诞生十字天降落之于水甘露。 佛本行经卷一, 冠洗佛形象经, 佛祖统计卷三十六, 批三千九百八十七。 降龙王经, 请参阅龙王兄弟经。 降龙, 静待高僧社工长应福间之请, 加持祈祷降雨, 为九祥福一龙, 入于社工之, 瞬间乃降大雨。 后世禅灵中转指通达佛道者于行住坐卧之间所显现之自由欲如。 永家正道歌, 大四八, 三九六上, 降龙, 解虎兮, 两股精环名利利。 梁高僧船卷石射工章, 批三千九百八十七。 降魔, 泛雨MRA, Tarjuna, 或MRA, Dara, 一击对质, 降服恶魔。 恶魔乃扰乱身心, 障碍善法, 破坏盛世, 夺取慧命者, 通常分为心内之烦恼魔与心外之天魔, 皆为修行佛道之障碍, 修行者可赖禅定或智慧力加以降伏。 同时佛菩萨为引导众生, 亦需以定慧之力降伏魔害。 例如, 不动明王所持之剑称为降魔剑, 此即其象真之意。 传说世尊在菩提树下端坐时, 即有群魔来袭, 然竟为世尊逐退, 而后终成阵等阵诀。 故降魔意为世尊八象之一。 世尊降魔之世纪, 诸今所宰甚多, 如佛本行经卷三降魔品, 佛所行暂卷三破魔品, 普要经卷六降魔品等均详举之。 自古描绘世尊降魔图像之造力甚甚, 其最著名者, 乃印度阿湛多石窟第一窟正面佛堪前世右臂之世尊降魔成道图, 被推定为七世纪之作品。 此外, 右手垂膝上, 左手提一之印香, 称降魔印。 右足至左骨之上, 父以左足压右骨, 手翼以左居上之结加夫坐, 称为降魔座。 无量寿经, 圣无动尊以自出生八大童子密药法品, 磨喝止关卷八, 批3987。 降魔印, 即降服恶魔之印象。 截此印时, 右手垂于膝上, 左手捉袈裟之衣角。 另据密教欢喜母爱子成就法所在, 其印相亦于上举, 细二手内腹, 二小指相钩, 二无名指各入左右之虎口, 二中指数合, 二十指各年二中指之背, 二母指各年二中指之终结, 称为降服印。 批3987。 面目裂开, 禅灵用语。 面目, 指自己本来之星星, 为从自己本来之星星获得解放, 以及断除剑或而得法眼镜。 批3988。 面门, 范语木可。 有三式, 一, 指口, 二, 指面之阵容, 三, 指鼻下与口上之间。 北本涅槃精卷一大一二, 三六五下, 从其面门放种种光, 华岩精探玄技卷三, 大三五, 一五一中, 面门者, 朱德有三式。 中略, 金氏一范语, 称面己口并门西明墓区, 范木可, 事故藩此墓区未面门也。 故知此中通举其事。 八十华岩精卷一批3988。 面前一丝, 禅灵用语。 指眼前之一景一物。 必言录第九十则, 大四八, 二一四下, 生前一句, 千圣不传, 面前一丝, 常识无见, 批3988。 面兽口诀, 略称面兽。 为当面口受法药。 特指师资, 图, 相对时, 师者口受法义上之药指。 批3988。 面兽相成, 又作面兽四法, 面兽正传。 为师家与弟子面对契合, 从而行佛法相成之仪。 于禅宗, 特为强调自世尊以来, 师资, 图, 知传受佛法, 如一气之水, 经过面兽相成, 更传于一气。 批3988。 面壁九年, 指菩提达摩面壁九年之故事。 又作达摩面壁九年, 九年面壁。 据祖庭世院卷三载, 达摩玉指松山少林寺时, 面壁宁坐, 终日莫然, 如是九年, 仍称之碧观婆罗门。 然历代法宝记则载其居松山为有六年, 九年之语孔系传法正宗记卷五之说, 为达摩于梁浦通元年, 五百二十, 欲指松山, 至大通二年, 五百二十八, 入灭, 其间共九年。 后世禅宗门人遂自然念出九年之说, 而有, 面壁九年, 之语。 世事要揽卷下, 从荣禄第二则, 第二十三则, 普济禅诗语录卷上, P3988。 面墙单板, 禅灵用语。 面墙而坐着, 眼目局于一方, 单板而行着, 只见前方, 不能见背后。 鱼与丛林中, 隐身未因无知而堕于偏见。 从荣禄第七十一则, 大四八, 二七二上, 埋没自己也, 隐气吞声, 带类仙宗也, 面墙单板, P3988。 隔, 范语, LAT, RK, 又坐落, 指山算, 又说极谢, 其夜四谢而后, 为五星之一, 佛门弟子不得识, 若识之, 则范清够罪, 范网金卷下, 大二四, 一零零五中, 若佛子不得识五星, 大蒜, 格, 瓷, 蓝, 星渠, 是五种一切识中不得识。 若顾识者, 犯清够罪。 参阅, 五星, 一千零九十九, P3988。 微博, Weber, Albrecht Friedrich, 1825-1901, 德国印度学, 语言学学者, 1856-1901年间任柏林大学教授, 致力于费陀学之振兴, 且确立梵文文学, 语言学, 文献学等方法论。 曾动员其优秀门生, 共同教定, 翻译, 出版白夜柔费陀, The White Leisure, Fedon 1849-1859。 既知, 为《金刚争论》, 1860, 与黑夜柔, 1871-1872, 之校定出版。 其后, 又集合印度学各部门门生共赴研究而有, In this study in 18Vos, 1849, 1878之大哲问世, 此书与印度学之复兴以及大冲击力。 识人尊位德国印度学之中心实力派, 主要著作包括, Birdai Literature Adadeus Malfeida, 1849, In this study in San Vos, The History of Indian Literature, 1878, Birdai Matrix Der Inder, 8 Vos, 1863, P3989, 唯陀论, 请参阅明论。 唯陀论师, 唯陀, 范明飞啊, 又作皮陀, 皮陀, 废陀, 意义作智论, 明论。 印度古代二十种外道之一, 据外道小陈涅盘论所在, 此一外道主张一切万物, 物均为梵天所造, 而梵天则自皮施奴, 梵Viu, 之其中所生出, 并为婆罗门生自梵天之口, 杀地利生自梵天之两臂, 肺舍生自两臂, 手陀罗生自两脚跟, 又为大地乃人类修行福德之道场, 一切大地所出之华草乃作为公养梵天之用者, 朱秦寿朱阳等乃梵天所化, 故以之为牺牲公养, 可令比等的生梵天。 盖此类思想大多演自印度古奥义书, 范Upeniat, 及摩赫婆罗多, 范Maph B.H.Rader, 之中。 大制度论卷八, 石柱皮婆沙论卷十, 分别功德论卷一批3989。 唯提西夫人, 唯提西, 范明菲得, 巴黎明菲得。 又作炳陀提夫人, 啤提西夫人, 废提省夫人。 亦亦魏斯圣夫人, 圣妙申夫人, 圣申夫人。 中印度摩接陀国平婆娑罗王之夫人, 阿舌氏王之生母。 衣冠无量寿经所在, 阿舌氏将其父王平婆娑罗幽避于七众之世内, 企图将其饿死, 夫人以苏密合图于身, 朱英洛圣江, 网探平婆娑罗, 而处怒于阿舌氏, 故意背境。 两人乃于禁闭处念佛, 求佛为之说法, 佛遂显神通, 为之言说观无量寿经。 故知净土法门, 乃佛因为提西夫人而说, 杂阿含金卷四十六, 汇印三魅金, 初药金卷二十, 批三千九百八十九。 维斯特格, Westergaard, Neos-Ludwig, 一千八百一十五, 一千八百七十八, 丹麦之东方学学者, 曾有学于伦敦, 巴黎, 后至印度, 伊朗等地旅游, 且协回大量古文书与考古学资料。 1845年任戈本哈根大学教授, 金言阿凡士塔著, Zandavesta, 与古典波斯语, 这有Journal of the Northern Society of Antigrists at Copenhagen, Redices Linguists and Scriti, 1941, Berbentessensite Rome during this championship, 1862, 后者乃自丹麦文艺卫德语者, 为考证佛陀入灭年代之最佳资料。 另有, Zandavesta, 之教定出版, 1852, 1854, P3, 1990, 维达, 民国人, 香港大学文学硕士, 英国皇家艺术学院院士, 英文造诣甚深, 民国54年, 1965, 曾与吕港佛学名家罗石县组成香港佛教法相学会, 专宏为十法相之学。 此外, 曾亦, 成为时论, 为英文, 于六十三年在香港出版。 P3,990, 维达天, 维达, 泛名Skanda, 巴黎明Kanda, 又坐塞建陀天, 司建陀天, 建陀天, 维达天, 或称为将军, 维天将军。 本位婆罗门教之神, 又称家纸吉业, 范Keldikea, 一一六面子, 纠摩罗, 范Kamara, 巴童, 一一童子, 善范, 范Sabram, 巴童, 原为战神, 有六头十二臂, 手之弓箭, 其孔雀。 此神之崇拜最初流行于南印度, 五世纪后传到北印度, 被大臣佛教吸收而为迦兰之守护神, 为南方增长天八大将军之一, 乃四天王下三十二将军之首。 身而聪慧, 早离晨御, 修清净范形同真之夜。 受佛陀父主而正护东西南三洲, 东圣深洲, 西牛祸洲, 南善步洲。 试传佛陀涅磐石, 截及轨道取佛牙衣双, 为陀天乃及追取孩。 其形象深着甲咒, 合掌, 万捧宝剑。 于我国, 自唐初之道宣律师赶得其象后, 各处之嘉兰军设有其神像。 有关其名称, 金光明金卷三鬼神品称之为为陀天神, 亦敬所亦之金光明最圣王金卷八则亦作赛剑陀天, 又金鬼中多称为赛剑陀或剑陀天, 而不作为陀天。 盖金光明金所祭之为陀天系为剑陀天之物写, 梵雨映一座司剑陀。 惠灵音一卷二十五, 大明三藏法术卷四十六, P3990。 唯陀天上堂, 禅灵用语。 从灵中, 特指于库院里, 典座等位大众之说法。 P3990。 唯陀天讽经, 即每月五日, 早刻讽经之后, 于唯陀天尊相之前, 讽诵班若新经, 萧灾咒等回向, 称谓为陀天讽经。 迎山清规卷上月中行事, P3991。 音译, 解释文字形态, 发音, 语译之典籍。 我国很早及有一般史书, 经书之音译典籍, 例如佛典中有刘宋惠瑞之十四音训续, 北齐道会之一切精英, 然此二书皆以一诗。 至唐代, 有玄印之一切精英义二十五卷, 会愿之心义华严精英义两卷, 会灵之一切精英义百卷, 西灵之序一切精英义十卷等。 上列诸书之语会排列皆以原本之顺次而定。 即至北宋, 触观之绍兴中雕大藏英三卷则以汉字部首排列, 为一种字典体材之音译著作。 日本传述之音译类书, 盖以万页甲名语和训, 日语读法之次序, 编排而成者, 例如大班若经音译, 经锦存中卷, 汉文著世教详细者有众算之法华经世文三卷, 与姓锐之净土三部经音义及四卷。 上有实用音训, 日语读法之次序, 与骗甲名之行识者, 例如星空之法华经音义二卷等。 初三藏祭集卷十五道安传, 开源世教路卷八, 宋高僧传卷二十五, 中国佛教史籍概论, 成员, 卷三, 卷四, 批三千九百九十一。 阴身佛事, 人于耳根者, 称为阴身。 佛记度众生之事业, 或以光明, 或以佛身, 或以相反, 衣服, 卧具等, 总称为佛事。 在娑婆世界中, 不依他种方法, 而独以阴身未说法, 称为阴身佛事。 唯摩金香基佛品, 金光明玄一卷二, P三千九百九十一。 阴响人, 范语功, 奉仁玄一卷二, Dharma, KMTI。 三法忍之一。 又作随顺因祥忍, 随顺因生忍。 其意有三, 一, 为随顺佛菩萨说法之音生, 而能知诸法道理, 安住于法。 二, 为往生极乐世界之人, 闻七宝树灵之音生, 而误解无而似有, 非有而有之理。 慧远之无量寿经一书卷下, 大三七, 一零六上, 寻生误解, 知生如想, 明音响人。 三, 为听闻真实之法, 而不经, 步步, 不畏, 并性解受持, 爱悦顺入, 休息安住。 六十华言卷二十八, 无量寿经卷上, 月灯三昧经卷二, 无量寿经连艺术文赞卷中, 无量寿经绘书卷五, 无量寿经济卷上, 参阅, 三法人, 五百七十一, 批三千九百九十一。 风, 一的, 水, 火, 风四大种之一。 二一般之风, 例如, 极乐庄严之一, 列举有八种清风, 极止字八方而起之自然清风, 或止有八种殊胜特质之风。 三指人体内所存有的一种无形气息, 活风, 或极止, 能, 而言。 婆罗门教集数论派均言有如下之五风, 医数论派之解释, 即, 一, 呼吸, 泛PRA。 二, 怕见耳缩臂之风, 泛APNA。 三, 胜他之风, 泛UDNA。 四, 充满于身内, 若离身则死之风, 泛FYNA。 五, 维持身心之风, 泛FYNA。 四, 作为辟欲, 只能煽动人心之八种世间进风, 吉利, 摔, 回, 欲, 撑, 激, 苦, 乐。 参阅, 八风, 292, P3991。 风刀, 又作刀锋, 无人灵命中之时, 体中之风大动摇, 身体分解, 其苦如以利刀刺之, 故称风刀。 依显宗论所言, 为人若好发恶言, 击刺他人, 随时不识, 商切人心, 则当招风刀之苦。 摩喝止观卷四, 事事要揽卷下, P3992。 风三昧, 风奋训三昧之略称, 乃只能兴起大风之禅定。 三昧, 为禅定之义称。 其猛烈之风, 分散身体诸部分之禅定, 称为风三昧。 摩喝止观卷一, 大四六, 一上, 阿南河中入风三昧, 四派其身, P3992。 风天, 范明妃义, 八丽明童。 英译作语, 妇语, 婆语, 婆有, 伐游, 又作风神, 风大神。 为密教十二天之一, 护士八方天之一。 本为印度之风神, 与日天, 火天并称沸陀三神。 及寄予名誉, 福德, 子孙, 长生之神。 在佛教中, 为守护西北方之神。 于新华言经卷一举出无碍光明主风神, 朴现永夜主风神, 飘及云状主风神, 静光庄严主风神, 力能解水主风神, 大声变后主风神, 数秒锤记主风神, 所行无碍主风神, 种种宫殿主风神, 大光普照主风神等十种风神之名, 此十种风神各具解脱门, 出现世间, 可令重盖弥障之众生皆的解脱。 于密教胎藏界曼图罗中, 列为外金刚苑之西北渝。 该神皆以老人姿态出现, 即白虚, 深沉赤黑色, 带观, 者甲咒, 右手持撞翻, 左手按腰, 有时则成。 不空所神便真言经卷十二, 供养十二大威得天报恩品, 大日经义士卷七, 翻译名义及卷二, 批三千九百九十二。 风心, 即大日经所说六十种望心之一, 如风之散乱不住, 不能专制一心。 大日经驻星品, 大一八, 三上, 云和风心。 为一切触发其畏性。 大日经书卷二, 批三千九百九十二。 风方, 西北方之义称。 佛教以风天为西北方之护方天, 故称风方为西北方。 批三千九百九十二。 风火为散, 又作火风为散。 风火, 乃的水火风等四大之总称。 四大为一切物质之构成基础, 以因缘之和和而聚散。 故风火为散即为生命由存续而为死灭。 景德传灯陆卷石长沙井岑藤章, 大五一, 二七五下, 有僧问, 蚯蚓斩位两段, 两头巨洞, 为审佛信在阿那头, 诗云, 妄想作魔, 僧云, 真奈洞合, 诗云, 乳其不知火风未散, 批三千九百九十三。 风仙论师, 印度古代二十种外道之一。 又作风论师, 此外道以风为万物之声音, 为风能生成, 破坏一切万物, 遂以之为涅槃与解脱之音。 据大日经书卷一载, 三十种外道中之第二的等变化外道, 直于地、水、火、风、空等五大未真实, 以其为万物之声音, 若供养成是之, 即得解脱。 其中, 执着风大者, 或即讽先论师。 大日经卷一柱新品, 外道小陈叶盘论, 批三千九百九十三。 风雪一辰, 禅宗公暗明。 乃汝洲风雪岩找禅师之垂语。 又称风雪家国兴盛, 风雪若立一臣。 据碧言录第六十一则, 大四八、一九三中, 风雪垂语云, 若立一臣, 家国兴盛, 不立一臣, 家国丧亡, 血斗粘主杖云, 还有同生同死底纳森摩, 盖平等一厢之本体, 空空计计, 不见一物。 然于其上, 若立一臣, 即动毫离, 有山有河, 有迷雾, 有染静, 有佛凡, 有苦乐, 历然罗列千差万别之相, 反之, 不动一臣之为, 就无迷雾, 染静, 苦乐之别, 是存待用现前之境。 则此二级非二, 二级不二, 利与不利, 兴盛与丧亡, 正是同生痛死之机。 血斗粘主杖全体活用, 即见其所以。 血斗之颂, 大四八, 一九三下, 也老从教不斩眉, 且图家国力雄击。 谋臣猛将今何在? 万里清风止自之。 宗门筒要续集卷十一, 连灯会要卷十一, 批三千九百九十三。 风血铁牛姬, 禅宗公暗明。 乃风血岩找禅师接化弟子之姬法, 又称风血铁牛。 出自碧岩路第三十八则, 大四八, 一七五下, 风血在尹周崖内, 上唐云, 祖师心印, 壮似铁牛之姬, 去即印柱, 柱即印破。 只如不去不住, 印即是。 不印即是。 时有卢碑长老初问, 某家有铁牛之姬, 请师不答应, 血云, 灌掉金泥尘巨镜, 却皆挖不碾泥沙, 碑注丝。 血喝云, 长老何不尽语, 悲你意, 血打一福子, 血云, 还记得化头魔。 试句看。 悲你开口, 血又打一福子。 木主云, 佛法与王法一般, 血云, 见各什么道理, 木主云, 当断不断, 反朝其乱, 血便下作。 风血云, 祖师心印, 壮似铁牛之姬, 以此喝破此则公暗之眼目。 铁牛乃黄河之镇守神, 其行蒙大, 为铁制, 因其为铁, 故洪水不能动, 为神, 故能护合。 如死牛活牛, 全无着手处, 故以铁牛之姬表祖师心印, 来显人人之心印。 故雪斗宋云, 大四八, 一七七上, 秦的炉碑跨铁牛, 三玄歌甲味清愁, 楚王臣叛朝宗水, 喝下层令却倒流, 批三千九百九十三。 风光可爱, 禅灵用语。 形容禅者之风采光仪, 或其机用之洒脱可喜。 碧言录第四则, 大四八, 一四三中, 德山被雀法堂, 这草鞋变形。 风光可爱, 公案未圆, 赢得向上力, 失雀脚下鞋, 已是丧身失命了也, 批三千九百九十四。 丰厚先生, 禅灵用语。 又作丰厚先生, 一级灵力汉。 丰厚, 为上古之人, 皇帝常于梦中见之, 后乃求之为宰相, 禅灵中, 转至能契机入里之灵力师森。 碧言录第七十三则, 批三千九百九十四。 风色, 取风之无色, 辟纸物之无。 其用语亦如兔角, 龟毛, 岩香等, 皆为世间之所无。 诚实论卷二, 批三千九百九十四。 风信常著, 禅宗公暗明。 马骨宝彻禅师某次遥善, 僧乃问, 万序一三八, 五灵上, 风信常著, 无处不周, 和尚为什么却遥善, 马骨曰, 你只知风信常著, 且不知无处不周, 于此公案中, 风信即指佛性, 法性。 佛性, 法性乃普遍常著者, 犹如风信之无处不周。 故遥善则何处何时亦否出, 不遥则不出。 若问风常著普遍, 故不必用善, 则落外道见解, 正以本来本法性故, 发心修行使能成就菩提涅槃。 五灵会圆卷三马骨宝彻章, 连灵会要卷四, P3994。 风戒, 范与VU, DH2Stay, 八粒与铜, 四戒之一, 又称风大, 戒, 含有性, 能持, 差别等意, 风能持自性即所造色而不改, 故称风戒, 其以动转位性, 以令物增长胃液, 是未造作一切物质之四元素之一。 据舍论卷移, 参阅, 四大, 1649, P3994。 风蟹, 指头皮。 禅院青龟卷移腹粥饭, 万序111, 四四一下, 不得抓头, 令风蟹堕于坟中, P3994。 风玉石经, 位于山西省太原县西, 龙山与蒙山间之盆地有一封洞瓷, 其内藏制刻有华严金之石柱, 石柱高1.4公尺, 宽约6公寸, 四面刻字, 石柱共有126, 一说124, 跟。 其制作年代, 据报书庭及与金石翠编所在, 乃在北齐天宝年间, 550, 559, 然其字体概属五周星字, 且华严金系唐石所译, 则讽玉石经当成于唐代以后。 P3994。 风神雷神, 泛名Fiu Garcetadofatiu, 为千首观音之眷属, 安置于二十八部众之中。 其形象, 风神被一袋囊, 乘发风之状, 雷神则手捧连骨, 成形空明雷之相。 P3995。 风航, 为船之顺风航行, 用以辟域净土门之一行。 往生论柱卷上, 大四陵, 八二六中, 此无量寿经幽婆提舍, 盖上眼之极致, 不退之风航者也。 P3995。 风济, 指风轮之济底。 风轮乃世界之最底部, 凡尘一世界必先立于虚空之上, 此虚空者即空轮。 依此而上升风轮, 水轮, 金轮, 进而渐身虚迷四周。 参阅, 风轮, 三千九百九十五, 批三千九百九十五。 风帆化, 禅宗公暗明。 六祖会能受五祖红忍复法后, 欲止于广州法姓四, 于一幕夜, 风吹沙帆, 文二森争论, 一森位, 风动, 一森位, 帆动, 六祖乃位, 大四八, 三四九下, 不是风动, 不是帆动, 人者心动, 以此公暗显示万法违心, 竟随心转之理。 六祖谈经, 批三千九百九十五。 风轮, 范语非语, 马尔阿, 为大第四轮之一, 乃世界之最底部。 世界之臣必先立于虚空之上, 称为空轮, 依此空轮而上升风轮, 水轮, 金轮, 和称四轮, 四轮之上乃有九山八海。 风轮其广无数, 后有十六亿余善纳。 其体歼密, 甲令有一大诺剑纳, 以金刚轮奋威及之, 则金刚碎尽, 而风轮无损。 称之为轮, 乃取其形横圆, 其体歼密之矣。 据舍论卷十一, 卷十二, 批三千九百九十五。 风轮三昧, 五轮三昧之一。 三昧, 禅定之一称。 只泛行者修禅定而起之智慧。 此智慧原容无碍, 能摧破一切烦恼, 犹如风之空行自如而畅行无碍, 能动转万物且破坏之, 故有此名。 批三千九百九十五。 风轮坛, 又做风轮曼陀罗, 风坛, 半月坛。 为密教用于增益法或降伏法之身玄色半月形之坛。 风轮为半月形, 故又称半月坛。 曼陀罗, 梵与马尔罗之音义, 吉坛之义。 大日经卷三昧的出现品, 大日经书卷十六, 批三千九百九十五。 风颠, 清初森。 陕西人, 俗姓礼。 身足年不祥。 十四岁取妻。 十八岁时, 一夜猛醒万物之无常, 与三界之如火宅, 乃姓口道, 一十四岁配姻缘, 可笑夜夜半鬼眠, 似恩无意经消物, 在部落他火坑间, 及其往西山四出家卫僧。 苦生六载, 以夜闻古风而大悟。 这有余路六万余言。 西安城西南于有风颠洞, 内有诗之作画真生。 批三千九百九十五。 飞天, 飞于空中, 以歌舞香花等供养诸佛菩萨之天人。 印度自古以来即盛行飞天之传说, 故于各大佛教遗迹中, 飞天之壁画, 必雕不乏其理。 叫著名者, 有路野院及墨兔罗伯物馆所藏石造世家说法像, 其像之光背上即刻有二尊动感十足之飞天。 令如浙江浦陀洞珊法语四玉佛殿之三尊相, 于周行后光之中亦有数尊飞天之雕刻, 其飘动之天衣, 宛如火焰。 批三千九百九十五。 飞行, 自在飞行于虚空。 六通中之如一通, 神通业者, 彼等金行于虚空, 犹如飞鸟。 阿匹潭甘露未论卷下, 批三千九百九十六。 飞行仙, 为伦延经所说十种仙之一。 此仙恒常飞行于空中。 伦延经卷八, 大一九, 一四五下, 兼顾草木而不休息, 要道远程, 明飞行仙。 参阅, 十航仙, 四百三十, 批三千九百九十六。 飞行夜叉, 夜叉, 泛语月K之音译, 意义未威德, 慈济, 解极。 系立属于皮沙门天, 而注于刀立天之鬼类。 顺正理论卷三十一, 大二九, 五一七下, 大事鬼者, 为诸要插及罗杀缩, 宫叛徒等, 所受复乐与诸天同, 或一树林, 或柱林庙, 或居山谷, 或处空宫, 大制度论卷十二则举出的行, 虚空, 宫殿等三种非行夜叉。 其中, 得行夜叉可得种种欢乐音乐饮食, 虚空夜叉有大力, 所至如风, 宫殿夜叉有种种娱乐变身之物。 此皆依过去不失之差别而有益。 诸为摩金卷一亿味, 夜叉有三种, 即, 一的夜叉, 二, 虚空夜叉, 三, 天夜叉, 的夜叉应失财, 故不能飞空, 天夜叉应失车马, 故能飞行。 此外, 珠夜叉神飞行于空中之技术, 于珠金中常可见之。 P3996 飞来风, 又称灵旧山。 位于浙江省灵影, 天竺两山之间。 风高不过160公尺余, 或200公尺。 却以怪石, 阎洞称其于武陵珠山。 飞来风处处怪石灵循, 视若浮悬, 形状其为万态, 无意相消, 而藤罗离坯, 古木穿腹, 聪欲苍翠。 相传静代贤和年间, 僧人会礼曾登此山, 见此风行事, 即四中天竺国陵旧山之小陵, 即宜游天竺飞来, 故号其风位, 飞来风。 风前之灵影四一世会里所见。 飞来风路有洞穴数十处, 刻有从五代至元朝之三百余尊时堪佛, 其中以观音洞最著名, 洞壁雕满大小佛像, 而以多宝天王像, 弥勒像, 罗汉雕像, 阎窟中之三宝佛像等持明远近。 飞来风之金光洞令有无数精美时刻, 例如洞口石壁上之十一尊卢舍纳佛福雕位 宋真宗甘心元年, 1022之作品。 飞来风磨牙上之三面八臂菩萨像, 大约魏元带作品。 此外, 毕上雕刻之布带和尚与十八罗汉造像, 相传魏元森杨脸真家之作品。 P3996 飞花落叶, 未读绝尘之人, 读入于林中, 见飞花落叶, 感知世间无常之理, 因而开悟。 P3997 飞鸟之, 禅灵用语。 鸟飞于空, 勒魔痕, 故以此语比喻物体无有实体性之真理。 P3997 飞丹, 禅灵用语。 又坐日丹。 从灵中, 复四或库头每日签订全四收之, 乘于方丈, 称为日丹。 因一日所记条目不多, 数指往来如非, 故称飞丹。 此外, 飞丹每月一节者, 称为月丹, 每十日一节者, 称为寻丹。 赤修百丈轻规卷四负四条, 禅灵向器间卷十六, P3997。 飞说破, 禅灵用语。 禅灵中, 首座与大众来往交锋仇达之际, 突然呈出机要法具以挑战之, 称作飞说破。 P3997。 飞溪, 以为僧侣行脚游离各处。 西, 及西丈, 比丘十八物之一, 为僧侣外出十斜行之物。 飞溪之外, 其同类用语上有寻西, 助西等。 二唐代僧, 集冠, 身族年皆不祥。 神器高渺, 十量绝群, 通晓如墨, 善于文笔。 长揪律仪, 后修密教, 多索清正。 代宗永太元年, 七百六十五, 奉赵宇良奔等十六人参与北天竹大义经家不空之一场。 于大明宫内亦有人王护国班若经二卷, 秘延经三卷等, 颇受重视。 又曾这念佛三昧宝王论三卷, 宣扬净土。 令这有无上申妙禅门传及法宝, 是往申净土文各一卷。 真元旭开元式教路卷中, 宋高僧传卷三, 卷八会中传, 卷二十四楚经传, 批三千九百九十七。 非其将军入卢庭, 禅陵用语。 典故出自汉朝李广之故时, 某次李广遭匈奴所录, 乃杨庄已死以七番将, 其后赴四姬夺马脱逃。 禅陵中, 转至于丧身失命之处, 由能冒大显已自求生姬者。 必言录第四则, 大四八, 一四四中, 非其将军入卢庭, 免。 拜君之将, 无劳再斩, 丧身失命, 批三千九百九十七。 十, 范与HRA, 八粒与同。 牵引, 长养, 持续之义。 即牵引, 养育众生之肉身或胜者之法身, 而使之存在, 并永远保持其状态以及触等精神作用, 心, 心锁, 之饮食。 三界中能常养肉身之食物, 称作世间食, 常养物质, 法身, 之食物, 称出世间食。 凡此, 总别为九种类, 九食。 一, 世间食有四食, 即, 一, 断食, 易坐揣食, 团食, 剑取食, 即以香, 胃, 触等色法胃体之饮食, 滋意诸根。 二, 触食, 易坐更乐食, 乐食, 温食, 即精神之主体透过感觉器官, 有取外境, 客体, 食所起主客接触作用的心之作用, 依此能常养感觉, 易智, 或滋意肉体, 故称为食。 三, 思食, 易坐易思食, 念食, 易食, 夜食, 即易智之作用, 思, 祈求自己所好者存在之状态, 以其能延续生存状态, 故称为食。 四, 食食, 指精神之主体。 一前三食之势力能造作未来果报之主体, 以其为保持生命之主体, 故称为食。 一切有漏法具有将存在者继续生存于世间之作用, 其中特以此四食具此作用最危险者, 故称为食。 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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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思, 十等三食通于三戒, 然断时仅于欲戒。 覆次, 依五趣, 四身等有情之存在状态不同, 其主食有益, 又依四食生存者有凡胜之居别, 分位, 不敬依止住时, 欲戒凡夫之四食, 静不敬依止住时, 色戒, 无色戒众生之三食, 清静依止住时, 身闻, 圆觉之四食, 但有学位静不静依止住时, 与能显依止住时。 能显依止住时又称是现, 依止, 住时, 即读佛菩萨之四食。 二, 出世间时分位, 一, 禅月时, 即行者以禅法资益心神, 的禅定乐。 二, 法喜时, 即行者文法欢喜, 增长善根, 资益慧命。 三, 愿时, 即行者发红誓愿, 欲渡众生, 断烦恼, 正菩提, 以愿持生, 长修万行。 四, 念时, 即行者常一尺所得出世之善法, 心存定义, 互念不忘。 五, 解脱时, 即行者修出世盛道, 断烦恼业妇, 不受生死逼迫之苦。 此出世间五十之名, 出自华言经书卷二十八, 然于增益阿含经卷四十亿所说之名称则略异。 禅乐等五十即依禅定之力, 正愿, 正思, 离烦恼之自由, 学佛法之喜悦, 以此五者能养育物种并保智慧之生命, 故称为时。 上计之四十, 世间十, 与五十, 出世间十, 何称九十, 又称九种十。 三, 眼、耳、鼻、舌、身、 义等六根, 以其各衣棉、 身、 香、 胃、 细滑、 法来保养、 故眠等以食未育, 而称为六种十。 六十再加上不放异、 涅槃之食, 并称为七种十。 四, 一切食物归纳为五类, 即饭, 麦豆饭, 肉、 饼, 或, 饭, 干饭, 鱼, 肉, 称为五种菩萨尼食, 又称五淡食, 五正食。 菩萨尼为饭与, 侯真一之因益, 益止食物, 即卵食。 其他如汁, 叶, 花, 果, 细末磨食, 或根, 金, 叶, 花, 果等五种名为五种驱蛇尼食, 又称五种磕淡尼食, 五嚼食, 五不正食。 驱蛇尼为饭与K.H.D.A.之音益, 益止咀嚼之物, 即坚食, 以上合称二类食种。 此外, 再加上五种蛇耶尼食, 酥油, 生, 酥, 蜜, 食蜜, 即为食五种食。 其中所称之正食, 细为摄取足食, 满足之饮食, 之乙。 于蜜教中, 乳, 酪, 精米称三白食或三进食, 细为修法之计, 行者所用之饭食。 五, 比丘尽食具有生气之食物, 去生气之食, 有五种方法, 即, 火镜, 刀镜, 爪镜, 分别用火, 刀, 爪来调理, 粘干镜, 自然干燥, 与鸟酌镜, 以鸟酌汁, 等五种, 或拔根镜, 手折镜, 截断镜, 批破镜, 无子镜等五法, 但有意说, 以此所得之清净食, 称为五种净食。 六, 出家者允许启食生活之正命食, 而以其他之生活方法为邪命食, 遂加以净止。 邪命食分为, 下口食, 医根座, 卖药等, 养口食, 医天文, 术术等学, 方口食, 医权式, 富豪食于四方, 与四围口食, 医瞻补及凶等。 七, 有关饭食之时间, 食食, 佛教教团规定出家者当位从朝至正五之间, 过此时而食, 即非食食。 相传早朝乃诸天用食之天食食, 日五为佛定制之出家食食, 称法食食, 日暮为畜生之食食, 夜中为鬼神之食食。 以上称为四食食。 八, 摘食以外之周为不正食, 自古即为早餐食所食用, 演至后世, 寺院之朝食, 周, 与中饭, 饭, 合称周饭, 但至后来亦用未细食。 于禅宗寺院, 周称为小食。 为特定之人所作之饭食, 称作特味饭。 于饭食之计, 畅念咒文或佛名以示感谢者, 称为畅食。 增益阿含经卷三十一, 皮罗三昧经, 根本说一切有不皮奈耶卷三十六, 据舍论卷十, 佛的经论卷一大制度论卷三, 参阅, 敬肉, 四千六百九十七, 戒六千五百四十六, 批三千九百九十七。 十三十, 据法院诸林卷四十二载, 十未行道而不畏一生, 修道之人于受食时需作如下三愿, 一,于出下池时, 心虚想念, 愿此生一切生, 口, 亦恶业, 西皆断尽。 二, 于赐下池时, 心虚想念, 愿此生所修之一切善法, 西皆圆满具足。 三, 于后下池时, 心虚想念, 愿此生所修之善根, 回师众生而普共成佛。 P三千九百九十九。 十三德, 据南本大班涅槃经卷一载, 朱优婆塞奉佛共僧之时, 具有如下三德, 一, 静节, 清节而无有婚会。 二, 清软, 柔软干涸而不粗色。 三, 如法, 随时错办, 制造得宜。 参阅, 三德六位, 六百七十, P三千九百九十九。 食肉时过, 法愿朱林卷九十二载食肉者有时过, 一, 众生是己轻, 为一切众生轮回于诸道, 互相生育而地位眷属, 以此因缘, 故所食之肉无非亲属。 二, 见身经步, 一切众生皆互生习命, 若欲食肉之人则经不远离。 三, 坏他信心, 世间行善之人若见僧者食肉, 即生毁谤之心, 以为佛门中无有真实修凡行者。 四, 行人不应食, 菩萨未求出离生死, 当修慈悲之行而少欲知足, 故不应食肉。 五, 罗沙习气, 罗沙, 急速急鬼, 习气, 即先逝于习之气氛。 魏沙门于肃室中曾坐罗沙之眷属, 今虽出家在佛门中, 然因往习之于习, 故见食肉者欢喜清净。 六, 学术不成, 学道之人若好食肉, 则污染犯行, 于如来无上圣道, 出世解脱等, 不得成就。 七, 生命同己, 学道之人应起慈心, 帝观一切众生之习命为此与己无别, 故当户习之。 八, 天圣远离, 食肉之人, 诸天圣人皆厌恶远离而不喜清净。 九, 不敬所出, 一切畜生已素因不敬之业, 而成不敬之身, 其所食但又多不敬, 学道之人欲修饭行而食彼肉, 则亦未不敬。 十, 食堕恶道, 食肉者必尝杀害身处之性命, 恶业日积, 故命中后应堕恶道。 P3999, 食卫, 又座位。 从临终, 于僧堂内每人有固定之座位, 凡进食等式, 皆就位而行。 P4000, 食作法, 于饭食之计所行之作法。 出家之饭食原以起食卫原则, 故有严格之规律。 戒律中关于食法有多种之智戒, 如酒食丹堕中, 有不受食, 非食食, 劝足食, 食家强作等十四种戒, 百中学中有用意受食, 平受食, 自所食, 蛇事食等二十二种戒。 此外, 如萨婆多皮尼皮婆沙卷七, 大比丘三千微移卷下, 沙弥十戒并微移, 正法念处经卷六十一等一皆详举有关食法之规定。 于南海济规内法船卷移受斋规则中, 亦经常详细计数当时行于印度之斋食法。 在我国, 道宣以来圣卫强调教界律仪, 于其所者之教界新学比丘行护律仪中, 有关二十十法之规定有八十条, 十乐处堂法有十条, 洗法有十七条, 护法有十三条。 另于世事要揽卷上之中十条则举出十十之五官作法。 禅宗赤修百账轻规卷下一列举大众张日用规范等条。 一律规定, 一日一时, 过五而时未非时时, 乃系违背戒律, 故必五时而时。 关于时时之作法, 有斩, 受时, 咒愿, 观念, 洗, 说法等诸规定。 参阅, 五官, 一千两百一十五, 戒六千五百四十六, 批四千。 食物诸经论中, 曾列举多种食物名称。 一般有饭, 干饭, 肉, 鱼等五种。 另有五嚼食, 又作五不正食, 例如根, 金, 叶, 花, 果等, 与五蛋食, 又作五正食, 例如饭, 麦豆饭, 肉, 饼等, 之说。 长阿含经则有四种食, 团食, 处食, 丝食, 食食, 之说。 所谓团食, 即指普通食物。 相对于上述食物者, 有禅定, 正愿, 正念等修行者所用以养心之食, 以及长养善根之食物, 称出世间食。 而佛教持守不杀生戒, 故避免鱼肉等食物。 参阅, 十, 三千九百九十七, 批四千。 食家, 旨在家人之房舍而言。 依印度戒律, 出家人若无适当因缘, 或未得主人允许, 则不得善入食家。 四分森戒本, 大二二, 一零二七上, 若比丘, 食家中有宝, 强安作者, 波一提, 此中之, 宝, 系指珍宝事物或男女关系而言。 出家人若无故入食家, 则亦防人俗事, 招人恼恨, 故佛至此戒。 P四千零一。 时时, 未戒律所规定之尽时时间, 即日五之时。 三世诸佛之法, 以日中之时斋时, 故称时时, 过中一法, 以不得时。 依戒律所规定, 自日出至正五前许可受斋时, 过之即, 非时时。 若犯之者, 为九时丹堕之非时戒。 四分律卷十四, 大二二, 六六二下, 时者, 明相出乃至日中, 按此时未法, 四天下时已而。 非时者, 从日中乃至明相未出。 持守不非时时之法可得五福, 一, 少赢, 二, 少卧, 三, 得一心, 四, 无有下风, 五, 生安隐义不作病。 处处经, 沙弥十戒一则经, 摩赫森指律卷十七, 萨婆多论卷八, 批四千零一。 十十五关, 禅灵中, 进食之前, 需先畅诵, 十十五关文, 而观想此五条计文之内容。 禅愿清规卷一副粥饭, 万序一一一, 四四一上, 后文变锤, 和掌一时, 四座五关, 其五关文位, 一, 寄功多少, 量比来处。 二, 存即得行, 全缺硬功。 三, 防心离过, 贪等未踪。 四, 正式良药, 未疗行窟。 五, 未成道故, 应受此时。 P四千零一。 十经, 收于中阿含经卷时。 其内容说明人以爱为时, 爱以无名为时, 无名以五概为时, 乃至不信以文恶法为时等, 譬如大海以大河为时, 大河以小河为时, 乃至于西建平则以雨为时。 P四千零一。 十燕响, 范语H. Protical A. S.A.J. 巴黎语H. Protical A. S.A. 又坐时不敬响, 不耐时响, 燕时响。 时响之一, 四时夜处之一。 世间饮食由不敬之因缘而生, 观其不敬, 如肉从精血水到生, 是为浓重住处, 又如苏如烙烙从血便所成, 与烂浓无异。 以此观能远离对食物之贪者而统一精神, 故称时燕响, 系属一种根本禅定之欲被修行。 法院诸灵卷四十二, P4001。 时秘, 比喻修学佛道。 学佛道之人, 于佛所言说者, 无不幸福月顺, 犹如时秘, 中边皆甘美。 四十二章经, P4001。 食器, 净食时所用之器具。 一般有头, 粉紫, 池袋, 净金, 浮沙, 池, 刷, 丹, 食。 禅院清规卷一副粥饭, P4001。 守山三剧, 禅宗公暗明。 乃守山省念禅师皆化学人之基药语句。 从荣禄第七十六则, 大四八, 二七五上, 守山是众云, 第一巨见的, 与佛祖为师, 第二巨见的, 与仁天为师, 第三巨见的, 自救不了, 僧云, 和尚是第几巨见的, 山云, 月落三根穿世过, 守山见于学人美执着于诸佛或祖师之言教, 特侍以此三巨, 燃油呆学人打破此三巨之次地与对待, 而直探向上一巨之基法。 P4002。 守山逐臂, 禅宗公暗明。 指守山审念禅师捏起竹臂, 截断处, 被等勤见, 打开绝言之境地。 天圣广登陆卷十六如周夜现归醒禅师条, 万续一三五, 三七二下, 后由南方, 参见如周审念禅师, 师见来, 竖起竹臂子云, 不得换作竹臂子, 换作竹臂子即处, 不换作竹臂子即备, 换作什么, 师进前, 彻得直向皆下云, 在什么处, 念云, 瞎, 师言下大悟, 又禅宗无门观第四十三则, 大四八, 二九八中, 换作竹臂则处, 不换作竹臂则备, 不得有语, 不得无语, 宿道, 宿道, 即备处皆非, 有言无言亦错, 当离此二念, 方能见到自在之转处, 五灯会员卷十一, 宗门统药续集卷十一, 宗门粘谷会集卷三十九, 批四千零二, 首山念和尚语录, 请参阅首山审念禅师语录, 首山审念禅师语录, 拳一卷, 全称汝州首山念和尚语录, 又座首山念和尚语录, 宋代僧首山审念传, 高宗绍兴年间, 一千一百三十一, 一千一百六十二, 堪行, 收于万序藏第一一八策古尊宿语录卷八, 收录出驻守山, 四驻广教院上唐试仲语药, 吉保应南院上唐语, 小餐试仲, 近卿十二问答代语, 堪辩, 试仲济诵, 四兵主诵等, 批四千零二, 首山心腹, 禅宗公暗明, 细首山审念禅诗以心腹骑驴之事, 欲是佛的至本然风光, 古尊宿语录卷八, 万序一一八, 一二五上, 问, 如何是佛, 诗云, 心腹骑驴阿加迁, 僧云, 未审此语时聚中收, 诗云, 三玄收不得, 四巨岂能该, 僧云, 此亦如何, 诗云, 天长地久, 日月其名, 心腹指心嫁娘, 阿加指其姑, 即今所谓之婆婆, 为心腹骑驴, 阿姑千知, 本未颠倒轮次之事, 然首山以此欲众身与佛原本亦如, 不当执于尊卑上下, 心腹与阿加未亦如, 以道破心腹骑驴之当乡, 即是自信天真之境地, 武登会员卷十一, 宗门年古会集卷三十九, 批四千零二, 首山刚要, 系表示首山审念禅师之宗风之八句法纪, 禅林森宝传卷三首山审念章, 万绪一三七, 二二八上, 多哉捉郎君, 巧妙无人时, 打破凤陵关, 这削水上吏, 多哉巧女儿, 穿梭不解之, 看他斗鸡人, 水牛也不识, 四八句法纪, 十名禅林, 是称首山刚要, P四千零二, 首板, 右座首板, 板, 指森堂内之床船, 首板, 即指各床船之第一人, 与板手, 板头同意, P四千零三, 首波罗, 泛名SRP Raka或RP Raka, 巴黎明SRP Raka, 因一座苏波罗哥, 位于孟买北方之泰纳州, THNA, 即经印度西海岸之苏帕拉港, SRP RA, 自古及为海外贸易之根据地, 尊者富罗纳, 巴普鱼, 即是该地商人之子, 其后与大商对质舍未成, 巴SFAS, 欲是尊儿出家, 后反苏波罗哥传道, 既有在家姓者, 姓女五百人, 该港在佛陀时代已有贸易业者之组织, 故禁止个人之单独交易, 经中多处提及此一地名, 赚几百元金卷石, 摩赫森纸绿卷23, P4003, 首陀罗, 梵与DRA, 巴利与SATA, 右座树陀罗, 树达罗, 略称首陀, 为印度四姓中地位最低之奴隶阶级, 从事单死人, 除粪, 养鸡猪, 捕猎, 屠杀, 孤九, 兵武等卑贱之物, 乃亚利安人所征服之土著, 随着婆罗门文化之龙圣而备受压迫, 亦无任何宗教特权, 并受传统婆罗门教轻蔑为无来生之贱民, 故称为一生族, 是尊对此主张四姓平等, 并允许守陀罗阶级出家。 大制度论卷25, P4003 首座, 一僧观明 据世事迹古略卷三载, 唐宣宗大中十年, 八百五十六, 赤法师辩章为三教首座。 此为设三教首座之史, 后亦赤丰经于经论之僧为首座。 至唐末送出, 使为禅家所专用。 二僧堂六头首之一, 右座上座, 首众, 急居一座之首位而为众僧之表仪者。 在丛林, 与长老平分风月, 在眼中, 与眼主同展画仪。 势在精情, 行存洁白, 勤妄增爱, 念觉是非, 为十方疑犯之所中, 宜重道业之所系。 通常专用于禅家, 又称第一座, 座园, 立僧, 禅头, 首众等。 可分为前堂首座, 后堂首座, 立僧首座, 明德首座, 雀来首座等数种。 于僧堂内的出入板之前半段统领大众者, 称前堂首座, 于出入板之后半段统领大众者, 称后堂首座。 于首座投手之外, 别于西堂或前堂, 就其宿中则其有道博达之人, 敦请为众开法者, 称立僧首座。 于前堂首座中, 则其名誉德行特出者, 称明德首座。 一度曾认首座之遵俗, 后又受助持礼制, 再度认首座之职, 称却来首座。 此外, 僧堂内首座之座位, 称手座板, 或手座床, 手座单。 禅院轻规卷三手座条, 换柱安轻规, 赤修百丈轻规卷下两序张西序头手条, P4003。 首能颜三昧, 范语R.A.G.M.A.S.M.D.I., 即兼顾设持诸法之三昧, 为百八三昧之一, 乃诸佛及时的知菩萨所得之禅定。 右座首能颜三摩地, 首能加摩三摩体, 首能颜定。 意义座建相三昧, 建行定, 永建定, 永福定, 大根本定。 大智度论卷四十七, 大二五, 三九八下, 首能颜三昧者, 情颜见相。 分别知诸三昧行乡多少深浅, 如大将知诸兵力多少。 赋次, 菩萨的是三昧, 诸烦恼魔及魔人无能坏者, 譬如转轮圣王主兵宝将, 所往至处, 无不降服。 据首能颜三昧经卷上载, 首能颜三昧飞出的乃至久的知菩萨所能得, 唯有时的知菩萨能得此三昧。 所谓首能颜三昧, 即修至心犹如虚空, 观察现在众生之诸心, 分别众生诸根之利盾, 决定了知众生之因果等一百项。 此三昧不以一世一缘一意可知, 一切禅定解脱三昧, 神通如意无碍智慧, 皆设在首能颜中, 譬如悲全江和诸流皆入大海。 故菩萨所有禅定皆在首能颜三昧, 所有三昧门, 禅定门, 辩才门, 解脱门, 陀罗尼门, 神通门, 明解脱门等诸法门西 皆设在首能颜三昧。 南本涅槃经卷二十五位佛性 即首能颜三昧, 此首能颜三昧有五种名, 一,首能颜三昧, 二,班若波罗蜜, 三,金刚三昧, 四,狮子后三昧, 五,佛性。 首能, 亦指一切必尽, 颜,亦即间。 一切必尽而得兼顾名首能颜, 故称首能颜定为佛性。 北本大班涅槃经卷二十七, 梁亦社大臣论事卷十一, 指官辅行传红绝卷三, 华严经探玄记卷九, P4004。 首能颜三昧, 泛名R.A.G.M.A.M.A.S.T.R. 凡二卷, 略称首能颜经, 就首能颜经, 后勤揪摩罗十一, 收于大阵藏第十五册, 别本位大佛顶首能颜经, 十卷,班拉密第一, 收于大阵藏第十九册, 内容叙述坚毅菩萨问能否及正菩提三昧, 佛乃未说首能颜三昧, 永福定。 其后设立符问佛三昧是否可远离魔境, 佛遂放光明, 现一切魔境, 而以首能颜三昧降福之。 古有之楼加称, 之迁, 白盐, 竹法护, 竹书兰, 知诗轮等之别一本, 经皆不传。 佑知敏度曾就上迹之别一, 惠及之谦, 竹法护, 竹书兰等三本而作成, 和首能颜经八卷。 六朝时代颇受重视, 如法显传, 大五一, 八六三上, 佛习于此说首能颜, 法显身不知佛, 但见一击处所而已, 即于十窟前送首能颜, 停止移速, 本经自古盛行于印度, 近来于新疆发现本经之梵文断片。 出三藏记及卷七, 开原式教路卷四, 至原法宝刊痛总路卷三, P4004。 首能颜经, 请参阅首能颜三昧经, 首能颜经书, 请参阅首能颜义书注经, 首能颜经会解, 请参阅大佛顶首能颜经会解, 首能颜义书注经, 凡二十卷, 北宋子玄集, 又作首能颜经书, 系大佛顶首能颜经之注书, 收于大正藏第三十九册, 本书总分十门, 一交起因缘, 二藏成分社, 三教义分歧, 四所背基仪, 五能全体性, 六所全宗去, 七教前后, 八传义十年, 九通式明提, 识别解文义, P4005。 首颅家, 范宇洛卡, 印度计算经论之单位, 又作阿诺苏兜婆, 范奥妞阿托扎产提首颅科, 试路加, 试颅家, 书颅家, 书颅家波, 略称首颅, 意义作诵, 经论中, 不论常行或寄诵, 以满三十二字, 应节, 未一节, 一记, 称一首颅家, 另句大皮婆沙论卷十四之说, 以八字位一句, 三十二字位一诵, 诸经论之诵多依此法, 寄书写数亦依此法, 顺正理论卷十四, 中观论书卷一本, 悬应应应一卷二十五, P四千零五, 首罗比丘建月光童子经, 全一卷, 右座首罗比丘经, 收于大阵藏第八十五册, 本经为英国学者史坦英, 安慰, 斯丹, 1862, 1943, 所搜集敦煌出土骨鞋本中仪为经之一, 其首不破损, 故缺提名, 经为提友, 首罗比丘经, 本经内容混杂佛, 道二教之用语, 多有关于神仙妖术, 六朝时代所流行之观音信仰, 唯摩居士之信仰等, 显示其极佛教思想之名, 混杂佛, 道二教思想, 故本经孔系作者甲吉佛教月光童子之名称, 而伪作于道家神仙思想流行之六朝时代, 法经禄卷二, 仁寿禄卷四, 开源氏教禄卷十八, P4005 首罗比丘经, 请参阅首罗比丘剑月光童子经, 香, 范与刚他, 八粒与同, 因意味前驼, 乃比根所绣之物, 比时所分别之对象之一, 为五境, 五臣, 六境, 十二处, 十八戒, 七十五法, 百法等之一, 在品类族论卷以法运族论卷十中, 分有好香, 恶香, 平等香等三香, 大批菩萨论卷十三, 巨舍论卷一中, 则分为好香, 恶香, 平等香, 不平等香等四种香, 关于好, 恶, 平等之分类, 大批菩萨论卷十三由各种观点加以论说, 例如香即心所起之快, 不快, 非快非不快, 亦或香能否滋养, 损害我人之五官, 或非滋养非损害五官, 以及产生香之成因是由服业, 醉业, 或由四大种势力而来者等, 又另对四香之中, 等于不等之区别, 是否可由香之力量保持平衡而滋养身体, 或因不平衡而损害身体, 或是香力之强弱而定等, 凡此种种问题, 亦均加以讨论。 此外, 如鱼加湿的论卷三, 对香溢出一种到十种之分类。 由附有香气之树枝或木片等所制之成品, 即称, 香。 以其原料之不同而分类, 有丹檀香, 一座檀香, 有白檀香, 赤檀香二种, 省水香, 一座香, 未产于印度, 南阳等香木之树之之成, 丁子香, 即丁香, 玉金香, 玉金及番红花之花之所压制, 龙脑香, 刚脑之一种, 产于南阳之香木之成, 以上称为五香, 秘叫做檀之, 将之与五宝, 五谷一同埋入地中。 其他上有熏鹿香, 亦做乳香, 四松之, 加罗, 真盘, 又做真纳盘, 未寒暗褐色之树之, 或止黑省香, 安息香, 未产于南阳之香木之树移之之凝固后所制, 或是江树之磨成粉状, 等。 硬度的暑热带, 气候炎热, 故意生体购, 恶臭, 未消除体购与恶臭, 遂将笔的盛产之香木炼制成香料, 涂抹于身体, 称作涂香, 或焚烧香料, 以熏衣服与室内, 称作烧香, 熏香。 一般风俗习惯乃于寒天时烧香, 而涂香则在寒天或热天时均可, 然涂香主要仍适用于热天。 烧香, 涂香意味供佛方法之一。 依贤于经卷三, 引寝佛陀之一里有烧香之说。 在法华经卷四义味, 香, 抹香, 于道场, 寺庙撒粉末之香, 又作末香, 末香, 涂香, 烧香等, 为十种供养中之数种供养。 密教中义有二加水, 涂香, 滑蛮, 烧香, 饭食, 灯明等六种供养, 可依次配于六菠萝蜜, 如除去二加水, 则为五公养。 此外, 密教有将手腕涂香, 而后观想自己本具之五分法生者。 涂香或烧香时, 所用香之种类应修法之类别, 习栽, 增益, 降服, 而有所不同。 此外, 又是所供奉尊相之不别, 而有限用之香, 即佛不用沈香, 金刚不用丁子香, 莲华不用白檀香, 宝不用龙脑香, 杰魔不用熏禄香。 然一皮尼姆金卷五等位, 佛陀制定出家众除疗病外, 不可涂香, 故沙弥时戒中有禁止涂香之规定。 涂香时所用之香有香水、 香油、 香药等。 烧香时所用之香有丸香、 圆形之香。 在密教修护魔法时, 降之投入炉中供养, 以此象征总及烦恼, 并用至火烧浸滩, 甜等烦恼, 散香, 粉末状之香。 密教将为细烦恼, 精进, 鱼吃等比喻为散香, 抹香, 烧香所用粉末状之香, 炼香, 搅拌所成之香, 献香, 献状之香, 等。 抹香之外, 亦有用香水撒步道场或冠欲佛像者。 在密教中, 以牛粪、 浸好土、 香水混合而成香泥, 可供修法时涂痰之用。 又火葬食, 以香木味心才者, 称为香心。 烧香又称焚香, 粘香、 碾香、 告香、 叉香、 炸香、 炸香等。 禅宗特别用粘香之称, 常于种种场合中粘香, 如开堂之日, 祈求圣受万岁之粘香, 称为祝圣粘香, 法会之时, 为出席之赤使祝福之粘香, 称为赤使粘香, 皆四法灯所作之粘香, 称为四法粘香, 为朝臣所作之粘香, 称为陈辽粘香等皆是。 此外, 禅僧住职一四, 首次说法时, 须把香限制其施之前, 而来报告自己已成四法者, 此香称为信香, 至于对向自己烧香者之搭理所粘之香, 称为海香, 又作达香, 代理他人烧香, 称为带香, 摘食时对僧众搬香, 或寻堂时在诸尊前烧香, 称为行香, 行有般语之矣。 在我国, 参拜寺院或那香姿, 均称为敬香。 圣香之容器, 称为香菊, 香香, 香合, 香合, 焚香之炉, 称为香炉, 熏炉, 火炉, 始香济然不觉之盘, 称为香盘, 长香盘, 香炉之有把守者, 称为炳香炉, 守炉。 又装炳香炉, 名香, 如意之香, 称为香炉菊, 此菊于戒体菊。 居香等, 在法会时, 同位导师等所用, 密教中位大阿蛇里所用, 在法仪等法会时, 则由十弟子中之义人指持。 或以香来比喻佛法之功德, 例如戒香, 闻香, 诗香, 或戒香, 定香, 会香, 解脱香, 解脱之见香, 五分法身, 又作五分香, 又如佛殿之称为香氏, 香殿等艺术此类辟称。 此外, 在日本, 同于花道, 茶道, 而有所谓, 香道, 之盛行。 法华经卷六法师功德品, 陀罗尼吉经卷十二, 旧华严经卷四十九, 新华严经卷六十七, P4005。 香入, 香入, 饭与根原分啊, 十二入之一, 十二处之一, 又作香处, 即秀于笔者之总称, 参阅, 十二处, 三百四十三, P4007。 香口比丘, 据大制度论载, 有意比丘归尽佛说, 称赞佛无量之功德, 因而从口中生出妙香。 大制度论卷十一, 大二五, 一四四上, 阿淑加王一日做八万佛徒, 虽未见到, 于佛法中少有幸乐, 日日请诸比丘入宫供养, 日日赐地留法师说法。 有依三藏年少法师, 聪明端正, 四应说法, 在王边做, 口友异香。 王胜宜怪, 畏畏不端, 欲以香气动王宫人, 与比丘言, 口中何等。 开口看之, 极为开口, 了磨所有。 与水令树, 香气如故。 王问, 大德, 心有此香, 就有之耶。 比丘答言, 中略, 我习于嘉业佛法中作说法。 比丘, 常在大众之中欢喜演说。 家业世尊无量功德诸法时香, 中略, 自世以来, 常有妙香从口中出, 世事不绝, 恒如今日。 世门归境已卷下, P4007。 香寸, 以香之长度作为衡量时间之单位。 古时, 从林中每将现香切成一寸, 约三公分, 或二寸长, 作为测量作馋时间之一准。 P4008。 香山寺, 一位于河南洛阳西南十四公里, 龙门山东崖。 建立年代不祥。 霍云北魏西平元年, 516, 所建。 亦说此的为唐代日照三藏之墓所, 其后应梁王之寝, 建立迦兰。 中唐元和年中, 806、 820, 马祖道一支法四伏牛自在铸西于此, 与丹霞天然道交平人。 唐朝大和六年, 八百三十二, 白居易重修本寺, 以僧清贤为四主。 寺中藏有大小陈经律论及五二七灵卷, 分位六藏。 白氏长寝清贤, 文畅等八长老及比丘中百二十人庆赞公养, 幼墓敬中七人, 日公斋周相竹, 顺次诵读十二部经, 并与洛阳佛光寺儒闷等人结香火舍, 圣修佛事。 白氏所传修香山四季终云, 龙门十四官游之圣, 以香山未官。 会昌六年, 八百四十六, 白居易末, 易葬于此, 其后本寺见衰颓。 至清初, 使凤赤重建于山腹之地。 经有白居易墓, 即不空和尚碑。 白氏文集卷六十八, 卷七十一, 大明易统治卷二十九, 大清易统治卷一六三, 古经图书集成直方点第四二八, 第四三四, 二位于北平市西北香山上。 建于辽石。 经大定二十六年, 一千一百八十六, 改建, 四名, 大永安寺, 别明甘露寺。 伊山市原建有五层殿, 两旁上有宣阁。 备焚后, 下层上有十阶级琉璃砖瓦器成枝花坛, 石瓶等一迹可循。 四中以贵博出名。 清代各潮层大规模建设, 并修盖无数台卸牌坊, 楼阁殿宇, 定名为静怡园。 燃园中建筑大多焚毁于咸丰十年, 一千八百六十, 之英法联军与光绪二十六年, 一千九百, 之八国联军。 香山记, 李景, P4008。 香巴加尔居, 西藏佛教加尔居派两大传承之一。 琼波南交创立。 于后藏乡地区, 经西藏日喀则东北一带, 势力较大, 故有此称。 其门徒建家寺与桑定寺, 形成该派之两之戏, 格鲁派始祖宗喀巴及其弟子克主杰格雷贝桑, 皆曾先后从香巴加尔居僧人学法。 十四、五世纪后, 逐渐衰为 P4009。 香墓, 出测洗手后, 除臭气之木。 以香材造枝, 玄鱼干端, 两手摩擦使劲。 普通削成八角形。 蝉铃香气尖第28类气物门, P4009。 香水, 饭与 Gongta VRI。 只含有香气之净水。 细混合诸种香而成, 用于身体之灌木或诸物之洒净。 如芳广大庄严经卷三, 大三, 五五四下, 饭式诸天等, 在于虚空中, 以手喷香水, 灌洒于菩萨。 龙王下二水, 冷宣即调和, 诸天以香水, 喜悦于菩萨。 大日经书卷五, 大三九, 六二七上, 凡作严, 当则尚好戏聚律, 香水喜之, 即令清净。 接其力。 后有加持香水之做法, 即以所加持之香水奉冠身体, 或散道场, 或撒诸物, 用于撒净等。 然在密教中, 香水主治德, 故其所调之香义因修法种类之义而不同。 长阿含金卷一旧华盐金卷二十七, 阿梭富超卷一胎冠祭本, 参阅, 香, 四千零五, 批四千零九。 香水海, 略称香海, 即驻满香水之大海。 据佛教之传说, 世界有九山八海, 中央是须弥山, 其周围为八山八海所围绕。 除第八海为咸水外, 其他皆为八公德水, 有清香之德, 故称香水海。 据舍论卷十一, 华盐经探玄记卷三, 佛祖统记卷三十一, 批四千零九。 香水记, 布萨之记, 以香水洗手时所唱之记。 记云, 大八二, 四三二上, 八公德水净诸臣, 冠掌去够心无染, 直持境界无缺犯, 一切众生亦如是, 唱醉末记时, 以右手持平, 谢于左手, 洗净两手, 复以净经事之。 批四千零九。 香水前, 唐宋时代, 森尼的度蝶, 所需纳交官府之前。 始于诉宗, 采纳宰相裴免之建议, 凡欲出家为森尼者, 先纳钱, 后许受戒出家。 盖以唐末安始乱后, 兵疲民困, 须及森尼之税民 以驻军须之故。 宋高森传卷八世神会章, 参阅, 度蝶, 三千七百七十九, 批四千零九。 香火, 原指烧香与燃灯火。 隐身为四庙中思香火之逝者。 世门正统卷四, 万序一三零, 四一以上, 香火之言, 于今未圣, 旭高森传卷一大五零, 四二九中, 香火梵音, 礼拜畅导, 又四庙信徒众多, 俗称为香火鼎圣。 P4009 香火因缘, 古人蒙世之时, 多赦香火告神, 我国佛徒言用之, 故未彼此弃何谓香火因缘, 未犹如结盟于素氏而于分相爱。 北齐疏陆法和传, 法和是求佛之人, 上不息事, 犯天王作处, 其归王位。 但于空王佛所, 与主上有香火因缘, 且主上应有报志, 故相救援尔, P4009。 香火社, 唐武宗会昌年间, 八百四十一, 八百四十六, 所结之法社。 白乐天, 七百七十二, 八百四十六, 于诗文之外, 又精通佛学, 晚年自称香山居士, 前性净土, 与洛阳佛光寺儒闷等人 共结香火社, 专制念佛。 唐武宗信奉道教, 而香火社却成立于武宗毁佛之前后, 此法社之存在, 意义深远。 旧唐书卷一六六百居一传, P4001时。 香王菩萨, 香王, 泛名刚他, RGA, 因义做尖陀罗蛇, 又做香王观音, 香为周易, 王乃自在义, 即自在度化法界众生之义, 为观音菩萨之部署。 据香王菩萨陀罗尼咒经所在, 其化相或大或小, 身肉皆白, 面貌端正, 头戴天官, 仅有阴落。 右臂垂下, 五指皆身, 师无畏守, 其五指端各与甘露, 师于五道众生, 手下并画黑鬼三五个。 左臂驱肘, 手持莲花, 置于胸前, 此花系由其所夫作之莲花生出者。 向背圆光, 上有散盖。 五色景气, 以为衣服, 两种诛条, 落于上, 亦为赤色, 亦为黄色。 若为求增益或灭罪, 则奉此菩萨为本尊, 所修之法称为香王菩萨法。 修法时, 于其向前设置四寸方坛, 弓花, 香等物, 并燃油灯, 于夜半起身, 者静一, 送香王菩萨陀罗尼咒一千又八遍, 若至破小皆无昏睡, 则求福之愿即的满足。 P401时 相思, 禅灵中, 司长知识之之称。 古时于定香盘烧香, 用以策之时刻, 司辞职者, 即称相思。 P401时 香光寺, 位于台湾家义竹其香。 创建于清光绪元年, 一千八百七十五, 原为民间神庙, 实称玉山岩。 曾遭二次震灾, 现有四宇为民国六十年, 一千九百七十一, 所重建。 六十三年, 姓仲礼请新智法师助持本寺, 一年改寺名为香光寺。 六十八年, 物音法师继任住持。 本寺设有香光尼仲佛学院, 制定三藏部三年, 专修部二年, 研究部三年, 前二部为义务教育, 研究部则随个人意愿。 对性重则设佛学研读班, 分出, 中、 高三级, 彩小班授课, 又多次举办大专学佛营, 儿童下令营等, 而于御佛, 于蓝盆等众法会中, 一并举行信徒学议赛, 联谊会等活动, 以接引各类信众。 此外, 于高雄社有分院, 子竹林经社。 P4001 香光庄严, 只念佛三昧之作用。 念佛能庄严行者, 譬如香气之染人, 故称香光庄严。 首棱严经卷五, 大一九, 一二八上, 子若一母, 如母一时, 母子立身不相为远。 若众生心意佛念佛, 现前当来必定见佛, 去佛不远, 不假方便, 自得心开。 如染香人, 身有香气, 此则明曰香光庄严, P40011。 香印, 又做香转, 做成转纹形状之香。 古时, 丛林中常烧此香以侧之时间。 P40011。 香衣, 以香木染成之衣。 又做香染, 香袍长, 香浮。 香味泛语, 甘驼, 香树明, 之衣衣。 即以甘驼香树皮, 树枝所染之法衣。 其色赤黄, 原为佛制坏色之衣。 于日本, 除净土宗之紫妃色外, 上有青黄等各种颜色, 皆称为香衣。 台密用赤而带黄之色, 灵济宗用黄色, 曹洞宗珠色并用。 我国, 日本等教团中, 甚至历代帝王般赠之法衣, 每以珠种颜色来分别僧众之等级, 结尾。 佛像标志意图说卷上, 显密威夷便缆卷上僧伏及药, P41011。 相信梭罗门, 相信, 泛民DROA, 巴黎民DUE。 右座斗魔婆罗门, 投纳婆罗门, 屯曲婆罗门, 突露拿婆罗门。 佛陀入灭, 遗骸举行火葬后, 诸国国王争夺佛陀遗骨。 此时, 相信婆罗门提议分以骨位八份, 与八国剑塔供养。 重从其意, 争端乃席。 长阿韩卷四游行经, 三卷本大班涅槃经卷下, P41011。 相防, 范与康托克, 八粒与童。 因一座剑陀巨之, 又坐乡室, 乡殿, 乡台, 敬乡房, 乡积殿, 乡库院, 清敬乡台。 细止佛所住之房舍, 后世则广义止安置佛像之殿堂, 以及附属佛殿之僧房。 据根本说一切有不疲奈耶杂士卷十四载, 乡房多建于僧院之中心, 若行经其处, 应念宋家驼, 宋, 方可踏足前行, 否则犯阅法罪。 皮奈耶杂士卷二十六, P41011。 湘灵西来义, 禅宗公安明, 又坐湘灵坐九尘牢。 碧言录第十七则, 大四八, 一五七上, 僧问湘灵, 如何是祖师西来义, 凌云, 坐九尘牢, 湘灵臣远禅师以达摩九年面, 必坐禅之典故而达僧之问, 坐九尘牢, 亦与表面为亦嘲讽语, 然时为湘灵禅师特意说之反面语。 湘灵之义, 乃记及此依反面语而欲令其僧侧见个人脚下自聚之心性, 以无庸智慧于祖师西来之意云云。 景德传灵陆卷二十二, 五灵会员卷十五, 批四千零一十一。 湘板, 又坐湘板。 禅陵中用以景策修行之木板, 形如宝剑。 依使用木地之不同, 而有诸多名称, 用以景策用公半道者, 称为景策湘板, 用以陈界为规者, 称为清规香板, 用以景策座禅婚审者, 称为寻香香板, 于禅期中使用者, 称为奸香香板。 一般系由方丈、 手座、 西唐、 后唐、 唐主、 为那、 知客、 纠察等执事所持用。 金山共筑规约, P四千零一十一。 湘玉, 唐代禅僧。 既因山东何则, 仁俗姓礼, 身足年不祥。 出席老庄, 以而寄新试典, 岁出家于苍州安定寺。 后至五台山, 参业神秀, 洞彻新园, 乃辞网影周大佛山安禅, 苦修立行, 图众迎迁, 身遇大张, 周江寒润召之, 以及奸词。 临终, 命结其身而作画, 世寿七十三。 宋高森传卷八, P四千零一十二。 湘亭, 禅家安置湘炉之器具。 其四面以搏杀为之, 前沿选有湘亭二字之扁鹅, 中至大湘炉, 其形状, 适样亦如真亭, 用之于藏仪。 从灵中, 尊宿之丧, 于附画坛之行列中, 相亭排列于真亭之前。 禅院清规卷七尊宿千画条, 禅陵向器兼卷二十器物门, P四千零一十二。 相杀, 生寺之位。 相者, 以相来辟喻佛法, 或佛教建筑物之功德, 同于相殿, 相侍之乡。 杀者, 范宇, Kaedra, 本位柱之义, 指塔上布之漏盘等附属柱, 其后引申为四塔, 寺院。 P四千零一十二。 相还而营, 宋太祖诞生地, 即应天禅院之别称。 相传太祖生时, 营中三日芳香四亿, 落中应称应天禅院为相还而营。 坛院, 孔平重, P四千零一十二。 相染, 用以浸染袈裟的颜色之一。 其色黄中带赤, 或称茶褐色, 木蓝色, 为袈裟之本色。 以甘驼, 范宫特, 八童, 之之染布尔的此色, 甘驼系属指可可之香树, 故称其色未相染。 或亦称以此色染成之袈裟未相染。 P四千零一十二。 香泉寺, 位于河南极限陵落山中。 磅从一丈, 架构宏尾。 山中有泉, 从十系中胜出, 泉色成臂, 其位相列, 素负盛名, 于原位时称陵落泉寺。 其后北周五帝灭法, 改之为尤院。 至随朝末年始复其四官, 唐佑重建之, 乃亦精明。 精元已将, 为曹洞宗道场。 圣时禅屡多达万人, 共驻饭修, 严整文于四方。 民国十八年, 一千九百二十九, 平玉祥毁佛屈森, 改为学校。 P四千零一十二。 相界, 佛寺之称, 又称相父。 古人诗中, 多称佛寺未相界。 孟浩然之体云门山诗, 舍周入相界, 登革器沾坛, 高士之登慈恩寺佛图诗, 相界闽群友, 佛图启诸相, P四千零一十二。 相界寺, 位于河北晚平县西北翠围山。 始建于唐代, 辽京时位移大明沙, 元时改称平坡寺, 明洪溪元年, 一千四百二十五, 重建, 改称大元通寺。 崇祯末年毁于冰灾。 清康熙十七年, 一千六百七十八, 重建, 改称圣赶寺。 清乾隆十三年, 一千七百八十四, 又重建, 始改冥香介寺。 规模宏大, 殿与共有五镜, 左院有乾隆行攻及花园, 后院有藏金楼。 P四千零一十二。 香神, 泛名Gen Parva, 因一座甘踏婆神, 又座香英神, 寻香神, 香英神, 乐神。 八部众之一, 为帝是天斯雅乐之神明。 因甘踏婆神石香, 从身上放香之故。 维模经玄书卷五, 参阅, 甘踏婆, 四千三百七十一, P四千零一十三。 香祭, 又座烧香祭, 烧香回相闻。 于佛前上香识所唱之祭闻。 礼佛一世, 万序一二九, 一一八上, 礼敬赞德, 先须置于香台, 端身席律, 思念盛德, 目睹尊荣, 双膝着地, 守秦香炉, 而举祭言, 戒香, 定香, 解脱香, 光明云台变法戒, 供养十方无量佛, 闻香普勋正祭灭。 此祭出华言经, 是五分法身之香, 经未成颂顾, 闻略慧香, 解脱之见香, 故之, 向来行香之时均举戒香等。 观佛三昧海经卷时, 大一五, 六九五上, 愿此华香, 满十方界, 供养一切佛, 化佛并菩萨, 无数身文重, 受此香华云, 以为光明台, 广于无边界, 无边做佛事, 诸宗派中有以此一记宋位相继者, 亦有取文义令造即宋位相继者。 世事要揽卷上, 朱经要集卷三, 集朱经理颤已卷上, 法事赞斯计卷上, P4013。 湘国, 佛国之名, 又作香鸡国, 众香国, 众香世界, 乃香鸡如来所住之国, 为娑婆世界上方过四十二恒沙河之佛土, 是世界最湘之国。 其借一切皆以湘作楼阁, 金形香的, 愿圆皆香。 其石香气, 周流十方无量世界。 为摩洁所说经卷下香基佛品, P4013。 香加沙, 香染之加沙。 香, 乃半语公托, 前陀, 之意, 细香树名。 即以甘驼树皮所染成之黄赤色加沙, 原属佛制坏色之一种, 最早流行于印度, 为一般僧尼批者。 后代则以青黄等非法纯色与其并称, 于日本, 用壶, 之物等制成者, 为限于僧正以上所用。 P4013。 香殿, 又做香典, 香钱, 香资, 香仪。 殿者, 见之意。 于佛前或王者之灵前供奉之香物称香典。 点者, 购买物品之意, 于灵前以金钱代替香物, 称为香典。 禅灵象气兼前财门, P4013。 香港佛教, 香港远属广东新安县, 唐代时为南海贸易, 交通必经之地, 古称屯门。 1842年, 清廷歌让与英国, 始为英属地。 契经, 已为国际知名之东方港口。 此的最早之佛教使继为唐代, 悲度禅师驻西之道场, 有悲度安与灵度寺, 经人有悲度洞, 悲度井等遗迹。 当地几乎与广州同时有佛教之存在, 唯不甚发达。 民国以来, 佛教才正式传入香港。 民国五年, 1916, 先有佛学会之组织, 次有卢嘉昌等人之社极乐院, 冒风法师之弘扬天台教义, 其次有九年太虚大师之奖经法会, 影响见广。 14年, 成立以宣扬秘教为主之, 居士林。 其后更有集开设素菜馆以传扬中国佛教者, 如盘桃天, 魏乐园, 小指园等素食处, 形成香港佛教发展中之特色。 同时, 新界各地原有之佛教寺院, 亦逐渐恢复。 无论僧侣, 居士皆积极推动发展佛教, 有, 多多佛学社, 专宏净土, 另有竹林禅院, 陆野院之创建。 又有张连觉居士之建东连觉院与创办女子佛学院等。 义士素食, 蒋经, 弘法之风颇盛, 遂有香港佛学会, 香港佛教青年会之成立与, 仁海登, 月刊之发行。 民国二十五年, 东华医院举办香港有时以来第一次之万善众元水陆大会, 由禅宗泰斗虚云和尚主持。 至此, 天台、 净土、 禅宗、 密宗, 乃至法乡等宗, 皆于此的次第展开, 不论弘法、 修持、 文化、 或佛教学院之教育上, 均奠定相当之基础, 呈现多样性发展之佛教。 此种现象一直至二次世界大战爆发时为止。 二次大战结束后, 香港见恢复原来之繁华景象。 炫以大陆赤化, 遂有甚多僧侣流亡此地。 其中定居下来者, 多自创小型寺院或经舍以安居, 乃形成颇多公寓室之寺院与经舍, 此意味香港佛教特色之一。 目前香港佛教之僧家教育及一般社会事业方心为爱。 能人书院, 为佛教界所创办之大学, 另有宝爵中学、 大光中学等普通中学, 又有佛教图书馆。 内名、香港佛教等杂志及慈幼院、 安老院、佛教墓园、 佛教医院等事业均在日益发展中。 此外, 居是佛教方面, 也有法乡学会、 金刚成学会、 法助学会等团体。 大体而言, 由于香港居民多位广东人, 故香港佛教在本质上是广东佛教之延伸。 然近数十年来, 由于社会形态之变异, 乃逐渐发展出一种与旧日广东佛教不全相同之形态。 香港佛教, 张曼涛, 佛光学报第二期, P4013。 香汤, 掺入香料汁汤水, 称为香汤, 用此以洗净身体。 古来四月八日佛诞日, 即以香汤灌木佛像, 古时用五色香水, 后则以甘草及木干茶煎成甘茶代用。 令洗加沙液用香汤。 在禅宗所用之香汤, 细以橙皮、 茯苓、 地骨皮、 肉桂、 当归、 纸壳、 甘草等七重要材煎成, 称为七香汤。 冠洗佛形象经, 金光明醉圣王金卷七, 赤修百丈清规卷上报恩章佛降旦, P4014。 香汤祭, 布萨之祭, 送碧香水祭, 吉作一常贵于香汤之前, 唱诵香汤祭。 如祭云, 大八二, 四三二上, 香汤熏木早诸垢, 法身巨足五分冲, 班若圆照解脱满, 群身同慧法界容。 参阅, 香水祭, 4009, P4014。 香味佛使, 香能通达人之信心于佛, 犹如佛之使者, 故称为佛使。 四分率山凡捕雀形式超副请篇, 四分率形式超资持记卷下, P4015。 香华, 吉香, 泛公帕, 与花, 泛普余帕之并称, 又作华香, 多位供佛用。 奉施香华, 可得十种功德, 一, 处世如花, 二, 生无秀慧, 三, 福香借香, 辩诸方所, 四, 随所深处, 鼻根不坏。 五, 超圣世界, 为众归养。 六, 生长相结。 七, 受乐政法, 受持独诵。 八, 巨大福报。 九, 命中升天。 十, 素振涅盘。 在日本, 为自家所属寺院, 称香花院或香火院。 佛卫首家长者说夜报差别经, 法院株林卷三十六, P四千零一十五。 香象, 一范语, Gongtok, Haysting, 或Gongtok, Gajah。 细致油并角可分泌有香气液体之强硕大象而言, 即致交配其之大象。 巨大皮婆沙论卷三十等载, 此时其之相, 其力特强, 性胜狂暴, 难以制服, 何时凡象之力, 仅可抵抵一相象之力。 杂宝藏经卷二, 柱维摩经卷一二又坐象炉。 于秘密灌顶之道场, 所用之相形香炉, 以之烧香, 受灌顶时, 受者入坛前之计, 先跨越香香, 以此熏身而得清净。 此外, 日本净土宗之传法仪式中, 亦用相形之香炉, 称为畜香。 乳味超卷十六, 批四千零一十五。 相象度和, 相象度和, 彻底节流, 辟欲听闻教法, 所振甚深。 诸经论美乙兔, 马, 相象三寿之度和, 辟欲听闻教法, 所振深浅之别, 为兔度和则福, 马度则吉伴, 相象之度和则彻底节流。 惊人意味评论文字透彻称为相象度和。 P四千零一十五。 相象菩萨, 泛名Gongta, Haste。 因一座甘陀喝体菩萨, 甘陀喝咒菩萨, 见陀喝梭底菩萨。 又座相会菩萨, 赤色菩萨, 不可惜菩萨。 乃仙杰十六尊之一。 列位于密教金刚界曼陀罗之外愿方谈, 南方四尊中之第一位菩萨。 相, 便梦无碍之意, 相, 行足大力之意。 二字合成, 即诸行果满。 其形象, 生成白肉色, 坐莲华上, 又全在心前, 手上持帘, 帘上有香气, 左拳置于腰上。 密号大力金刚, 或护戒金刚。 此菩萨与诸大臣经旅见其名, 如小品般若波罗蜜金卷九, 无量寿金卷上, 阿弥陀金等。 道横般若金卷九, 金刚界曼陀罗超卷下, P4015。 香塔, 即以香之粉末拌水味泥, 做成之小塔。 其内安置经文, 以之供养礼拜。 参阅, 塔, 5421, P4016。 香举, 圣香之容器。 又做香盒, 香盒, 香寒, 香香。 通常为木质加七, 亦有桃质与金属质。 形状以平原为常见, 有大相举, 小相举之别。 原是佛具之一, 后世则用于茶席等质用, 其形状意义于席。 赤修百账轻规卷上筑黎章圣节, 禅灵象器兼器雾门, P4016。 香臣, 六臣之一。 色、 身、 香、 味、 处、 法, 称为六臣, 香为其一, 乃彼时, 彼根所愿之对境。 臣即染污之意, 为其能染污情食, 使真性不能显露。 沾谈沈香, 饮食之香, 男女身上所有香, 及一切好物之香等, 皆为香臣。 大明三藏法术卷二十八, P4016。 香语, 念香法语之略称。 即在禅灵之法会, 诵经之计, 住持念香时所说之法语。 所谓念, 亦即以止持取。 以念香之后讲说法语, 故称念香法语。 法会之时, 住持入堂之后, 先念香, 四言七言一句或五言一句之法语, 其次开成当月佛是指去, 并诵七言, 五言等短记, 终以一喝成之。 香语, 有依当时状况, 与亦即之见闻而提示者, 亦有言用古人成句者, 经则逐渐口语化。 贤于金妇那其原品卷六, 禅灵相器兼从鬼门, P4016。 香除, 僧怨之时除, 又坐香鸡。 此戏出自为摩洁经取香鸡佛国香饭之典。 参阳, 香鸡饭, 4017, P4016。 香楼, 世尊之以体火葬石, 以香木堆积成台, 其高如楼, 上至宝观。 大班涅盘经后分卷下, 大一二, 九零八上, 九零九下, 而时一切大众所及为妙香木积高须弥, 分腹香气, 普勋世界, 香众密赐, 成大香楼。 忠略, 世时天人大众, 将欲举观至香楼上。 忠略, 渐渐涂皮, 金鱼七日, 焚妙香楼, 而乃方镜, P4016。 香盘, 焚香之盘。 右座香台, 长香盘。 以木或金属做成脂肪形台, 盘中盛香做饭字形, 长点火焚之。 蝉灵象气煎气雾门, 安摘随笔卷二, P4016。 香醉山, 亦香醉, 泛名Gongpa Mdena, 八粒名铜。 因亦座干驼魔喝树, 尖陀摩罗。 右座香水山, 香积山, 香山。 于佛教世界观须弥山说中, 此山未言福提州最北端之山, 其南有大雪山, 及须弥山, 阿诺达池及在此两山之间。 此山中应有诸香气, 秀之能令人醉, 故称香醉。 据启示音本经卷, 以启示经卷一言福周品记载, 香山之中, 有无量锦纳罗居之, 常传歌舞音乐之声, 另有各种树木, 可出种种香薰, 为大威得神居指之处。 山中有杂色, 善杂色二宝窟, 由玛瑙等七宝所成, 纵广各五十游巡, 甘踏婆王与五百锦纳罗女居之。 二窟之北, 富有大梭罗树王, 八千梭罗树林, 曼陀吉尼池等。 历来, 印度婆罗门教徒相信此山之巅乃师婆神, 范埃法之天界, 其间有公皮罗之神宫。 经之印度人义士之维林山。 据经典所记载之位置, 形状等, 此山或集经喜马拉雅山, 黑玛雷阿斯, 山脉中, 玛纳沙湖, 范Mnasa, 北岸耸出之开拉斯山, 范Kalese。 观佛三昧海经卷 一大楼探经卷一巨舍论卷十一, 历世阿皮潭论卷二, 二位于北平市西北, 众颜姬杖, 以幽静著称。 山中有权, 其位甘烈, 土人引以种植道, 连, 具有一乡, 故山名又称小青梁景。 古有香山寺在此山中。 参阅, 香山寺, 四千零八, 批四千零一十七。 香灯, 为焚香与燃灯。 是慧弘之师, 仪式香灯梦请于, 谢方德之缘封道愿慈堂祭, 朔望有斋传, 臣戏有香灯, 如是大夫之凤家庙, 后是寺庙中掌管佛堂之焚香, 燃灯等工作者, 亦称为香灯。 P四千零一十七。 香鸡犯, 又做香犯。 指众香国香鸡佛之香犯。 为摩洁所说经香鸡佛品, 大一四五五二中, 于是香鸡如来以众香成满香犯, 与化菩萨, P四千零一十七。 香鸡四, 一位于广东省波罗县西。 随带所建, 唐代曾扩建。 苏市由香鸡四师尹, 四去县七里, 三山犬崖, 夹道街美田, 麦合圣茂, 四下溪水, 可作对摩。 二位于江苏四周, 即经江苏宿迁, 西之谷四明。 创建于唐代龙朔年间, 六百六十一, 六百六十三。 又称大圣寺, 蒲光寺。 后改称蒲照寺。 宋徽宗宣和六年, 一千一百二十四, 洪志正觉禅师寿请祝此寺弘扬大法。 永乐初年, 一度重建。 寺内现存灵瑞塔。 洪志禅师广路卷一, 卷九, 大明义统治卷七, 大清义统治卷九十四, 三位于陕西长安县南神和园上。 建于唐中宗神龙二年, 七百零六, 为纪念善导大师而建。 入宋改称开吏寺。 明代一度诊修之, 并恢复旧称。 寺中有座五层砖塔, 由于两次的阵, 以至塔顶至中段有大裂痕。 弃经人存, 然以吕经兵火之扰, 旧官以太半不存。 王为常以, 过香姬寺师, 永之曰, 不知香姬寺, 树里入云峰。 四位于四川省阳县东之云峰山。 杜甫之福尘县香姬寺观阁师, 四下春江深不留, 山腰观阁炯天愁, P40117。 香姬佛, 又作香台佛。 未住于上方众香世界之佛名。 香, 细离慧之明, 即宣散芬芬芳复兴, 指礼中无上界定慧之香, 即, 细聚集之义, 即基聚诸功德。 唯摩杰所说经卷下香姬佛品中, 提及上方世界过四十二恒河沙佛土, 有国民众香, 佛号香姬, 其国香气比于十方诸佛世界人天之香, 最为第一。 玄印英译卷寺解释香姬之范语味, Gandlea, 英译甘陀罗耶。 维摩金略书卷石, P40118。 香蛇离, 北周森。 集贯, 生族年皆不祥。 梁出驻西一周, 四川贯县, 清晨山飞赴寺, 欣然有终老之志。 实习俗美至三月三日, 必往清晨山游赏, 多将酒肉共相憨乐。 香蛇离美前往劝玉, 然不能断。 一年, 香蛇离玉影, 重针奉酒窑, 随得随敬, 鹅儿大土, 鸡肉自口出即能飞鸣, 羊肉自口出即持走, 与鹅压游勇交错, 重贤惊骇, 试断心沙。 自此, 清晨山沙生憨隐之风碎阁。 试祭后, 江藏, 弟子怪官太清, 开释不见尸骨, 仅几丈而已。 旭高森传卷二十五, 卷二十六, P40118。 香药, 其意有三, 一, 即香物与药之并称, 指普通之无香, 无药。 二, 以香药一词, 统称五宝, 五香, 五药, 五谷等二十种物。 三, 或将上举二十种物调和为一, 称为香药, 为密教灌顶所常用者。 P40118。 香炎, 亦佛经中天子, 童子之名。 唯摩杰所说经卷下, 大14552上, 有诸天子, 皆豪香炎, 冷言经卷五载, 香炎童子白佛言, 大19125下, 见诸比丘, 烧省水香, 香气既然来入鼻中, 我观此气, 非目非空, 忠略, 如来应我, 的香炎号。 晨气书灭, 妙香蜜园, 我从香炎, 的阿罗汉。 二, 八百九十八, 唐代森, 法浩智贤, 青州, 山东一兜, 人, 生年不祥, 初从百丈淮海出家, 后夜为山林又禅师, 不弃, 弃替辞去。 偶于山中山草, 瓦力及竹作生, 阔然有神, 乃物为山秘址, 因似其法。 铸于邓州香炎山, 画法大行, 静屡千于人, 后世称之为香炎禅师。 师身性严谨, 与喜简直, 有祭送二百余首, 诸方盛行。 后赤氏, 席登大师。 景德船登陆卷十一, 宋高森船卷十三, 批四千零一十八。 香炎上述, 禅宗公暗明。 一无门关第五则, 大四八, 二九三下, 香炎和尚云, 如人上述, 口弦树枝, 手部攀枝, 脚部踏树。 树下有人, 问希莱矣。 不对即为他所问, 若对又丧身失明。 正嫩时, 坐身对。 此为辟喻之公案。 言人上述, 口弦树枝, 树下人问其, 何谓祖师希莱矣, 此时树上人虽有手脚, 却全无用处。 以此比喻自己本来之姿态, 即无说之说, 无作之作。 故无门曰, 纵有玄和之辩, 总用不着。 说的一大藏教, 亦用不着。 若向者理对的者, 活却从前死路头, 死却从前活路头。 景德传登陆卷十一, 武登会员卷九, 批四千零一十九。 香岩寺, 位于河南邓县西北至白崖山中。 原为唐代一行, 虎因二师所草创。 后一行事寄于长安, 宿宗亲往宋藏, 山中突然飘香, 今月于不止, 岁定寺明为香岩寺。 其后, 六祖会能知法寺南阳会中注西于此, 其时称香岩长寿寺。 会中入祭后益藏于寺中。 此外, 为山陵又知法寺香岩至贤益注于此。 大明一统治卷三十, 参阅, 长寿寺, 三千六百零三, 批四千零一十九。 香岩圆梦, 禅宗公暗明。 圆梦, 瞻梦, 解梦之矣。 为山陵又禅师一日午睡梦醒, 乃以所梦寻其二弟子养山会记, 香岩至贤。 养山岁持一盆水与手经前来, 香岩则奉上一杯茶水, 为山平之曰, 大五一二六五下, 二子见解, 过于丘子, 盖神通非观其特玄妙, 于禅者之眼目中, 其药处乃在日常茶饭中之妙用。 养山, 香岩二子未直接解梦, 而竟自奉以茶水, 手经等, 时以午睡梦醒者而言, 解梦乃未多余之事, 自不如茶水, 手经之应时妙用。 景德传登陆卷九围山林幼章, 禅院蒙求卷上, 批4019。 香岩贵, 1631, 1708, 青初灵纪宗森。 浙江家新人, 俗姓陈。 十一岁, 投礼本县之经严四清饮房尔莲, 其余家教。 二十六岁, 旧原木山剖寿解。 三十岁, 李谷隐安一藏, 参密云原物之家风。 四十一岁, 尤家新浦明寺, 建费隐通荣之法四十观灵, 契机, 一年得法。 康熙十六年, 一千六百七十七, 继浦明寺之席, 其后立柱永万院, 太平院, 金炎寺。 康熙四十七年世纪, 世寿七十八。 有语录形式。 浦明香岩禅师语录, 武登全书卷九十二, 批四千零一十九。 香岩吉竹, 禅宗公暗明, 及香岩智贤的物之因缘。 据景德传登陆卷十一载, 智贤网一为山林佑, 佑之其为法器, 欲激发之, 一日为之曰, 大五一, 二八三下, 无不问乳瓶生学解及经卷策子上记得者, 乳未出胞胎未变东西时, 本分是世道一句来。 无要济辱, 诗尽术语, 皆不弃姬, 复归唐辩简所及诸方语句, 无一言可将筹对, 于是尽焚之, 弃此为山而去。 抵南阳, 赌中国诗一记, 遂弃止焉。 一日, 于山中删除草木, 以瓦利吉竹作生。 而诗孝间, 阔然醒悟。 据归沐浴, 焚香摇礼为山, 赞云, 和尚大悲, 恩于父母。 当时若为我说却, 何有今日事耶? 五灯会圆卷九, 禅宗送古莲珠通级卷二十五, 批四千零一十九。 香炉, 又作火炉, 熏炉。 焚香之器皿, 为大臣比丘十八物之一, 亦为佛前与佛坛之三巨族, 五巨族之一。 一般被制者为制香炉, 又称为居香炉, 最常见于印度古代之雕刻遗迹, 持于手上者为炳香炉, 用于跨越, 以清净身体, 成像形之状者为香炉, 香香, 亦可用于床室与着室。 自手持之小香炉, 置至于室外之大香炉, 有各类形状, 如纹香炉, 筒策香炉, 香炉, 四方香炉, 火香炉等。 材料种类亦极多, 有金、银、铜、 金铜、 白铜、 赤铜、 青铜等金属制品, 亦有桃制, 琉璃, 象牙, 紫檀制品等。 至香炉中, 以博山香炉为著名, 其水盘中央有一山形之盖, 当中有一系柱鼎立, 系汉代之大铜器, 后世则用作佛具, 于六朝, 唐代, 曾盛行一时。 另有火舍香炉, 类似密教法具之火舍, 卫衣三角平浅气明, 附有半圆形之盖, 盖上有桃形与云形之透雕。 此外上有形如灯笼而无力之金山似香炉, 与形状朴之顶形香炉。 顶形香炉有三角支架, 两侧有耳, 半球状盖, 长腹有狮子雕刻。 无耳者称三足香炉。 教住者为藏于日本镇仓苍苑之香印作, 有一瓶浅连拌, 色彩浓厚。 另有法金刚苑之陶制歌里自香炉, 盖为荷叶形, 炉上有梵字透雕。 四四六铁卷二十二, 类具名物考卷二五二, 卷二五四, 卷二五五, 古今图书集成考公典第二三六, 参阅, 炳香炉, 3843, 批4020。 陈, 范语外 因义为也纳。 有成物, 运载, 运度等义。 只能承载众生, 运至彼岸者, 一己指佛陀之教法。 成有大成, 小成, 一成, 二圣, 三圣, 五圣等。 真实之教称正成, 为导致真实教法所假设之方便教法, 称为方便成。 又令转方便成而修正成者, 称为救济臣。 正气大臣经卷上, 大臣其信论, 大臣四法经事, 十柱皮婆沙论卷一续品, 良意涉大臣论卷十五, 批4021。 臣戒, 臣, 只戒以开悟十相, 出离生死之智慧, 戒, 只用以防非止恶, 而可招感人, 天果报之智法。 南本大班涅盘经卷六, 大一二, 六四一中, 于成缓者, 乃名为缓, 于戒缓者, 不明为缓, 如正的官制, 四地, 十二因缘, 六度等之智慧, 皆称为臣, 所奉持之三规, 五戒, 十善, 八斋, 乃至出家律一等, 皆称为戒。 仁王金书卷二, 维摩金文书卷五, 摩赫纸官卷四上, 法华文句卷二下, 批4021。 乘车节, 泛名Rate TR。 印度教三大派之一批施奴教之重要节日。 细于沐浴节, 杨历六, 七月, 后之第十五日举行。 据传为扎格纳特, 泛Dragon THA, 吉利瑟拿之化身, 沐浴后乘车外出之纪念日。 活动中心在印度东部之普里城, Puri, 教徒洗净并粉刷扎格纳特神像, 置于数十尺高之大车上, 运至其他神庙, 并停放离宫中十四日。 印度教徒相信见此神像可免轮回在身之苦, 部分狂热教徒甚且投身轮下丧身, 以为可因此升天。 P4021 陈经, 陈佛菩萨传伐, 度身死之海。 一己止依佛法修持, 能令众生断除烦恼, 或蒙佛菩萨之愿力皆引, 达极乐境欲。 四分律界本书序, P4021 谈虚, 1875, 1963, 河北宁河人, 俗姓王, 明福亭。 法号龙贤。 自谈虚, 年十七奉复命婚曲, 身子五人。 先勿农, 兼饮小贩未深, 后又洗衣术。 庚子事变, 走壁饮口, 玄壶济世。 年四十, 听法华经, 即有出臣之志。 民国六年, 1917, 年四十三, 因天津清修院清池法师引导, 依来水高明寺应魁法师出家。 四年南游, 于宁波关宗四一地贤大师授戒, 并于地贤大师座下学习天台教官。 民国十年, 出任沈阳万寿四佛学院讲习, 十四年获地贤大师赴法位天台第四十四代, 赐名, 金贤。 此后, 于东北各地讲经红法, 并创建道场, 其中以哈尔滨极乐寺, 长春班若寺, 迎口仁岩寺规模最大。 其后常主青岛战山寺, 字号战山老人。 晚年红法于香港, 并创设中华佛教图书馆, 华南佛学院。 五十二年世纪, 世寿八十九。 诗曾口述生平世纪, 由弟子大光笔记成, 影城回忆录, 出版。 主要著作有, 新经书役, 新经讲义, 起信论讲义, 天台传佛新印记事要, 金刚经讲义等。 P四千零二十一。 倩女离魂, 禅宗公暗明。 无门关第三十五则, 大四八, 二九七中, 五族问僧云, 倩女离魂, 那各是真理, 倩女离魂乃简灯心画卷上所在之怪谈。 据云, 倩娘常许王咒未妻, 继而复毁, 倩娘遂亦愈成病, 咒亦生恨, 愈妇经施, 途中呼吁倩娘, 遂相邪至属, 凡五年, 生儿子。 后还归岳家谢其事, 然倩娘由病在归中, 为存一席, 众皆怪之。 世中病女闻之而喜, 起初相迎, 两位倩娘合为一体。 前知倩娘时乃病女之离魂。 此公案着重于参究无人自心本性究竟为真妄善恶, 或行体之一意疏同。 正道歌, 大四八, 三九五下, 不除妄想不求真, 无名实性及佛性, 即真妄不耳。 此公案乃是对于 超越真妄自体之绝对价值, 探问, 那个是真底, 此非凡夫之情时所能分别, 若无分别, 则轮转六道四身皆为菩提道场, 而游戏于三昧之境界。 正统路卷六五组章, 折中路卷十五, 倒数路卷八十六, 批4022。 婊子, 婊子, 未分送东西给人之乙, 以印纸, 闸, 券之类, 于藏斋等布施之前, 先分给群众之交换券, 称为婊子, 至逝日, 即凭此券赴藏斋等受布施, 禅灵象器兼第二十三类布卷门, 批4022。 吊称, 把施物分与大众, 称为吊称。 禅院轻规卷六中严斋, 万序一一一, 四五四下, 为纳明庆, 手作施财, 或财主吊称, 或知识代行, 大众识弊, 法识头或为纳明庆, 念, 处世界如虚空, 等, 略取书中大义, 回向, 念识佛罢, 明庆而起, 批4022。 执佛, 亦即御佛。 御执佛陀出世乃稀有而难得之事, 故宗门友, 执佛难, 亦语。 参阅, 执佛难, 4022, 二日本曹洞宗之祖道员产, 执尘习我国, 莫照禅, 知传统, 又进一步捏出, 只管打坐, 知说, 强调坐禅时无需执着佛之形象, 而直接念佛观想, 放弃思量分别, 只管坐禅, 当下即可执政本来之自信, 此意味执佛之正宴。 正法眼葬光明章, 执4022, 执佛难, 为执欲佛陀出世, 听闻教法甚难。 诸经论为佛之出世, 数十亿岁乃有一次。 极贤劫人寿二万岁时, 有家业佛出世, 人寿百岁时, 有释迦牧尼佛出世, 五十六亿七千万年之后有弥勒佛出世。 如此佛佛之出世, 颇为稀有。 纵令佛出世时受生慈戒, 人有八难处不得见闻佛法。 巨大制度论卷九载, 舍未成九亿民众, 有三亿全然不知佛法。 缺因缘时, 虽执佛之出世, 亦不能蒙其利益。 故诸经论中叙述人生难得, 佛法难闻之处颇多。 阿含经中述说八难最为详细, 北本涅盘经卷二十三略说六难。 其他如法华经卷一大宝基经卷九十六, 为摩经卷上, 大制度论卷七十三, 无量寿经卷下, 南本涅盘经卷二皆有得人生难, 执佛是难, 听闻佛法一难之文。 参阅, 盲规浮墓, 三千四百五十七, 批四千零二十二。 戒别明通, 依天台四交之盼, 有以别教之明显通教之义者, 称为戒别明通, 与明别义通, 同义。 参阅, 明别义通, 两千两百五十七, 批四千零二十三。 戒花献佛, 俗称戒他人之物以献客, 为戒花献佛。 典故出自佛本行集经卷三, 卷四受决定计品第二, 修行本起经卷上献变品第一太子锐印本起经卷上等佛本身故事中, 据载, 习时有一婆罗门弟子, 明曰善慧, 于四处参访途中, 至莲花臣, 闻然登佛将前来莲花臣说法。 善慧欲以鲜花供养然登佛, 然国王以囊括全城鲜花以供养然登佛。 善慧寻遍全城, 不得亦花。 后于颈边欲依年轻碧女, 手盆一瓶, 瓶中藏七金幽罗花, 善慧乃肯窃求花。 碧女受其至成所感, 遂许以五经, 为留二经寄托善慧献佛, 以积自己知功德, 然遇善慧许以, 未得甚到以前, 生生世世结为夫妻, 未条件。 善慧求花心切, 遂诺许之。 得花之后, 赶至城门许愿献花。 然登佛乃为其受祭, 为其于无量劫后, 必可成佛, 好为释迦牟尼。 善慧即释迦牟尼之前身, 必女为释迦牟尼成佛前之妻子耶稣陀罗之前身。 过去献在因果经卷一大三六二二上, 经我女若, 不能得前, 请祭二花以献于佛, 原杂句中有, 借花献佛, 知语, 或谓, 借, 谓, 记, 知课。 亦出菩萨本启经, 六度即经卷八如同受绝经, 深经卷五, 菩萨处胎经卷七破斜剑品第二十六, P4023。 借香, 禅门烧香行事之一, 为两婿出班上香时, 向住持借香。 借香之计, 为那先向住持问训, 称为借香问训。 烧香中时, 父向住持问训, 称为谢香问训。 赤修百丈轻规卷四两婿出班上香条, 大四八, 一一三六中, 香朝而出, 转身问训住持, 为知借香, 然后上香, 若圣洁, 佛祖四法, 师济, 无借香问训, P4023。 以福香成, 为二者或以或福香成密接之关系。 义, 记, 依之义, 福, 前, 卧, 隐之义, 成, 由, 应, 驾之义。 此语出自往生论注卷上, 老字第五十八章义有, 或惜福所义, 福惜或所福, 之语。 举例言之, 应与果之关系即是以福相成, 应乃果之所福, 果味应之所以, 应果辗转相接, 无有限量, 因果互相以福, 故称为相成。 显身一计, 慧然, P4023。 乙版, 与禅版同。 坐禅时所以之道具, 厚约一公分, 长五十七公分鱼, 宽十二公分鱼, 上下穿小圆孔, 用时竖定于神床之横神。 禅灵像器间第二十八类器物门, 参阅, 禅版, 六千四百七十, P4024。 以像, 坐像之一种, 坐时两足垂下, 或平行或交叉, 另有丁子坐, 则仅垂一族, 另一族趋于骨上, 称为半家像。 P4024。 道凡, 即止颠倒之凡夫。 凡夫随情忘直, 颠倒黑白, 不知涅槃治理, 流转三界, 永无止其。 世门归境遗卷中, P4024。 道何过, 英明用语。 道何, 犯语非PARTY & FAIR。 英明三十三过中, 四同欲五过之第五。 即于英明论证之, 合作法, 时, 颠倒, 先因后宗, 之顺序。 盖同法欲体之任务, 在于顺臣, 以能立法, 能权之言辞, 筑成所立法, 所权之义理, 故必须先举誓因, 理由, 而后证实宗, 命题, 即, 因同品, 在前, 宗同品, 在后, 以誓因同品之后, 必有宗同品之随逐。 若颠倒其法, 先宗后应, 其顺臣结果, 则未以所立法, 助臣能立法, 臣其所不欲臣, 不臣其所欲臣, 故臣过失。 例如佛弟子对身论诗力, 身是无常, 宗, 所作性故, 应, 之论是, 此依比良之同法欲体, 依先因后宗之规定, 应作, 诸所作者皆是无常, 方能顺臣, 身是无常, 之宗。 今若道合, 先宗后应, 作, 诸无常者皆是所作, 则其所顺臣将为, 身是所作, 而非, 身是无常。 身因具有所作性, 乃立者, 立论者, 与敌者, 问难者, 所共同认可, 无呆证明之必要。 故道合之结果, 必造成正所不避正而不正所呆正之过失。 英明入正理论书卷下末, 参阅, 先因后宗, 2187, 先宗后应, 2188, 和作法, 2266, 批4024。 道我, 四颠倒之一。 我乃四大, 五蕴甲和儿臣, 无实体可得, 若认为有时我者, 即为颠倒望剑, 称为道我。 是门归境以卷中, 批4024。 道剑, 颠倒是理真相之望剑。 众生以无常为常, 以苦为乐, 以无我为我, 以不敬为敬, 皆为道剑。 大臣一张卷五末, 批4024。 道退三千, 禅灵用语。 右座退道三千。 以战争败北顿走三千里, 转育为宗师家之鸡风锐不可当, 使人为之而退。 闭言录第二则, 批4024。 道离过, 英明用语。 道离, 范语非帕阿, 非帕阿卡。 英明三十三过中, 四义欲五过之第五。 急于英明论证之, 离作法, 十,颠倒, 先宗后英, 之顺序。 英明论识于, 义欲, 使用离作法时, 必以, 先宗后英, 未定则。 如申论诗对圣论诗吏, 申是常, 宗, 命题, 无直爱故, 因, 理由, 之论试, 其离作法应为, 诸无常者, 见彼之爱, 如是则符合先宗后英之定则, 称为, 顺离。 经若先因后宗, 则成, 诸直爱者, 皆是无常, 自以, 直爱, 之因, 著成, 无常, 之宗, 不曾反显, 常, 之宗, 此即为道离之过。 义法御体, 之任务, 在于反显, 同法御体, 先宗后英, 使能反显先因后宗之同法御体。 道离之结果, 其反显所得, 非该比良所惧之同法御体, 反显亦无意义可言。 英明入政理论, 英明论书瑞元纪卷七, 英明入政理论物他们浅世, 参阅, 先因后宗, 2187, 先宗后英, 2188, 离作法, 6713, 批4025。 道玄, 犯语阿兰伯娜之意义, 英译于蓝盆, 人死之后, 省于暗道, 有道玄之苦。 为救亡灵脱离道玄之苦, 可胜涉工具奉尸三宝。 玄印英译卷十三, 参阅于蓝盆, 3454, 批4025。 据不成过, 英明用语, 据不成, 范语阿兰伯娜, 英明三十三过中, 玉, 比喻, 十过之第三, 同玉五过之第三。 指对, 能立法, 与, 所立法, 两皆不成之过失, 即于, 同法玉, 中, 因同品与宗同品两者皆缺失之过物。 分位有据不成与无据不成两种, 依, 有据不成, 即有体之据不成。 所据之同法玉依虽有体, 然不据所立, 能立二法, 不能助成宗, 命题, 与因, 理由。 如申论师对圣论师立, 申为常, 宗, 无执爱故, 应, 如平, 同玉, 之论事。 于此论事中, 所举之比喻力正, 平, 虽为立者, 立论者, 敌者, 问难者, 所共同认可, 然, 平为执爱性, 则未必为双方所共同接受, 故缺因同品, 又以平之, 常性, 亦非双方所共同认可, 故缺宗同品, 皆不能助成因与宗, 故称为有据不成。 二, 无据不成, 即无体之据不成。 所据之同法玉依视两据无体或随意无体, 不据所立, 能立二法。 如申论师对经不等无空论者立, 身为常, 宗, 无执爱故, 应, 如虚空, 同欲, 之论事。 敌者即未经不论师, 故必然不承认, 虚空未时有, 之说, 如是即不承认比喻立正之存在, 故称为无据不成。 平, 身, 之比喻立正, 于论事中, 对应与宗皆无助成之作用, 故于, 能立法不成, 与, 所立法不成, 两者皆为逆, 故称为拒不成果。 英明入正理论, 英明入正理论书名登超卷二本, 参阅, 英明, 2276, P4025。 拒不及成果, 英明用语。 拒不及成, 散语。 为英明三十三过中, 宗, 命题, 九过之第八。 乃能别与所别皆共不及成之过失。 即宗之前成, 主词, 与后成, 兵词, 皆使用笛者, 问难者, 所不同意之名词而招致之过失。 如圣论师对佛弟子立 我乃和和因缘者之宗 其中之我未所别和和因缘未能别 然佛弟子素以我未假有 故必不承认以我作为虔诚之做法 又佛弟子虽承认和和 亦承认因缘然不承认有所谓之和和因缘 如是所别与能别皆为敌者所不承认 此宗于共比量内即不能成立 称为具不及成果 然若于所别与能别上 各家我许之简别与以作自比量 则可免此过 此外若作他比量 以他有自无体为所别 以他有自无意味能别 各于其上家 如许之语 以简别之 亦不能则已此过 英明入政理论书卷中 英明论书瑞元记卷二 英明入政理论物他们浅事 参阅英明 2276 P4026 拒不浅过 英明用语 拒不浅 泛语 Op A V Y V T T A 英明三十三过中 欲 比欲 十过之第八 意欲 五过之第三 即所用之意欲 语宗 命题 即因 理由 皆有关系之过失 于义法御一中 须兼具宗义品 与因义品 义即虚浅 所立法 即 能立法 若所用之 义欲 不能具浅 所立之宗 与能立之因 则犯此过 称为 具不浅 如生论师 对萨婆多 说一切有不 论师立 身未常 宗 无直爱故 因 如即为 同欲 如虚空 亦欲 知论事 立者 立论者 与敌者 问难者 皆承认虚空 具有常住性 亦具有无直爱性 然虚空 即为常住 且无直爱 则此一 亦欲 与所立 常 之宗 与能立 无直爱故 之因 皆不相为 如是之 比喻 立正 若作为 同法 欲 则可 若作为 义法 欲 则必犯过 而称为 具不浅 英明入正理论 大书 卷下 33过本 作法 转结 卷下 参阅 英明 2276 P4026 具生法 略称 具生 即同时 并生起 而不相离之法 依据舍论卷 卷四位 诸法中有决定 聚生者 在欲界 即为聚最少 由于八式 能造之四大种和 所造之色 香 位 处四成 聚生 乃至于九式 十式聚生 于无色界 旧心等论之 心与心所聚生 缺亦则于不起 色 心 心所 心不相应 一切有位之诸行 生时必与生 住 亦 灭四相聚起 大皮婆沙论卷一四四 阿皮达摩顺正理论卷十 巨舍论光记卷四 P4026 巨生神 泛明撒哈 得发 属天部 巨旧华言经卷四十四入法界品 地藏菩萨八星因缘十王经等载 长期在人之双肩 在人死后 即向阎魔王报告有关该人之出身与善恶之二神 又有与阎魔王守之之人头状相混淆者 另一有与地狱之狱族相混淆者 据集藏无量寿经书之说 为每一人之巨生神有二 亦称同生 另一称同名 同生为一女神 通常坐于人之右肩 记录该人所坐之恶事 同名为一男神 坐于人之左肩 记录人所坐之善事 P4027 巨生起 梵与Sahaja 略作巨生 与分别起 对称 烦恼 心之迷惑 生起时有二种形态 故大别烦恼为二 即 一 巨生起 与生俱来之先天性烦恼 二 分别起 因邪教 邪师等外部势力 或自己不当之推理 分别所起之后天性烦恼 后者之性质强烈 但容易断除 而前者性质维系 反而极难断 断有次第 分别起之或当为佛道实践 第一阶段之见到所断 故称见或 巨生起之或为第二阶段之修道断除 故称修或 又我执 亦分巨生我执 分别我执二种 成为十论卷一大成阿皮达摩杂吉论卷七 成为十论数计卷一末 卷二末 P4027 巨生或 与生巨起之诸或 如巨生之我执 巨生之法执 巨生之烦恼杖 巨生之所知杖等 巨大成百法 明门论列举六种与生巨起之或 称为六种巨生或 即 一 贪或 未于五成之顺情境上求取无厌 昏迷不了 二 填或 未于五成之逆情境上愤怒抱起 昏迷不了 三 赤或 未于一切事理之法摩所分别 颠倒望直而起诸邪剑 昏迷不了 四 慢或 未我执教重者 自是其能 遂起轻慢心 灵傲于人 昏迷不了 五 疑或 未摩振性之心 于振法中犹豫无诀 昏迷不了 六 绝或 未摩振之正见 而于五成之境尝起恶觉 染爱生者 昏迷不了 P4027 巨有因 泛语 Sahabiteichu 六因之一 右座共有因 共生因 同时存在之法 相互为因 称为巨有因 如地 水 火 风等四大 必四大相依而生 彼为我之因 我为彼之因 恰如三叉之相依而立 故称具有因 四大之中 一大为因 则其他三大为果 其他三大为因 则此一大为果 盖以相互为因 亦必相互为果之故 具有因 又可分为互为果 具有因 同一果 具有因 之别 如以三丈相依 一丈为其他二丈之因 同时其他二丈 亦必为此丈之因 此三丈相互为果之理 亦然 称为互为果 具有因 又如三丈 顶足相依 以支持一物 即由二物以上相互资助 以产生同一结果 譬如由多助而支持一物 称为同一果 具有因 具舍论卷六 大皮婆沙论卷十六 阿皮达摩顺正理论卷十五 入阿皮达摩论卷下 参阅六因 1256 P4027 具有因 又做具有所因 增上元一 具有根 至于心 心所同时具有 而为其所因之法 成为十论卷四载 五十之具有所因 有四种 即五色根 与第六 七 八等三十 小成为 一根为无间灭之六十 故非具有因 仅五根为具有因 法相综于成为十论卷四 成为十论数计卷四 末举出护法 南陀 安慧 静悦等四师之义说 以广是 所一 之义 而以护法之说为正义 便 一 与 所一 之区别 说明 一 之义广通于一切法 而 所一 为限于内六处 其理由有四义 一 决定之义 二 有尽之义 三 为主之义 四 令心 心所取自所愿 具足以上四义者 为五根 与第六 七 八等三十 故为心 心所法之具有因 若以能一之心分别之 前五十之具有因有四种 第六十有两种 第七 第八十个有一种具有因 前五十四种具有因为 一 同近一 又做顺取一 即五根 根与十乃同取现在之近而生 故称同近一 二 分别一 即第六十 前五十生起时 一世一必生起 前五十无分别 而一世有分别 故称分别一 概五同源之时 无分别 第六十元为寻四相应之时 能取近故 又能令五十名了取近 故称名了一 三 染境一 即第七十 前诸十无染境之别 染境分为一 第七十而成 故又称分为一 四 根本一 即第八十 为诸十所一已生起之根本 故称根本一 以上四一中 为前五十之不共一 为同近一 即五色根 其余三者为诸十之共一 成为十论数记卷七末 成为十论了一登卷五本 百法问答超卷一批4028 具有法 又做共有法 单称具有 同时存在为一类聚而互不相离之关系法 如新王和新索 地水火风之四大 深注一灭之四相 得与所得等皆为具有法 具有因皆为具有法 非具有因者有有具有法 具舍论 具舍论卷六 大二九 三灵下 诸由具有因 故成因 比必具有 或有具有 非由具有因 故成因 具舍论光际卷六 具舍论宝书卷六 P4028 具立加罗龙王 具立加罗 泛民科尔科 意义做尊斥 又做具立加罗龙王 古立加罗龙王 取立加罗龙王 为密教不动明王之变相 其形象为吞剑之状 立盘时尚 故俗称具立加罗不动 具立剑 具具立加罗大龙圣外道 佛陀罗尼金仔 不动明王曾于色 究竟天与诸外道论师对论 并贡献种种之神 变成智 使明王变智火之剑 外道之上守智达一座 智火之剑 明王智火剑 在变位聚立加罗大龙 吞外道之智火剑 其气出如二万亿雷一时而明 魔王外道闻之皆不而舍诸 恶以邪直 其形象如大蛇禅剑上 剑之周围有火焰 而上有一脚 剑上书 诶 阿 字 若便作人香 则面目喜怒 被甲咒则如广目天王 左手脱腰持锁 右肘区区持剑 头顶至龙盘 立于金刚山上 人行之尊相经已不存 多留不龙禅剑之相 以此尊位本尊之修法能除并患魔障等 据立加罗龙王仪轨 说举立加龙王相法 P4028 巨叶罗 意义作随器 即柱放尺 等之容器 四分率卷四十一 大二二 八五九 比分巨叶罗器 现前森硬分 所量轻重已卷下 P4029 巨肥罗天 巨肥罗 泛名Covera 或Covera 意义味不好生 右座鸠柄罗天 巨尼罗天 巨尾罗天 四天王之一皮沙门天之本名 或其眷属 在印度为北方之守护者 乃福德之鬼神 自古即受尊崇 其形象为右手指剑 左拳上仰 置于腰际 阿玉王精卷六 胎葬四部仪轨 会愿因一卷上 参阅 多文天 两千三百三十一 P4029 巨舍 范宇KOA 右座巨舍 意坐葬 简 巧 即包含 摄持之意 世青菩萨造巨舍论 后人应其论而成立巨舍宗 故巨舍又为巨舍宗之略称 P4029 巨舍三家 指玄葬门下之普光 法宝 神态而言 玄葬新义巨舍论 其门下多研究之 玄葬虽密将一本副普光 然法宝 神态一阶精通 并著述弘扬 因而 朴光有巨舍论记三十卷 法宝有巨舍论书三十卷 神态有巨舍论书二十卷 译说三十卷 之著作 古来称此三人为巨舍三大家 P4029 巨舍宗 即依巨舍论而立之小乘宗派 我国十三宗之一 相对于成十宗被称为小乘空宗 巨舍宗则被称为小乘有宗 其学者被称为巨舍师 初游士侵入加斯弥罗国学皮婆沙之意 其后根据大皮婆沙论 及参酌精量部之意 造阿皮达摩巨舍论 批判说一切有不传统之说 时有众贤论诗 转巨舍薄论 破世清心说 又造阿皮达摩藏显宗论 显阳皮婆沙宗矣 而后 德慧 世友 安慧 陈那 称友 曾满 祭天等诸师相继致书 以示巨舍论 遂地造说一切有不教义之星纪元 陈天嘉五年 五百六十四 真帝一出阿皮达摩巨舍试论 范阿皮达摩扣 又别作书十六卷以示之 惠楷 惠静 道月等亦相继致书敷扬 唐永辉五年 六百五十四 玄奘在意 称阿皮达摩巨舍论 是称星巨舍 及此宗所依之经本 玄奘门人神态 普光 法宝等三师各传书 以不演其意 和称巨舍三大书 又有怀宿 元辉等座书记 一时讲习颇盛 习唐以后 此宗岁绝不传 元氏祖时 帝师八思八造立章所知论二卷 是为研究巨舍之最后余光 日本传入此宗史于齐明天皇四年 六百五十八 智通 智达等来华 唐 留学 回国后兼传巨舍论 为九级受悬访等之邀请于星福寺等杀盛行此学 大抵日本习此宗者多附属于法乡宗而兼学之 经锦残存学派 宗明已不传 此宗除以巨舍论为主要论点外 所宗之今有四阿汗等 论有七论及大皮婆沙论 阿皮弹心论 砸阿皮弹心论等 是清造常行 以论理明晰 叙述顺序得以 理常为宗 故隐的 聪明论 知美称 此宗教 一直在说明诸法 因缘之正理 破外道 凡夫者我之 职见 以断或入圣 永离三界戏父 为说明三界诸法 乃大别之为有畏 无畏二类 又区分为五畏 细细成七十五法 一级有畏法 包括色法十一种 心法一种 心所有法四十六种 不相应形法十四种 无畏法则有三种 总成七十五法 有畏法乃之万有中 众元聚集所作为 有生灭变迁之部分 无畏法则只非因缘所作为 无生灭变迁 占然常住之部分 此外 并立五蕴 十二处 十八界等诸法门 盖此宗批判一切 有不所说诸法之体实有 贯穿三世之 三世实有 法体很有 之主张 而依经量不知义 提倡过去 未来无体论之说 认为生灭乃是刹那相续者 灭为现在必然之推移 不需其他之因缘促成 而生则必有生因 并以六因 四元 五果等法门说明之 又概括迷雾之因果为苦 即灭 到四地 并以十二因缘法门说明 生死相续无穷之理 力气方便 四相 四果以产明转迷开物之因果皆次 此外 特别论证在禅定状态下 进物四地之理 可以达至解脱 婆守盘斗法师传 据舍论光记卷一 据舍论宝书卷一 大唐西域记卷四 元亨氏书卷二十七 P4029 巨舍诗 以巨舍魏宗之师 戏对以巨舍等论魏宗之师而言 非专指示清菩萨 P4030 巨舍曼图罗 为日本平安末期之作品 藏于日本东大寺 其图像戏以释迦 文书 朴贤等三尊位忠心 四周围绕巨舍宗诸祖 宇家业 阿南等佛弟子 梵天 帝氏异于其中 四天王则配置于四渝 为一平面具有古风之图样 大日本古文书卷十二 东大寺大静卷四 P4030 巨舍薄论 请参阅阿皮达摩顺正理论 巨舍宋书 请参阅巨舍论宋试书 巨舍论光记 请参阅巨舍论记 巨舍论要解 梵石卷 日本净土宗森普记传 共分七门 一、明论之缘起 二、明交起之意 三、辩论之宗旨 四、明藏之所舍 五、明翻式之意 六、式论之题目 七、随文解释 本要解对婆沙论 及巨舍论光记 宝书等之解释 加以批评 然无隐文与原文对照 使用上颇多不便 P4031 巨舍论记 凡三十卷 唐代普光 七世纪 传 故本书又称巨舍论光记 光记 收于大阵藏第四十一册 神态、普光、法宝 同位巨舍论意者 玄藏之门人 被并称为巨舍三大家 神态座太书二十卷 一说三十卷 收于万序藏第八十三册 然现存者并非完本 法宝座宝书三十卷 收于大阵藏第四十一册 三书之中 以太书为最古 四为光记 最后为宝书 太书之特色在于随文解释 恰到好处 未亦难得之著书 若与光记互相对照 则更能明了玄藏相传之事意 宝书之特色 由于法宝原本研习涅槃 故将巨舍论之研究 分为五门而论玄坛 每由大臣之观点来看巨舍论 因而对神态 普光二师之说多所不满 三大家之态度虽然彼此其意 然在巨舍论之研究上 则同位不可忽视者 巨舍论宋书续记 宋高僧传卷四 新编诸宗教藏总录卷三 P4031 巨舍论书 一堂代神太传 经收于万续藏第八十三册 略称太书 原本已不存 而原本之卷数有三十卷之说 有二十卷之说 经仅残存七卷 即第一 第二 第四 第五 第六 第七 第十七等七卷 神太之传记不明 仅知其为玄藏之高图 普光之先辈 其文词书数简洁 所说稳健 普光之巨舍论记略称光记 成神太之说颇多 如巨舍论一部大科完全记成神太之说 是称神太书即光 宝 普光 法宝 二纪位巨舍论三大著式之书 阿皮达摩巨舍论法一卷 以东玉传灯目录 二凡三十卷 唐代法宝传 收于大正藏第四十一册 略称宝书 此书与光记皆为巨舍论学者所必修 共分五门 第一出转法轮时 第二学行之次第 第三交起之因缘 第四不值之先后 第五一文解释 日本十八世纪学森快道品本书之特点 为法宝多以一节味觉 并尝赤太书 光记之飞 盖法宝宗涅盘 信一信皆成佛 忌但法相知五信各别义 而此常为讲心义者所积贤 法宝应感光记解释之繁琐 大家排斥自创独特之解释 后世亦有重宝书者 故今有光 宝二学派之政论 宋高森传卷四 致政大师请来目录 新编诸宗教藏总录卷三 P4031 据舍论诵书 请参阅据舍论试书 据舍论试书论本 请参阅据舍论试书 据舍论试试 请参阅据舍论试书 据舍论试书 凡二十九卷或三十卷 全称阿皮达摩据舍论试书论本 又做据舍论试书论本 据舍论试书 据舍论试书 据舍论试试 略称试书 细解释据舍论六百行诵之作 唐代元辉传 收于大镇葬第四十一册 传者元辉受敬周次使甲层之请 就据舍论之诵 去其繁杂 针对要点 加以注释 故行文简易 颇尽其要 为研究据舍论之重要入门书 自叙 大四一 八一三中 刻以拥须 辽味颂事 煽其枝叶 采以精华 文语广本有凡 略续观节 易于经律有要 必尽根源 由此已见其志 此书出于普光 法宝二书之后 可谓据舍论是诸家中之后来居上者 当时即盛行于两和 两经 江表 燕 其 楚 蜀等地 本书原依据舍论本诵之形态 不含破我品 后由后人对破我品所影之诵作注释 追捕而成第三十卷 诸宗章书录卷一 宋高森传卷五 P4032 据舍论宝书 请参阅宝书 据品一分转不定过 英明用语 据品一分转 犯语 Sepakay Vepakay VTTI 又做同一句分 略称据分不定过 英明三十三过中 英十四过之一 六不定过之一 为英 理由 与宗同品 宗义品皆有一分 部分 关系之过失 相当于九句英中之第九 同品有非有义品有非有 其所以成过 系出于英第三相 义品便无性 知未能完成 例如 申论师对 圣论师立 申是常 宗 命题 无直爱故 应 如虚空 即为 同欲品 如平 乐 意欲品 知论是 其中 虚空与 即为皆有常住性 故为宗同品 又虚空 无直爱性 即为则有直爱性 故须空为应同品 即为为应一品 平与乐皆是无常 故为宗一品 无直爱性为乐所有 平所无 故乐为应同品 平等为应一品 无直爱之应有宗一品之乐为其同品 又有宗同品之需空为其同品 若以乐为准 身应有无直爱性 应是无常 若以虚空为准 身应同有无直爱性 应同有常住性 然身既是常 亦是无常 则是非此因 所能证明 故此因为 亦不定之因 即犯具品 亦分转 不定之果 因名入正理论 因名入正理论 书卷中末 因名入正理论 书他们浅世 参阅 因名 2276 P4032 巨皮陀螺术 巨皮陀螺 范语COVIDRA或CODRA 巴黎语COVIDRA 意义做得破 又做巨饼陀螺术 巨皮螺术 学名 Bohenia Variegata 黑潭之一种 产于喜马拉雅山西路 我国与缅甸亦有分布 枝叶相附 长绿布雕 能耐风寒 散型花絮 花瓣白里透红 有黄色斑点 家长32公分 肩而滑 内有种子 十至十五粒 启示金卷六 北本大班液盘金卷一 惠灵鹰一卷二十五 P4032 巨皮螺 一范名 COMRA 又做揪边螺 金皮螺 公皮螺 意义做骄 及骄龙 指有灵之龙 悬应鹰一卷五 大唐西玉祭卷七 二范名 KABRA 意义做不好生 乃皮沙门天王之别名 原为印度教之财神 戏世上一切财富之守护者 北方之保护神 又为叶叉与锦纳罗之王 驻于吉罗梭山 范Kalese 行貌丑陋 巨有三腿一眼 另有一眼睛为一黄色痕迹 佛教以之维护法四天王之一 阿玉王经卷六 皮沙门天王经 参阅 多闻天 两千三百三十一 三范名COMRA 又做金皮螺 药师如来十二神将之一般若守护十六善神之一 主领夜叉 试愿守护佛法的夜叉神王之上手 十二神将与十二地之相配 日夜十二时守护佛法 一阿梭富超药师卷中所述 其色黄标 驾虎 直受图鉴 左手握拳 趋压于腰间 晨抱恶状 或为虎头人身 右手持棒 大宝基金卷三十六 金光明最圣王金卷九 药师流离光七佛本愿功德金卷下 参阅 金皮螺 三千五百三十 P四千零三十三 聚真那 又做聚臣那 聚会愿因一卷下载 聚臣 大盆之义 那 法律之义 习有依武通仙人 明聚臣 余的至一大盆 蓄水若池 横在盆侧修仙法律 异常为人说护 静经及养生法 此后学徒皆以师名 及法为其姓氏 人众见广 及于其处建立成锅 故举国人皆姓聚臣那 成义明聚臣那 P四千零三十三 聚之 一范与KOI 八粒与同 右座居之 聚致 居离 亦亦未亦 乃印度数量之名 悬印因一卷五载 聚致 或称聚之 即中土所称之 千万 或以原策之解身秘经书卷六 万序三四 四四四上 聚之 传世有三 一者十万 二者百万 三者千万 可见历代所义之书以 二唐代森 身足年 俗性 相及等君不祥 属南越怀让之系统 常诵俱之 准之 观音咒 世人遂称之 俱之 常止于浙江物周精华 后应无以答复 实际迷之 直问 遂其勇猛精进之心 为九 大美法常之法 四天龙禅师道安 师乃引礼 俱臣其是 天龙数一指 而是之 师当下大悟 其后凡有参学森前来问法 师皆数一指 以达之 是称 聚之一指 一指禅 于入祭前 常为 大五一 二八八上 无得天龙一指头禅 一声用不尽 景德传灯路卷十一 五灯会员卷四 祖堂集卷十九 无门关第三则 参阅 聚之一指 四千零三十四 批四千零三十三 聚之一指 禅宗公案明 右座聚之数指 一指头禅 此公案树堂代 聚之和尚对参学者 景树一指 别无余言 聚景德传灯路卷十一载 聚之出驻安时 有尼师名实际 带立直熙绕 师三扎言 大五一 二八八上 道得即念下例子 如是三问 师皆无对 尼便去 师云 日是稍晚 且留一宿 尼达 道得即宿 师又无对 尼去后 师心大残 其大一极 勇猛精进之心 其后 天龙和尚至安 师及盈理 聚成前世 天龙数一指示之 师当下大悟 自此凡有学者参问 师为举一指 无别提倡 有一童子于外一学和尚数指 归而举四师 师以刀断之 童子哀叫走出 师换童 童子回首 师竖起指头 童子豁然而悟 师将世纪 为众约 大五一 二八八上 无得天龙一指头禅 一身用不尽 延弃世纪 盖宇宙所有森罗万象 均以真如位体 顾论其体性及平等 一如 一现象之实体 即为万象之实体 万象之实体 不外一现象之实体 据知之一指 即是全宇宙 全宇宙之山河大地 森罗万象 进入此一指之内 碧延录第十九则 从容录第八十四则 无门关第三则 五灯会远卷四 批四千零三十四 据嘉利 泛名卡克勒卡 八利名同 右座曲嘉利 据嘉利 居嘉利 意义为恶使者 牛主 为提婆达多之弟子 常妨碍佛之化道 并毁谤佛 摄立福 穆莲 梵天等 佛虽屡说 既呵斥之 犹谤之不止 后身体深恶疮 命中后堕八寒地狱 杂阿寒经卷四十八 大宝基经卷二 大智度论卷十三 P四千零三十四 据智 一范语KOI 八利语童 右座居之 居离 居之 居之 为印度古代所用之数量名称 获味相当于千万获益 玄印印卷五 参阅 巨之 四千零三十三 二 皮巨制 范BHQ 之略称 醋鹅之意 获味及皮巨制 观音 七巨之 佛母尊 不空所陀罗尼自在王咒经卷下 大二零 四二八上 皮巨之 周延田木 七巨之佛母所说准提陀罗尼经 大二零 一七八下 敏念未来饱符恶业众生 即入准提三摩地 说过去七巨之佛所说陀罗尼 皮四千零三十四 巨蜜 为真如石香等之原理 称为李蜜 印气静咒等之三蜜 称为是蜜 法华经为李蜜之蜜蜜教 大日 金刚鼎等之诸经 为是李巨蜜之蜜蜜教 此乃日森辞觉之叛世 为台蜜诸师以之与东蜜抗衡者 苏西的杰罗经略 书卷一 原人 天台真言二宗同一章 正真 辟四千零三十五 巨发一传伦菩萨 位于密教胎藏界 曼陀罗虚空藏院 座于虚空藏菩萨之佑 密号法轮金刚 本是与才发心转法轮菩萨童 身尘肉色 左手持莲 上安法轮 右手养长 立独骨处 坐于赤莲花上 P四千零三十五 聚会一处 往生极乐净土 而与诸上善人 聚于一处 阿弥陀经 大一二三四七中 设立福 众生文者 应当发愿 愿生彼国 所以这何 得与如是诸上善人 聚会一处 此系言往生极乐净土 常与圣众 聚于一处 得以清净晨习 增进佛道 阿弥陀经通赞书卷中 窥姬 阿弥陀经书超卷三 诸宏 P四千零三十五 聚闪迷监督 泛名 Cow Megabytes Kent Ha 巴黎明 Cow Sembi Cowndaka 右座 聚闪迷监督 绿藏中 二十监督之一 佛臣道之后 第九次之安居于聚闪迷国 即交赏迷国 举行 一笔丘因犯不犯之事起震 于大众中诽谤 骂力 恼乱不止 佛不喜此事 还舍卫国 其后位居闪迷比丘说十八世指振 此事采于四分绿卷四十三 第九间度 巴黎语之绿藏大品 Mahvaga 第十间度 P四千零三十五 据解脱 范语 Ophe Otto BHGA Fimukta 会解脱 之对称 九五学之一 七胜之一 断烦恼 解脱二障 余定 会得自在成阿罗汉之位 阿罗汉由会立离烦恼障 而得会解脱 父的灭境定 而离解脱障 即由定 会之力 而烦恼 解脱二障 距离 故称聚解脱 聚解脱有三根 即修四禅定中一至三禅位下根 聚四禅位中根 旧无漏禅而修观 炼 熏 席位上根 参月 会解脱 六千零五十一 P四千零三十五 聚由行藏 天台综于半 满 浅 密 因随时应激而有取舍之位 法华玄弦一卷石下 大三三 八零九上 虽负具由行藏的所 具由集欲五位与半 满诸经之相成 为第一华言乃至第五法华涅槃之一代佛法 半 闷之诸经常能观众生根基而立一之 调育众生之根基者 五位之次第能成就之 行藏乃一轮与树而偏 子卫言渊约 用之则行 舍之则藏 而取其意 以伴 满 显 密之教 随时应激之取舍而论行藏 P四千零三十五 聚迅婆花 聚迅婆 范语科桑哈 八粒语童 意义味红兰花 菊科植物 学名Cartum musting victorious 其花为红黄色之筒状花 花冠之叶之可置红之 或供药用 种子可榨油 苏西的杰罗供养法卷下 纸菊一土即卷九 P四千零三十五 巨魔力天 巨魔力 范名Cartum are 又作揪魔力天 巨魔罗天 焦魔力天 为大字在天卷署之一 大日经书卷十六 有巨魔力朔底之事 大三九 七四四上 大字在子之后 作朔底印 于密教胎 藏界曼陀罗 为外金刚 不愿西方犯天女之作 全身成肉黄色 左手直眸 右手肘竖开 竖掌而屈中小指 食指如钩 其三昧耶行未朔 大日经卷四 胎藏界七级卷中 P四千零三十六 巨魔罗天 巨魔罗 范名Cartum are 异一位童子 右座揪魔罗天 揪魔罗家天 居魔罗天 护士二十天之一 即出禅范王 其言如童子 故有此名 于密教胎 藏界曼陀罗 为外金刚 不愿西方 便才天之棒 形象为黄色六面 二重三面 童颜 右手直三骨脊 左手持其柄 又于金刚 界曼陀罗 成身会等 形象成青绿色 左手握拳 右手持零 以荷叶为作 大日经书卷十 苏西的杰罗 经略书卷三 翻译名义 即卷四 P4036 巨魔罗鬼 指金刚 童子之仪鬼 即佛说 无量受佛化身 大奋训巨魔罗 金刚念诵 瑜伽 仪鬼之略称 P4036 巨愿果 范语 M2LUGA 八粒与铜 英译摩登龙家 摩毒龙家 密教孔雀明王的四种持物之一 右座巨猿果 狗猿果 表调福或席栽之意 四种果实 颇似木瓜或柚子 属宁蒙类 大孔雀王咒经卷下 意境 大孔雀明王画像 弹场仪鬼 悬应应一卷二十三 P4036 巨妇婆罗门 又称巨伯婆婆罗门 旧婆巨婆罗门 此婆罗门身犯百罪 命中后堕入地狱 后已随求陀罗尼之功得利 画地狱为净土 而与其余诸罪人皆得三十二相 圆满八十众好 据随求陀罗尼已鬼仔 习时摩羯陀国有意婆罗门 明具伯婆罗门 其人造恶无数 罪不可量 命中后宿即堕入阿比地狱 狱族前来居迁 其实地狱呼化为莲花池 弥满八宫得水 盖埋葬巨伯处所之西 一里有一苏赌波 其内藏有随求陀罗尼之咒文 因苏赌波已朽 真言碎堕落地上 咒文中之一字随风系于巨伯婆罗门之一海上 以此因缘 巨伯与其余诸罪人皆得三十二相 圆满八十众好 诸罪人并于莲花台葬世界 沉诸佛菩萨 巨伯婆罗门则 沉上方世界之无垢佛 此类记载于巨父婆罗门之名散见于密教典籍之中 多用以彰显随求陀罗尼不可思议之功得力 P4037 巨苏魔 范与克斯尔玛 八粒与铜 又作巨苏魔 花之音意 或专指巨苏魔花 巨苏魔花带如小钱 色甚鲜白 由多数细叶圆集而成 状四百菊花 又巨苏魔花有月一花之意 因其花色美而香 形状端正 见闻者无不月一 惠灵精英意卷二十二 翻译名意集卷八 P4037 巨苏罗 范与克斯罗卡 又作绝修罗 纸修罗 瞿修罗 绝苏洛家 一一座群 下群 一 前二者以其用法而异 后者应其形状而异 尼重五一之一 指尼重之下群 根本说一切有不百一 结膜卷二 大二四 四六一中 长四肘 宽二肘 两头缝合 入中上过旗 旗 后眼 细以腰涛在怀上二指 此是印度尼重这群之一 为此一群 更无余福 惠灵英意卷六十三 大五四 七三陵上 依着 周襄连逢合 犹如刚明约一 即经之女人 锁着群 世也 五分绿卷二十 南海 既归内法 船卷二 P4037 据 梵梵雨 KLA 至凡夫之小塔 塔上无书改 据绿点记载 若为如来 独厥 阿罗汉 不海果 易来果 预留果等造塔 的采用超过一重以上之相伦 反之 若为凡夫中之善人造塔 可造平头 然不可用轮改 南海既归内法 船卷二 参阅 塔 5421 P4038 据底 梵雨 Kulipati 意义作家主 求法高僧船卷上载 若有一人称豪 独用僧物 触断刚物 不白于大众者 称为据底 此乃佛法之独流 人神所共愿 虽负于四有益 而获罪甚深 P4038 修二月会 又作修二 法 会 乃于二月初为祈求天下太平等所举行之法会 在印度之年初 即相当于我国 日本之二月 故在我国之元月初所举行之共佛摘天等佛式 乃模仿印度而举行者 P4038 修实种善法如狮子王 狮子王 又作狮子王 聚宝与金卷五载 菩萨因修实种善法 得无上正真之道 而为天人师 另一切邪魔外道无不掉福 犹如狮子王 具有大威力 能设福百寿 所向无敌 即 一 菩萨以勇猛精进阵的最上乘 故能舍离生死 不经不布 得大自在 犹如狮子王与百寿中无有相比者 故其所由行之处 皆无有经步 二 菩萨具大智便才 于一切正论之时无有窃具 然亦不精甚 犹如狮子王闻诸恶寿之身 而无窃具 三 菩萨勇猛精进之心 如金刚山 不可牵动 若于众中有所阻力 其心勇猛 终无退驱 犹如狮子王无退避之心 四 菩萨为众生宣说大乘法 能令一切外道天魔精不解散 犹如狮子王笑后之时 能令诸恶受西皆惊骇持走 五 菩萨具平等智 得大自在 与有情界中 微一寂静而魔所谓 犹如狮子王游行各处皆独行绝律 心魔所谓 六 菩萨自信寂静 智慧融通 能游戏无碍于善法之灵 犹如狮子王自信无畏 能献威势而游行于诸元灵 七 菩萨以禅定智慧为言枯 行 住 坐 卧皆一指其中 犹如狮子王常以高言声枯为一指 八 菩萨以勇猛精进之心 舍弃一切烦恼而有魔所取 犹如狮子王弃舍所有之葬姬而魔所取 九 菩萨成等正觉 坐于菩提道场位独一无二者 能摧破诸魔君众 犹如狮子王勇猛势力 能设伏诸恶兽 十 菩萨于其所视线之处 守护一切有情所中善法之苗 不令邪魔 不令邪魔外道所损坏 不令邪魔外道所损坏 犹如狮子王所游行之处 一切恶兽不能清净而损坏人所中之何苗 P4038 修大方广佛华言法界关门 修大方广佛华言法界关门 全一卷 略称法界关 法界关门 随代度顺数 本书原不被编转为读本而收于藏经中 或为本书系取字法藏 发菩提心章 之文 其后关以 杜顺座法界关门 知名而流通者 本书阐述华言法界之关法 有真空关 李氏无碍关 与周涵荣关等三种 其中第一真空关及四法界中之理法界关 第二李氏无碍关及李氏无碍法界关 第三周涵荣关及四世无碍法界关 驻华言法界关门 宗密新边诸宗教藏总路卷一 P4039请参阅法界关门或华言法界关门 修大涅槃得五世 据北本大涅槃经卷二十一载涅槃 大灭度之义 大即法身灭即解脱度即般若 若修习此大臣涅槃之法 则可获得下列五种益处 即一 不闻的闻 为一切众生心中无不具足大涅槃甚深为妙之义 然因旷大劫来为无名覆盖而不得闻之 故修习大涅槃法 以达于如来信常之理 使往习所不闻者而能得闻 二 闻以利益 为闻之大涅槃为妙之义后 父能思维书写读诵而为他人广说 令其开解自立立他如是 则为一切天人所敬仰 不久即能得正佛果菩提 三 能断疑惑为闻之大涅槃甚深之法 能断除疑民一意之心 即听闻此经者能断疑民之心 若能思维者则断一意之心 四 会心正直 为闻之大涅槃甚深之法 则智慧增明 造理真实 心无邪躯 五 能知如来密藏 为闻之大涅槃为妙之法 则知一切众生皆有佛性 甚至造极大恶业 广法之一产提 信不拒 亦能得成于佛道 如是等之秘密生亦皆能了之 P4039 修正会 日本佛教用语 略称修正 为日本佛教各四月每年真月举行 纠正就年二席 祈祷吉祥之法会 起源于天长四年八百二十七 东西四举行之要施法会过七日会 或位源自神户锦云二年七百六十八 圣五天皇于诸国国分四举行之会过法会 平安中期之后 盛行于诸大四 法会会其一般为七日 然亦因时因地而有所差异 诸大四一般皆与追挪式 驱逐亦鬼之仪式 一并举行 P4039 修身 由修行之功见显本有幸得之位 乃自后天之修行而得 语的字 自然法尔 者有别 参阅 本有 一千九百五十六 P4039 修因感果 修善恶之因 可感召苦乐之果 例如三种佛身中之报身 即属修因感果之佛 又如阿弥陀佛之西方净土 乃源于因愿所获至者 故称为因愿仇报之土 此亦不外乎修因感果之礼 宋代元兆之阿弥陀佛经义书 为阿弥陀经及以弥陀之修因感果 依正庄严 不思义功德等位所全之礼 无量寿经义书 正法眼葬卷八十九 时讯超卷下可数激方能士 P4039 修多罗 一范于Estra 巴利于Sata 所至有二 一 为一切佛法之总称 二 特指九分教或十二分教中之第一类 此时又亦亦为弃经、正经、灌经 本义旨由献与扭串莲花醋 隐身未能贯串前后法语 法义使不散失者 亦及弃于理、何于基 贯穿法相设持所化之矣 就文体与内容而言 佛陀所说之教法 凡属直说之常行者 皆属于修多罗 参阅 十二不经 三百四十四 经 五千五百四十八 二这七条 五条夹沙石 以彩线交络组 结成花蛮状 垂于夹沙背后之色带 此法行于日本天台 真言、净土、真宗等 最初原始用五条夹沙 经加以简略而变化 定其威夷 使用修多罗并非自古即有 大约源于初唐时代 世门张福仪 道宣 考信 陆卷一 P四千零四十 修多罗藏 泛名 Estra Piaka 八立名 Sata Piaka 意义做金藏 契金藏 魏三藏之一 汉乡 大别位大臣 小臣二种 大臣经乃针对小臣经而立名 关于金藏之分类 诸家说法不一 自列举如下 据开原式教路略出卷一至卷二下 将大臣经分类为班若、宝基、大吉、华岩、涅槃等五大部 及五大部外诸仲义经、大臣经单一等七部 又据粤藏之经将大臣经分为华岩、方等、班若、法华、涅槃等五部 小臣经之分类则据原山三大臣总目录所据分为阿含、单一二种 令大臣新修大臣经将大小臣类别为十部、吉、阿含、本源、班若、法华、华岩、宝基、涅槃、大吉、荆吉、密教 此外 至原法宝堪通总路卷一至卷六、缩刷大臣经等皆有所据 班若经通常至于诸经之最前 此乃因玄藏一至大班若经六百卷有唐太宗、高宗之御序 及班若为真如之治而来 然明代智序则依据天台五十之教判 将大臣经之次序便更为华岩、方等、班若、法华、涅槃 日本缩刷大臣经亦采用此种顺序 参阅、大臣经典、八百二十八、小臣经典、九百三十七、经、五千五百四十八、P四千零四十 修瑟加尔居、西藏佛教加尔居派波结派之系之一 南宋纯西八年、一千一百八十一、波结木九八、藏法、 南宋纯西八年、一千一百四十四、一千两百零四、于涅浦地方新建修瑟四、创立该派 后该派重视西解派出传之教法、故、清史、将该派归属西解派 P四千零四十 修行、含有实习、修养、实践之矣 宗教生活中,欲实现生活上之统治、调节、规定等,则需及修行已完成之 宗教本集有信仰与修行双重之要求 以佛教而言,行者自身欲实现佛陀体验之境界,而专心经研修养 故特别重视修行方面,亦因而发展成各种详细之戒律条文、生活规范与精神之修养方法 如戒、定、慧等三学、正见、正思维、正语、正业、正命、正经济、正念、正定等八正道、苦、疾、灭、道等四地 此外,四禅天、四念处等修行阶段一级发达 佛教有所谓,八万法门,之称,然其主要者,及上述分类之修行德目 至大乘佛教,虽特别强调信仰方面,然亦以禅定、观法,及其他密教修法作为教义与组织之基础 实行修行功夫者,一般称为行者 身文、原觉、菩萨之修行至最后果位 其修行时间各有不同 身文须三身六十节 原觉须四身百节 菩萨须三指百节 一、三身六十节 身文至阿罗汉果 最快意须三度身于人间 最迟则须经过六十节 结指刀兵等一小节 三身中之第一身或最初之二十节 修顺解脱分 第二身或四之二十节 已未制定起顺觉则分 第三身或最后之二十节 已根本定在起顺觉则分之会 入于剑道 而中正无学果 但义有认为第三身使其顺觉则分之会之说 又素者乃止利根而言 持者止顿根而言 反之 亦可谓持者乃是能忍耐长期之修行者 故为利根 二四身百节 原觉至辟之佛果 最快意须四度身于人间 最迟则须经过百节 据据舍论卷十二载 灵脚欲读觉必修百大节 而不说四身 三 三指百节 又做三僧节百大节 三指乃三阿僧止节 又做三僧节 三指节 百节乃百大节之简称 菩萨于三阿僧止节修波罗密 于最后百大节修佛所具足之三十二相 八十众好之相好业 此种修行即为三指修行 又应需经此种修行 始可成佛 故称为三指成佛 大批菩萨论卷一七八位 菩萨于初阿僧止节 侍奉七万五千佛 于第二阿僧止节 侍奉七万六千佛 于第三阿僧止节 侍奉七万七千佛 积极资良而后 于九十一节再侍奉六佛 修一手果身于王宫 断节三十四星辰道 大制度论卷二十七亿有三指百节之说 设大臣论卷下则仅言三指 而未说百节 法乡宗认为 于最初阿僧止节为五位中之资良 加行二位 在此于一行中修一行 于第二阿僧止节为通达位及修席位之一部分 即自初的至七的 在此于一行中修一切行 于第三阿僧止节为前修席位所剩余之部分 即自八的至十的之满心 在此于一切行中修一切行 而后于十的满心登上等爵位 在此为成佛而修方便之行 相当于百节之行 又于三指修行之间 专心精进 可超越中间阶位 而至最高之修行阶位 称为超节 然亦有说出的以上无超节者 华言宗与天台宗认为 三指百节之说 乃属小臣及下根之方便教法 故两宗君认为 若由原教教法而言 众生本来即佛 故三指之长时间不成问题 又真言宗有以一念超越三节忘直之说 而净土教义认为 依弥陀本愿之力 即可往生成佛 故不言三指之修行 法华经卷三药草玉品 新华言经卷五十八 修行道地经卷一 参阅三贤六百七十九 五位一千零八十七 四善根位一千七百六十七 P四千零四十 修行方便禅经 请参阅达摩多罗禅经 修行本起经 泛名Syria NIDNA 凡二卷 后汉竹大力 康梦祥共义 又做塑形本起经 收于大阵藏第三册 叙说释迦牧尼佛脱胎 降生 乃至出家 成道之势力 修行本起经 为佛传第一分 另外之中 本起经 谈果 康梦祥共义 为佛传之中分 二经 具有连带关系 本经卷上分线辩 菩萨降生 示意三品 卷下位游观 出家二品 意义本有无 知谦所义之太子 瑞印本起经二卷 西境涅道真 所义之意出 菩萨本起经一卷 出三藏祭集卷二 卷三 法经路卷三 开元世教路卷一 P4042 修行的不禁观经 请参阅达摩多罗禅经 修行经 请参阅修行道地经 修行道地经 泛名Yoga Syria BHMe Estra 凡七卷 略称修行经 印度森加罗沙 范Sagareke 做西境主法 护义 收于大阵藏 第十五册 本书转集 众经所说有关于 加关行之大药 现行本供三十品 屏幕如下 集散 五音本 五音像 分别五音 五音成败 词除恐怖 分别像 劝易 离颠倒 小了时 浮圣诸根 忍辱 气加恶 天眼见忠实 天耳 念往事 知人心念 地狱 劝悦 行空 神族 书席 观 经学地 无学地 无学 弟子三品 修行 圆觉 菩萨 三十品中 最后三品 乃具法华经 而来 古本无 六朝初期 集究摩罗 时入观 以前 以盛行 讲究本经 意义本有 后汉 安氏 高一道 地经 一卷 后汉 知药 一小 道 地经 一卷 森加罗沙 所及经序 初三藏 记及卷 十道 地经序 法经 路卷 三 P4042 修加陀 一范 于苏 狗 又做修加度 意义好去 好说 善事 如来 十号之一 了生死 而归于涅槃 向善处去 故称善事 好去 故称善事 好说法 故称好说 大智度论卷二 玄印应一卷四 二泛名 SV GEDA 意义做善来 佛弟子 出身之一 出身之时 容貌可爱 以表装严 其父见之 大为欢喜 乃言善来善来 应以为名 参阅 善来 4881 P4042 修忍五相 据菩萨善界经卷五载 忍 安忍之义 即菩萨为化度一切众生 而修下列五种相 以安忍众生 加于其身之种种恶事 即 一 众生相 菩萨若被他人打骂 即观肃世轮回时 一切众生皆为父母 师长 当生恭敬 顾灭除愿增享 而身轻有相 由修此词忍 以成就众生 二 法相 菩萨修此忍识 地观世间一切诸法 皆为法界真实之理 而无取舍 甜喜 仪式平等 顾灭除众生 想而成就法相 三 无常想 菩萨思维一切众生 即万物 皆为无常 言语信空 刹那不住 顾破于常想 而成就忍心 四 苦想 菩萨观察众生 皆有生死之苦 故虽遭其悔辱 亦当就知 菩萨由修此忍而断诸苦恼 成就无上道 五 无我 我所想 我 即主宰之意 我所 即五应之身 菩萨以智慧观察四大本空 五应非有 乃了之 我 我所 拒不可得 P4043 修定三杖 据是禅波罗密次第法门卷四载 修禅定时有三种障碍 能令禅定不得开发 即 一 审婚案避障 行者于修定时 审婚调举而摩索别之 二 恶念思维障 行者于修定时 虽不审婚 然恶念呼起 欲悔境界而做诸种不善之事 三 境界逼迫障 行者于修定时 虽无审婚 恶念等事 然身体或促痛 或磨脑禁起 或见自身被火烧 于高崖坠落 为蒙虎奔竹 罗杀诸恶相陷等境界 逼脑行者令其经部 P4043 修定四塔 位于河南安阳县城西北35公里之清凉山南路 修定四已毁于清末 塔建于唐代 陷阱残存塔深 高9.5公尺 位方形单层 寺外壁由不同类型之魔制服雕砖 镶嵌而成 有青龙 白虎 真人 武士 金刚 力士 胡人 猛师 花卉等七十二种图案 构图严谨 造型生动 南壁辟阙门 门洞亦由浮雕砖砌砌成 实直半圆形门 而上为三式佛造像 刀刻佛像 弟子 天王等九尊 佛像背后有火焰文背光 乃属圣唐艺术风格 造像下有唐弦通十一年 八百七十 知草书提记 塔外壁之符雕砖与内层砖以损某香套和犬牙交错之气柱方法连接 使塔生魂如一体 此塔造型优美壮丽 专雕精巧雅致 为唐代专刻艺术之真品 P4043 修性 依修行使能成就者称为修 不待修行而本来具足者称为性 性乃不变之本体 修为随缘变化之作用 按天台宗所说之二种修性 即 一 是理相对之修性 万有之本质 理 为之性 现象态 是 为之修 二 人法相对之修性 万有含有是理之真实相 法 为之性 认识迷雾之见解 人 为之修 十步二门之第三集显示修与性 两者不二之理 为人之修行与法之本性不相离而成立 称为修性不二 P4043 修性不二门 天台宗之观心法门 十步二门之第三 修制造作之功 称为修 本有不改之体 称为性 性得及众生刹那之一念 本来自耳聚足 然众生偏于忘情 迷而不觉 故及修门已显得 除去忘情 使本具性得 彻照三千之法 以念性得聚足三法 性虽本耳 极致起修 由性发修 由修成性 性修本体不二 如水与波 相虽不同 实为一体 十步二门 只要超卷下 十步二门 文心解 P4044 修法 又作行法 密法 密法 在密教所修之 加持祈祷等法 即奉上各种公物 而修护魔 依所定规则 口唱真言 守结应器 心持念本尊 行者与本尊 融成一体 以获得所期望成果之作法 根据其目的 而有如下四种行法 一 增进受命福德之增益法 犯 QIKA 二 去除灾害与苦难之息灾法 犯 MTKA 三 获得佛菩萨与君主之爱护 而令亲友众人互相生起 慈爱心之敬爱法 范VAKARA 四 降服恶人恶心之调伏法 范APHIKRAKA 以上四种加照 请本尊之勾照法 范KARA 成为五种修法 甚至可将比一一分开 成六或九种 此等修法之目的 包括犹敌前的世俗境界 乃至佛教究极之最高境界 为因应各种修法 遂有谈之形式与做法之制定 父次 息灾 调福 增益配于胎藏界中佛 金刚 莲华等三部 同时 息灾 调福 增益 敬爱 勾照等五者 则配于金刚界中佛 金刚 宝 莲华 结魔等五部 在修法中 由其行法组织可分为 金刚界力 胎藏界力 十八道力 别行力 如意宝诸力等类 自其结构观之 有大法 密法 普通法之分 自本尊及其卷属之数观之 则有五尊力 十七尊力 三十七尊力之分 又自其修谈法之数观之 则有一谈力 二谈力 三谈力之分 自其重负之次数观之 则有一座 三座 七座 二十一座等种类 从参加修法的僧众人数而言 富可分为大中小三等 当谈数为一 半僧为五人至十人时 称为小法 谈数为满五谈 半僧多至十六人 则称为中法 谈数为五谈以上 而半僧为十七人乃至二十人时 则称为大法 在日本诸流派中 对于称为大法之主要修法各持一说 修法必备之物品 支度 盛多 如本尊 经 曼图罗 秘密谈 谈具二十种物 供养物 相应物 烧料 加持物 杂具等 修法之前 安置谈之法 称为作谈法 结束后除谈之法 称为破谈法 此外 于修法之时 行者为保护身心 并完成所修法 而先行护身法或护身加持 意及结印 送真言 以加持身心 此时所用之真言 印气是十八道气印中之境三叶 三步三昧耶 佛 莲华 金刚 被假护身等五者 统称为五护身 大日经卷七持 诵法则品 金刚 顶于家中略出念诵 经卷疑人 王护国班若波罗密多经到场念诵 以鬼卷上 七句之佛母所说准提陀罗尼经 P4044 修法阿舍离 指密教修法中 作家持祈祷之阿舍离 阿舍离 即教授弟子 使之行为端正和宜 而自身又堪位弟子凯摩之师 故又称导师 祈祷者 为家父佛力于信徒或弟子 使之蒙受佛力 故祈祷又可执称为家持 或并称为家持祈祷 P4045 修法痰 即修法所用之痰 修法时安置佛像 三昧耶行 并配备公物及工具等 称为痰 一七日作痰法设立之 此有大痰 护魔痰 小痰之别 大痰为化上座为修法本尊之主痰 护魔痰为安置火炉之痰 小痰用于灌顶等之别痰 伊陀罗尼集经卷十二载 大痰之作 于四角树标位祭 后觉的出其恶土 净除古法 探灰等恶物 既负以好土 以储柱之 令其平满坚硬而积高 又痰形因四重法而异 如席栽法为圆痰 增益法为方痰 调拂法为三角痰 勾照 敬爱法为莲华痰 痰之广辖不一 最大为一千尤寻 最小为掌中找甲之量 供养仪式中 最大为三十六轴 及小为二轴 若旧材料而言 坛有二种 印度用土坛 我国则专用木坛 四位护魔坛 即修护魔法时所用之坛 亦依七日作坛法建立 于大坛中央或一边决一火炉 其炉形就增益等法不同 而有方圆之别 又急于治病等而修法时 不一七日作坛法 唯以洒水建立者 称为水坛 小坛有二种 灌顶坛及正觉坛 一大日经卷 二具原品载 作灌顶坛时 应见于大坛天方门外 具二轴量画图于外界 四方正等 内开一门 于四于内安置四直金刚 又诸佛集会陀罗尼经说修寿命经法 时设二种小坛 于大坛之上做二十亿小坛 其中一处称如来坛 于二十坛称金刚王坛 又大坛外做四小坛 称四天王坛 另有仅用以公养诸尊之公坛 为普通之桌形 又于此等诸坛之上 做宝轮 结膜 五瓶 莲花 灵 五谷处 四面器 洒水器等庄严之法 称为坛法 陀罗尼集经卷一 卷二 卷八 金刚鼎于家中略出念诵经卷四 诸佛集会陀罗尼经 苏婆呼同子请问经卷下分别道分平 P4045 修的佛性与性的佛性相对 此种佛性由现世修行而成就 而非累世以来所本有着 P4046 修的性的又做修得性的 自性的人功德 依修习而得 称为修得 无始以来自性本有 称为性德 性习之二性 性静方便静之二种涅槃 本觉始觉 真修原修 本有心勋等之别 皆依此意见利 于天台宗特称为修得性德 而主张修性不二 修得者 修乃修制造作之意 是为随缘之修用 性得者 性为本有不改之意 是为不变之理性 别教认为此二者纵横并列 原教则认为修得与性德 二者不纵不衡 不并不别 性德乃理俱之三千 修得未变造之三千 两者同为三千之法 故修 性互容互俱 假修显全 是性德之显现 全其性而其修 与性德毫无亏损 二者为不二容妙之关系 菩萨的持经卷一种 两性品 佛性论卷一 三无性论卷上 法华经文句卷九下 观音玄义卷上 十步二门 十步二门只要超卷下 参阅 修性步二门 四千零四十四 P四千零四十六 修习 范语B.H.Fan 八粒语童 数数训习之意 略称修 习 即于诸行法 反复实践 数数熏习 以其达到成佛之目的 据良意设大成论是卷八或据舍论卷二十七所在 佛教之修行既有 一 常时修 常时间修行 二 无见修 不修不止之修行 三 恭敬修 以前成功敬心修行 四 无余修 完全不缺之修行 唐代善导大师及以此作为净土宗之修行法则 杂阿含经卷三 成识论卷十五修定品 据舍论卷十八 良意设大成论试卷十 批四千零四十六 修习止观坐禅法药 全一卷 随代至以述 略称坐禅法药 同盟止观 小止观 经收于大镇藏第四十六册 为初学者叙止观坐禅之药门 相传乃智者大师为其俗凶臣真所作 计分聚元 喝育 气概 调和 方便 正修 善发 绝魔 治病 正果等十章 前五章详述止观之前所应加行之二十五方便 第六正修章设立坐实修 立元对静修两项 作为止观修习之法 第七善发章皆是修习止观所发之内外善根之乡 第八诀魔章论述觉知种种魔障时如何以止观破斥之 第九治病章举出以止观对治种种病患之法 第十正果章宣誓由修习止观而得正果之理 盖入涅槃之门虽有多图 然论其辩解 不出止观二法 只为爱养心时知善资 观及策发神解之妙述 本书及磨合止观之梗盖 未入道之书机 历来天台加及为推重 视之为新学四书之一 著书有修习止观作禅法要超三卷 元正止观作禅法要帐中计四卷 宣顺等 1871年 比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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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因一本书前四章 收入 A Cotina of Buddhist Scriptures from the Chinese 一书 大臣 其信论一记卷下末 法藏 其信论书比消记卷十九 法华经三大部补助卷十一 佛祖统记卷六 卷二十五 大唐内典路卷五 大明三藏圣教目录 P4046 修造司 日本禅寺司营造之职者 其筹办事务之处称为修造局 P4047 修货 修到所断货 犯BHFN MRGA Protavia CLEA 之略称 与 建货 对称 又做私货 意志修到所断之货 急于修到时所断贪的迷逝之烦恼 据据舍论卷二十五味 贪 甜 慢及无名等四烦恼对色 生 香 味 触等境 生起染者 增被 高举及不了之行相转 称为修货 盖修货便起于三戒九的 因此或难断 顾美的各系分位上上 上中 上下 中上 中中 中下 下上 下中 下下等九品 另二果斯陀汗 三果阿纳汗 四果阿罗汉次第断除 总有八十亿种 称为八十亿品修货 修到时所灭之根本烦恼有十种 即在御界有贪 甜 吃 慢四种 在色 无色界 步行 甜会 各有瓶 吃 慢三种 张所之论卷下到法评 大三二 二三四上 修到所断 俱身烦恼 得 像 无忌 有漏善等 御界之中 贪 甜 吃 一座 慢 无名四 各具九品 共三十六 色界之中 第一净律除甜 余三个各九品 乘二十七 如是二 三 四净律一耳 色界总有一百八数 无色界亦然 如是三界修到所断 总有二百五十二数 幼若就随烦恼来分别 放逆 不信 懈怠 昏沉 吊举 无惭 无愧 免等八种通于见 修二道所断 于之奋负等十一种 于自在其中 与无名相应 故为属修到所断之祸 大乘为时已与生俱来之先天烦恼 俱生起 未修获 即十六种 大批婆沙论卷六十一 巨舍论卷二十三 成为时论卷六 大乘一章卷六 参阅 见私祸 两千九百九十六 见祸 两千九百九十七 批四千零四十七 修二 天台宗用语 未相对于 性恶 之称 为恶为众生本有之性 故称性恶 相对于此者 即修至造作而成之恶 称为修恶 至已知观音玄意味 佛虽不断性恶 而通达恶 故于恶自在 不为恶所染 故佛永不复有修恶 参阅 参阅 性善 性恶 三千两百三十七 批四千零四十七 修华言傲指望 静海原观 权一卷 又称华言傲指望 静海原观 望静海原观 华言海原观 海原观 唐代法葬术 修于大正葬第四十五册 本书系祖述杜顺之 法界官门 题为修华言傲指望 静海原观 杜书为修大放广 佛华言法界官门 望静海原 亦为望静新臣 海父亲近原明之自信 本原 即曰观臣之利益而利明者 此官为原教之觉 对关门 然关于作者 古来有议论 或为杜顺所作 或以其真伪 或为浅门 本书之大纲准大臣 其信论之所明 增述约历六门 又于其六门中 别开总为二十一门 本书之注释本有多种 如静水静园 望静海原观 书超不解 一卷 占瑞 华言望静海原观 转世 五卷等 参阅 修大放广 佛华言法界官门 4039 P4047 请参阅 望静海原观 修道 范语 BHFN MRGA 数数修习道之意 又作有学道 三道之意 一 于小城中 修道 乃于建道位时 岂无漏制 出正四地之真理 于此真理中 更加修习 乃至断除三界八十一品之修获 道 即有履 通入之意 既有履于无漏制于四地真理之中 并建而通入涅槃 故称为修道 相当于四相四果中之欲流果 亦来相 亦来果 布海相 布海果 阿罗汉相等六者 二 于大臣为时之中 出的支柱心以后 至地时的最后修金刚无剑道 称为修道 于其中间 广为断除剑道之时 所断灭者以外之余杖 亦即断除一切巨生的所知杖之种子 未正得二转一之妙果 而屡屡修习无分别制 相当于资粮位等五位中之第四位 修习位 亦相当于三僧子之修行中 第二与第三僧子之大半 又如时的之中 修行断正之顺序 乃在于 先修时波罗密 次断时重障 再正时真如 此意为一般修道之次第 上纪之外 凡于宗教生活中 寻其教义教理而反复实践修行者 皆称修道 大批婆沙论卷五十一 巨舍论卷二十一 卷二十二 卷二十三 梁义舍大臣论卷七 成为十论数记卷十本 大臣义章卷六 批四千零四十八 修德四 位于韩国中清南道 李山郡德山面 知名法师创建于百计法王元年 五百九十九 新罗时代元小常驻于此 百计五王六百六百四十一 时会献于此读诵法华经 相传目道者屡满户外 而于会献世纪后 以体位虎所时殆尽 仅残存一舌 历三年而色不变 遂见塔安之 后类朝皆有重修 为韩国禅宗第一根本道场 批四千零四十八 修会 以一千九百零八 台湾基隆人 俗姓简 日据时代高等科毕业 民国二十九年 一千九百四十 李基隆保明寺 自菩提法师匹替 四十四年于月梅山林全寺 受据族解 历任明德寺 助持 中国佛教会文献委员会委员 基隆吉乐寺董事长兼助持 并于五十八年起连任 基隆市佛教知会理事长契经 师因静慕佛光山新云大师之学得 特于七十三年四月九日召开极乐寺董事会 推选新云大师为董事长 极乐寺一切寺物均请大师指导 大师并推介一横法师担任助持 筹备重建该寺 二 一千九百一十七 江苏南京人 俗姓吴 好绝修 民国四十二年 一千九百五十三 李白盛长老出家 一年于观音山林云寺受据族解 历任中国佛教会理事 新竹县佛教会理事长 竹北菩提佛学院院长 及菩提讲堂 菩提兰若 莲华寺等之助持 P4049 修禅六妙门 全一卷 随代至已转 又作六妙法门 六妙门禅法 略称六妙门 于三种止观中 属不定止观 以禅明述习 随习 止心 修观 还 静等六法 故称六妙门 参阅 六妙门 一千两百六十五 P4049 修禅寺 属日本曹洞宗寺 位于静岗县田方郡修善寺亭 空海之地子 岗陵所创 十位真言宗寺 后送森兰西到龙柱于此 改为灵迹宗寺 又于北条早云之外户下 龙西禅师迁入该寺 使改为曹洞宗寺 寺内所藏宋版一切经 北条镇子捐献 应得川家康之令 遂宜至增上寺 此外 寺中藏有宋朝之秀佛 古血经 兰西画像等 P4049 修斋 必行斋会之位 又会聚僧众而公斋时 称为斋会 P4049 修罗 泛语 Asura 因译阿修罗 阿虚伦 阿苏罗 阿苏罗 阿苏洛 亦亦作不端正 非善系 非天等 为六道之一 十戒之一 最初为善神 后又转为恶神之名 修罗有美女而无好时 诸天有好时而无美女 互相增及 经常战斗 故后世亦称战场为修罗场 其果报圣似天而非天 虽有福德 燃性骄慢 执着之念强 虽被种种教化 其心不畏所动 虽听闻佛法 亦不能证悟 长阿寒经卷二十阿虚伦品 增益阿寒经卷三阿虚伦品 大臣一张卷八末 大唐西玉记卷九 参阅阿修罗 三千六百五十一 批四千零四十九 修罗望直 修罗之本性骄慢 执着之念强 虽被种种教化 其心不畏所动 虽听闻佛法 亦不能证悟 参阅阿修罗 四千零四十九 批四千零四十九 修罗公西的 密教有成就阿修罗法之西的 此法乃生于修罗宫殿之法 陀罗尼吉金乌书沙魔鬼 记载修此法之情形 行者修此咒法时 修罗女必以甘露供养行者 令其此法皮肤病自脱去 更得新生 生成金色 受益千年 例如金刚 大唐西玉记卷十 批四千零五十 修罗情 阿修罗之情 欲听之则无但者而随意自出生 此乃阿修罗之福得使然 大制度论卷十七 以知比喻法身之菩萨 心魔所分别而自然应众生之菩 得于种种说法教化 法华玄义卷六上 批四千零五十 修罗窟 指阿修罗王所著之石窟 大都在深山幽谷中 大唐西玉记卷十 批四千零五十 修罗战 指阿修罗王与刀立天地势之战斗 修罗有美女而无好时 诸天有好时而无美女 互相增及 故常战斗 其战斗之场所 称为修罗场 作战之军 称为修罗军 经律一箱卷四十六 法院诸林卷五 参阅 阿修罗 三千六百五十一 批四千零五十 修罗引欧斯孔 阿修罗王与帝式战斗 大败而走 欲顿摩索 以神通力前身 入于欧斯之孔 杂阿含经卷十六 大制度论卷三十 法院诸林卷五 批四千零五十 修正 指修行与证悟 盖修行与证悟 原本不二 一应相符相成 而一切众生本即是佛 以弥直颠倒而流转生死 若即修行与证悟之功 则众生亦可远离染污 去向佛道 向法觉一经 参阅修正不二 四千零五十 批四千零五十 修正不二 修行与证果不易之味 表示禅家证果之后上修作禅而无碍 即作禅为佛行 不带正果 修正本事一如 修即正 正即修 故修意作禅 正义的作禅 批四千零五十 批四千零五十 修正仪 为正礼而修行之仪则 即记录礼拜 忏悔 禅定 观察等修行仪归之书集 古来有观词类之著作为数甚多 由以唐代森宗秘之元诀经修正仪十八卷最为文明 此外上有元诀经道场略本修正仪 一卷 宋代禁元录 华言普贤行愿修正仪 一卷 禁元集 首轮言坛场修正仪 二卷 禁元集 净土修正仪 二卷 宋代江泽英哲 日本之曹洞教会修正仪等 均为人所属之 P4050 修颤药纸 全一卷 宋代之礼 960 1028 转 本书旨在依摩赫指观及法华三昧仪 以阐明法华三昧之要领 然其所述修颤药纸非仅限于法华颤法 更急于大臣经典 以其着重于颤摩用心之要领 故修颤法时所用之颂文 则无记载 本书内容分位三章 手续大臣经典之四种行法 长作 长行 半行半作 非行非作 及修法华三昧之功德 四一指观及法华三昧仪之文 详述忏悔之意义 莫以修忏悔细域就近圆顿指观做结尾 本书前有科文 莫有腹记相华运想记 书中文虽简短 然指观时修之大药皆已涵盖 故于宋代广为流行 四名尊者教行录卷一卷二卷七 佛祖统计卷八卷二十五 诸宗章书录卷二 批四千零五十 修艳道 日本宗派名 七诸指以修持咒法 正得神艳未本意 故强调跋涉山林 苦修炼行 一小脚未开祖 其后有太臣 法道等 均于山野中练行 以采果集水 时心设时奉是佛 菩萨 修行之法不偏一宗一派 而广通诸宗 故以道明知 修行者称修宴者 克僧或山福 山卧 提湖天皇在位 八百九十七 九百三十 十 圣宝登大和诸高峰 于京峰险境 安置金刚藏王相 于吉野山屋 七真言院 使行丰授冠顶之仪 又创提湖三宝院 门下有官贤等 后岁臣当山派 图众称真言山福 另有曾欲建立圣护院 门下有行尊等 岁臣本山派 图众称本山众 天台山福 连仓时代已将 修宴之风便全国 即战国时代 更已受武士尊崇 保护而大张其事 庆长十八年 1613 慕府命全国山福 分属圣护 三宝两院 并有一事 做法等之规定 本山派以圣护院位本所 当山派则以三宝院位本所 此宗原以由山林 抖擞彩果及水之时修实行 其身神洁敬畏本意 基于山岳崇拜之思想 晨习我国道教 日本神道 阴阳道之于风 别无一定之教旨 即清世教相教义 待圣行后 遂附会于密教 祖之教义 建立曼陀罗 施行贯顶 提倡三道鼎立 以至混用诸种教义教士 为其主指人以密教之 当相及道 即是而真 知识以为基础 认为万法当体具足 本来疲鲁遮那之万德 以觉知自身即佛 现身正的金刚法身 修验道 将山幅就有法 无法 分为法身形 报身形 应身形三种 法身形即幽婆塞行之山幅 随法身之体性不改俗行 不行替法 报身形即斋法之山幅 为显修阴感果至义 和阴之胎藏界九尊与果之金刚 将借九会为十八之术 而留一寸八分头法 应身形即替法山幅 准三圣之初而随类印线 主要道具有头巾 斑盖 灵系 截加沙 法罗 念珠 西杖 疾 尖香 金刚杖 饮夫 搅拌等 合称十二道具 加上贵扇 柴打 走神 草鞋 则为十六道具 目前日本教著名之修宴道道场有格木山 金峰山 大峰山 雄野三山 富士山 玉岳 白山 丽山 雨黑山 大山 鹰燕山等 其发展情形 每因时代而异 一度分位真言修宴之当山派 三宝院流 雨天台修宴之本山派 圣护院流 两种 现在则分位真言宗提湖派 金峰山修宴本宗 金峰山寺 修宴宗 圣护院 等三派 参阅 山幅 947 一小角 2885 批4051 修官 1925 台北系指人 民国34年 1945 批替于静修禅院 李玄光法师为师 后于诗头山源光寺受聚足解 常清静修行法师多年 50年应邀赴菲律宾访问 52年赴集日本求学 毕业归国 立愿扩建菩提讲堂 此讲堂乃其师为实践 此行法师之遗愿而建 P4052 P4052 窝藏 指日本江户 东京 宽永寺以活字版 印刑之大藏经 乃由天海森镇发愿完成者 于宽永14年 1637 至庆安元年 1648 印刑665 含6323卷 文禄珍寒之意 活字版印刷由朝鲜传入日本 故庆常 元和 宽永之计以活字版印刑之书籍甚多 大藏经义为其中之一 因其量多 非一般书籍所堪比拟 相传以京都花园之法 金刚苑所藏颂版为笛本 然文字而物甚多 天和三年 1683 所堪之名藏目录 即以此为本 旧含号之意 痛大以筑记 黄博版大藏经 开课之源 其中 为日本未曾印刑大藏经 印属谬物之说 金都本派本院寺 本寺均藏 有本藏之完本 P4052 P4052 不诚实横行 故传本书阐述其对宗教 道德等之见解 内容包括 道德之义物 最高道德 道德之定义 超越万法之法则 道德与普遍之善等项目 甘地直出 不断地真诚内审 乃人之所以为人的第一义物 魔所需求之自发性善行 才是最高之善行 道德亦如太阳 具有超越时空 人种之普遍价值性 又主张宗教与道德之间 并无明显界分 其免是人辨别真理与伪善 并认同达尔文之进化论 以为最后是存于世界者 必为道德之适应者 其结论为 唯有坚持不为自我污染之真性 实践绝对奉献之生活 才得享受真正之幸福 BR Nanda Mahatma Gandhi A Biography 1958 P4052 苍田百三 1891 1943 日本佛教剧作家 广岛人 早期仰慕西田哲学 岁入一灯元接受宗教 文学之熏陶 后与同道创办杂志 生命之流 并发表戏曲之作 出家之弟子 一举成名 该书描写日本净土真宗开祖 青鸾宽恕一度背叛之青 子善鸾及其徒弟为缘而往生之经过 及富人道主义之色彩 苍田自幼 苍田自幼并弱 然中其一生创作不错 常与赤松客等人组织国民协会 成为佛教与日本主义结合之一大事牌 引起社会各界之回响 昭和十八年墨于自宅 东京大僧 享年五十三 有苍田百三选及十三卷 苍田百三作品及六卷等仪式 P4053 兼行六度品 指天台观行五品中之第四品 法华经分别功德品就如来入灭后之弟子 说五品之功德 其中之第四品及兼行六度品 盖此品除修正观外 又兼行不失 持戒 忍辱 精进 禅定 般若等六度已助观星 故称兼行六度品 大明三藏法术卷二十 天台四交移及助卷下 参阅五品地子位 一千一百一十八 批四千零五十三 兼但对待 天台宗五十叛教中 前四十之明目 第一华言时 原教兼别教而说 故畏 兼 第二阿涵时 但说藏教 故畏 但 第三方等时 藏 通 别 原四交相对而说 故畏 对 第四班若时 原教携带藏 通 别之三者而说 故畏 待 法华玄一卷一上 大三三 六八二中 当之华言间 三藏但 方等对 班若待 此今无腹间但对待 专世正直无上之道 故称为妙法也 批四千零五十三 兼力 自力而力人 是为人我兼力 此乃大臣菩萨之基本精神 无量寿精卷上 磨合指观卷五上 批四千零五十三 兼两用中 对于 乃至 一词的解释方法之一 如举一至一百之数 仅取一与百两端之数 而省略其中间之数 参阅 乃至 一百二十五 批四千零五十三 总监一 又做总监一 十种份扫一之一 包裹死人 弃于墓地 简石后 洗净而至臣之法一 批四千零五十三 总监坐 范宇 十二头陀法之一 又坐总监坐 比与其中监 比与其中监 简石师臭烂狼籍 火烧鸟灼 及思维无常 修苦空之官 以燕离三界 参阅 十二头陀行 三百四十六 批四千零五十三 总监第一 指幽多罗比丘 又坐总监第一 以其常离人中 与总监司 魏法勒 魏佛弟子中 第一位 增益阿涵卷三 大二 五五七下 常乐总监 不处人中 所谓 幽多罗比丘是 P四千零五十三 明 明 及幽明 无法见闻者 反之 显 及显现 可见闻者 凡人之肉眼 所不能见的 佛菩萨 于明中常见我等 此称明见 肉眼不能见 即知诸天善神 称为明重 佛菩萨 按地与人之种种方便 称为明权 按中常加互信者 称为明护 天力帮助指导 加倍 称为明柱 明佑 明应或明家 佛菩萨之惩罚恶人者 称为明法 蒙佛菩萨所予之利益 称为明利 对明家而言 佛菩萨给予明显力帮助引导者 称为显家 至后世 引身为止佛菩萨之照览 称为明家 由于感谢佛菩萨之明家 而献纳佛教教团之经前 称为明家经 略称为明家 总称地狱 恶鬼 畜生等三道为明界 或一别称地狱道之世界为明界 此肉眼能见之缩婆世界 称为显界 众生死后所至之处为死后之世界 故称明界 又称明土 明土 黄泉 明福 死后所得之幸福 称为明福 死后之生活 以吕为欲 称作明土之旅 亦为人生中必至明土 人生行路 亦作明土之旅 众生不信奉佛法 从明界再流转入于明界 此称从明入明 俗未死后第七日至明土 秦广王 明福 十王之第一 知听社 其间有死出山 其山险峻 相传狱族 指铁棒打人 并须度所谓三途之川 又坐三赖川 以其有山水赖 江深渊 有桥渡等三个渡所 因此而得明 三途之川源 指人之最重 不能免地狱 恶鬼 畜生等三途 三恶去 三恶道 知苦 故以南越河川 形荣誉过三途 而往生净土之不义 又死出山 未比喻死后 形成第一步之用语 即死之义 阎魔王 及其所属之官僚 明官 居住于冥界 或为食王 阎魔王 为其中 第五 居住于此 供养阎魔王 以下天曹的辅之民众 以其严寿 阳哉之斋会 乃密教修法之一 称为明道公 法华玄义卷七上 华严经书卷一 P4054 明仪混然而不可区别 彼此者称为明医 磨合指官卷一下 大四六九下 以无缘至缘无相净 无相知净相无缘之至 致敬明义而严禁至 P4054 明心 明和本有清净之佛 信如来藏心 亦及明和本有清净自信之心 禅戒篇 十戒三聚 无别体财 其归三宝是其 以归不期 及明本有明心 戒心无他 亦为是等人 为是等人明心 一切平等 P4054 明家 以幼做明印 明主 家 加倍之意 为明明之间 蒙佛菩萨等家户 佛菩萨之感应 多为明家 而含有险家者 法华玄义卷七位 若能自物必备明家 华言大书超玄坛卷三 大慈恩寺三藏法师传卷十 二宪那寺院之经营 称为明家经 明家钱 明家银 考信路卷三 玄至 参阅 明 4054 P4054 明力 指明明中猛佛菩萨 加倍之利益而言 又做明义 明印 法华玄义卷七下 大三三 七七一上 此土地土宏经论 其功德观文 但明明力 不说显义 P4055 明史 明观之使者 即言魔促 巨大制度论卷十六载 于地狱中 坐牛 马 羊 鹿 狐 狗 狗 狼 狮子 种种 鸟兽头等可不行乡 依王者之罪业而给予 喝则 刑罚 正法念处经卷十七 参阅 玉卒 5838 P4055 明观 明界之官署 于地狱服左言望 对六道友情所犯之罪业 及与适当之判决 与应得之则罚 如泰山府军等级是 P4055 明府殿 又称石王殿 明界石王所居之殿宇 中韩两国常于四尿中复设之 日本则称为严魔堂 P4055 明网 明然而往他处 即死亡之义 盖以佛教之轮回思想而言 肉体之坏灭 仅是此生意其生命之终结 乃呆另一因缘之和和 重新开始另一其之生命 故死亡 即含有 去往 之意味 而非如世间一般以死亡为生命灭尽之见解 成为十论书要卷上本 参阅 死 2466 P4055 P4055 明思 佛菩萨之思律 幽明难测 非无等凡夫所能窥之 故称明思 或称明律 P4055 明界 又作明道 明土 广义指地狱 恶鬼 畜生等三道 侠义指地狱道 俗谓明界 乃言魔王 及其眷属所居之所 燕罗王功行法四帝 金光明文句卷三 P4055 明指 明界之神指 如十王经所在之秦广王 初江王 阎罗王 泰山王等 明界十王 阎罗王五天使经中所在之身 老 病 死 刑罚等五天使君属之 大唐西玉记卷2 P4055 明义 又作明利 佛菩萨加倍于人身之利益 非凡人所能觉知 法华玄义卷六上 大三三 七四八中 虽不现见灵印 而密位法身所义 不见不闻而觉而知 是名为名义也 P4055 P4055 明记 不见一物未明 明觉诸相未记 乃形容真空之理 P4055 明众 指犯天 帝氏 诸鬼神 阎魔王等非人眼目所能见之诸重 B 等能护持行善之友情 信仰弥陀之行者现身可获实力 民众护持义 即为其一 汉光类聚卷2 P4055 明众护持义 为现身十种利益之一 信仰弥陀者为四大天王 龙神八部等天神的之所守护 故恶鬼神不敢接近 参阅 现世利益 4723 P4055 明详记 南奇之太子社人王眼传 本书为佛教故事集 收录有关观世音菩萨之灵验谈及轮回的玉 转身等故事 有本书可得知六朝时代之佛教信仰情形 本书并无完整之全本流传 仅有部分内容散建于法院诸灵 太平广记等 至民国 鲁迅收集明详记之片段 录于古小说勾审 一书之中 P4056 明通 明 离诸相而铭记 通 通融一切而无碍 乃赞叹真理之词 戒本书卷一上 四分律书行踪迹卷一上 P4056 明图 指死者所亡之弥暗世界 又作明图 明府 明图 明界 幽图 黄泉 据禁度三魅经 十王经等之记载 明图之中 有阎魔王 多数名官名利或秦广王等十王 以惩罚人类之罪国 我国古代泰山府君之明府信仰义有类似说法 日本则于中世以后 盛行通往明府之图中有三图和于赛和元之信仰 于蓝盆经书卷上 宗密 法院株林卷六 卷七 P4056 明图鸟 俗称杜鹃 提身七力 能动机履者之龟司 P4056 明报纪 凡三卷 一说二卷 唐代唐灵传 收于万续藏第一五灵册 唐灵之传收录于旧唐书卷八十五 新唐书卷一一三 明报纪卷首位唐灵之自序 细叙述本书传述之由来 由强调凡有生命者皆有识 有识则有行 有行则随行之善恶而受报 此乃物之常理而不容置疑者 绪中又举境之谢夫 宋之富高 张衍 其之路果等君路有 观世因应宴祭 及其之萧子良者 宣宴祭 王衍者 明祥祭 等皆为产明因果报应之实力 惊喜物语及研究 骗祭正义 P4056 明阳会 指诗实会 明 即明界之恶鬼众 阳 即阳界之婆罗门先众 亦即普师公养明界 与阳界众生之法会 故称明阳会 禅灵像契期间丧剑门 参阅 诗恶鬼会 3831 P4056 明资 明资 为云人资福 称为明资 譬如在亲友死亡之日 严请法师宣讲佛法 做法事等 P4056 明资 明资 公养阳罗王 及其眷属之修法 幼座阳罗王公 修此法可习并除灾 有观之以鬼有 燕罗王公行法 四地一卷 P4056 明姬 于过去是曾修三善业 虽现在是未运生口业 燃及往昔之善根 能感佛菩萨之灵印 故称为明姬 法华玄一卷六上 参阅 感应道交 5453 P4056 明帝 为古代印度六派哲学中 知数论哲学派 所立二十五帝之第一帝 幼座明姓 明初 通常多称自信地 自信 数论学派将宇宙万有区别为二十五种地理 而以明地为第一帝 为万物之本源 诸法之始 故意称明初 幼座法生灭变异之根本原因 即为诸法之实性 故又称明姓 自信 经七十论卷上 百论书卷上 成为十论数计卷一末 参阅 二十五帝 一百七十七 P4056 明勋 又座内勋 于本觉之真如内 明明勋 希望心 使生菩提心 指观辅行传红爵卷四之三 大四六 二六八上 自非内勋 何能生物 故之生物 立在真如 故以明勋 为外护也 大臣其信论 一计卷下本 P4057 明勋 明勋 一指佛菩萨师于人之全巧方便 唯摩经绪 二指法身佛与应身佛 理之明和卫明 即佛之法身 方便度身卫全 即佛之应身 P4057 明显 幽明不可见闻者称为明 显现而可见闻者称为显 法华玄一卷六上 P4057 明显两界 即明界与显界 明界为死后之世界 显界为娑婆之世界 P4057 灵山 位于新疆乌石之北 天山之木杂尔特林 其地约在金之拔达岭 宝达 玄奘三藏赴印度时 曾经过此地 灵 乃冰之意 据西域建文路卷一载 伊里与乌石交于木宿鲁塔班 其山皆兵 望之如银 为南北之冲渠 玄奘三藏由伊吾至克寒浮屠 过天山之北向西径 应高昌王区文泰之请 改变路线 经由南道 至于归资国六十余日后 于阳春四五月之交翻越天山 此路之南行不逊于横断敦煌 伊吾间之沙漠 山之出口处有伊斯库尔湖 伊斯克 康 土与乃 热海 之意 以湖水含有盐分 故不洁冻 而非真热 大词恩四三藏法师传卷2 P4057 凌云山大佛 位于四川大渡河与明江交会处 附近有凌云山圣境 该山位于明江东岸 又称九鼎山 与乐山城阁江相望 山有九封 皆清秀绝伦 唐代以前 各封上皆有寺院 经仅存唐开元年中所建之凌云寺 又称大佛寺 开元年间 高森海通建水道迂回多险滩 江水暴涨 为吉乐山 乃建议将处立于大渡河与明江两河流交会处之悬崖峭壁 就整座山雕刻成一尊巨大佛像 自唐玄宗开元元年713至德宗真元19年803历时九十年方的完成 一山面江 投在山顶 足在山路 辅士将水滔滔 距佛之西部以下行程到凹字形 河水冲入凹处 水势受挫 回流而出后 即可缓河水流 并可避免泛滥沉灾 佛像亦可壮人胆气 象征慈航普度之精神 由士 大佛乃伊陵云山崖时开凿而成 故称为陵云大佛 因为乐山陷境 又称乐山大佛 佛顶与山骑 足踏大江 高七十亿公尺 肩宽二十八公尺 木长三点三公尺 耳中深如山洞 头顶之宽广 可颜开八桌 为世界最大之时刻佛像 赤脚上可为座百鱼人 俗谓 山是一尊佛 佛是一座山 其高大雄伟 可以想见 P4057 林云寺 一位于四川乐山 金明大佛寺 参阅 大佛寺 七百八十七 二位于香港景田观音山 约见于明代 早期之文物 活动状况不详 至民国二十八年 一千九百三十九 史兴圣 创立佛学院 招收学生 迎请大陆法师任教 P4058 林云禅寺 位于台湾台北线 五谷香观音山 创建于民国前二年 一千九百一十 开山住持为本源法师 继之者为制定法师 四语几经整修 并扩建各项功臣 景观于烟一心 P4058 准之观音 准之 泛明康之音意 又作准提 准尼 又称尊那佛母 准提佛母 佛母准提 七聚之佛母 为六观音之一 七观音之一 除十八臂之外 尚有各种形象 于密教胎藏界曼陀罗 此尊位于辩之愿之最左端 据七聚之佛母 所说准提陀罗尼经载 准提佛母 身成黄白色 结家夫坐于莲花上 身配圆光 这青湖 上下皆为白色 有天衣 角落 阴落 头观 十八臂 接着罗串 面有三目 上二手作说法香 又第二手作诗无畏 第三手执剑 第四手持宝蛮 第五手掌上至聚怨果 第六手持月辅 第七手持钩 第八手持金刚柱 第九手持念珠 左第二手持如意宝状 第三手持开夫红莲花 第四手军持 第五手索 第六手持轮 第七手商驱 第八手贤平 第九手掌上至斑若饭 且 西藏之准之官 因为四臂相 夫坐于莲花上 左右之第一手 安于西上持 右第二手下垂坐 诗无畏应 左第二手驱于胸前 直莲花 花上安置一饭 且 右西兰所传之 同相为四臂相 顶上奉带定应之画佛 左第一手安于其前 第二手持宝珠 右第一手直读古储 第二手上举 母指与无名指相拧 乳房丰满露出 表佛母之相 此外 另有十四臂 六臂等相 其密号为最圣金刚 种子为 Bulletin 三昧耶行为贤平或假咒 五谷储 莲花 商区 根本真言为 难无萨多难 三秒三伯陀 惧之难达之他 按哲利主力准提杀喝 以此尊为本尊之修法 称为准提法 准提独步法 乃为除灾 祈求聪明 治病等所修之法 据七具之佛母准提大明陀罗尼经等所在 宋持准提陀罗尼 则的光明逐照 所有罪障皆消灭 寿命延长 福慧增进 病得诸佛菩萨之庇护 深深适逝离诸恶去 肃正无上菩提 七佛具之佛母心大准提陀罗尼法 七具之佛母心大准提陀罗尼经 P4058 湾灯 为哭 身燃灯以供养佛 为释迦佛本身故事之一 世尊于过去世为浅舌尼离王时 为玉闻劳度差婆罗门之法而行之 以表制成 咸鱼经卷移魔喝止观卷七 P4059 剥皮 为释迦佛本身故事之一 释迦如来于过去世行菩萨道时 明爱法梵志 又称乐法梵志 其实世间无佛 亦无善法可闻 梵志乃四方求法 精情不屑 乐不能得 时有一魔 便作婆罗门 自称有圣法遗迹 若梵志果真求法心切 甘心以皮为纸 以骨为笔 以写为墨 书写词迹 则当以奇迹赠语 爱法梵志文言 即自包生皮 报之令干 以写书记 据大制度论卷十六载 其继位 大二五 一七八下 如法应修行 非法不可受 经事易后事 行法者安颖 爱法梵志 以此经请求法之因缘 碎得无生法人 大制度论卷四十九 批四千零五十九 子禅 禅灵用语 止空解一切之禅法 子 即除头 未突然禅除一切事物之存在 胸中了摩歇许一理或世间各种对立之法 然亦由于空解诸法而不识佛法 不解宗药 犹如涂之以锄头铲除所有沙泥土时 不知减则可知使用之土壤 赋予净除一切之后 亦不知建立任何可知安居之舍宅 禅灵中 美意 子禅 以此贬称此类图然空解一切之禅法 P四千零五十九 原人 疑泛名 Pure 一 印度婆罗门教神明 伊犁据沸陀中之原人歌所在 此神具有千头 千眼 千足 为现在 过去 未来之一切 乃不朽之主宰 由其头上伸出婆罗门 由肩上伸出沙地利 由腿上伸出守陀罗 由心中伸出月亮 由眼中伸出太阳 由气息中产生风 由其上伸出空界 由头上伸出天界 由脚上伸出地界 二 印度婆罗门教与印度教创造神范 善天之称号 二 旧异故人 细摩尼教赐神之名号 摩尼教最高神大名神 Zorvan 通过其实者善母创造出原人 及人类之始祖 P4060 原人论 请参阅华言 原人论 原子论 即主张一切存在之物 皆由不可再分割之粒子 即原子所组成之学说 此论认为世界之一切现象 皆归于原子之偶然的 机械的关系与运动而产生 其主张与目的论对立 而与唯物论结合 印度最早有齐纳教 其次有圣论派 皆以原子说为基本教义 而致力于原子论之论证 在佛教中 小臣之有不与精量 不及采原子论思想 以改革佛教 而中官派则基于 无固定实体存在之立场 瑜伽 为实 派基于心外无物存在之立场 对小臣的有不与精量 不加以强烈批判 原子 Atom 相当于泛语AU 意义为 为臣 至于极小不可分之细分 称为极为 范Paramu 以一极为为中心 集合其上下四方 六方 等六极为为一团 集称为为 为臣 P4060 原田祖月 1871 1961 日本曹洞宗森 浩大云 浩大云 七岁时 从小兵是佛国四元田祖道的度 四其法 先后参业医生正眼四支大义 洞宗二师 及京都南禅寺独占等诸师 毕业于曹洞宗大学龄 任教授之职 大正十一年 1922 驻发新寺 任第二十七室住持 曾创设大正学院 成立大云会 发行圣有月刊 随其参学之僧俗盛重 著作有修正义 普劝作禅仪等三十八部 昭和三十六年十二月世纪 世寿九十一 大云祖月自传 P4060 原庙 1238 1295 南宋灵纪宗僧 江苏无江人 俗姓徐 浩高峰 十五岁替法 十七岁授业于家和秘印寺法柱 出席天台 转而参禅 守一段乔妙伦 其后参里雪岩族卿 得其心法 贤纯二年 1266 隐居于林安龙须寺 五年 偶未同参推诊坠地 闻想而彻悟 贤纯十年 驻武康双季风 至元十六年 1279 入杭州天幕山西风 开创狮子 大绝二杀 弟子数百人 受戒者及数万 元真元年 焚香说祭作画 世寿五十八 世号 普明广记禅诗 有语录二卷形式 弟子有名本等 旭登陆卷五 南宋元明禅林森宝传卷八 旭姬古略卷一 批四千零六十 原至 一千六百二十八 一千六百九十七 明末清出僧 严臣 江苏严臣 人 俗姓孙 出席试学 读书有会思 顺治四年 一千六百四十七 首任复仇 告继于墓 遂至通周佛陀寺出家 十六年 参业林尹俱德 德物本源 康熙元年 一千六百六十二 驻扬州上方寺 大唱三丰 汉乐法藏 知学 一年一太兴庆云寺 学者封从 十一年 千三丰祖庭 不渝岁 气象一星 十八年 一镇江吴州 十九年 以扬州善庆寺 二十年 以杭州林尹寺 从事苑宇 得除漏归 兵险于姬得以阔清 居十二载 退返三丰 三十六年 七月十五日 据众说 祭儿世纪 世寿七十 有朔奎禅诗语录 齿都及戒朝诗及行事 云林四至卷五 批四千零六十一 原始佛教 又做早期佛教 初期佛教 一般系 只相对于后来发展的大臣佛教之初期佛教而言 即自佛陀创立教团弘扬教理开始 至佛陀入灭后一百年或两百年之间 教法一位 教团统一 尚未分裂为派以前之之代 此一时期 教团教为统一 比丘持戒教言 基本上以启实未深 传播地区主要在印度恒河中有一代 此一时代之经典 含有佛陀教说之最原始形态 为后来之大小成佛教根本教理之基础 然 原始佛教 一词及有关原始佛教之研究 细于近百年以前 西方学者自习兰语 在由巴黎语开始研究 以南方佛教为伍的巴黎圣典 逐渐盛行于英、德、法等国 而于十九世纪末传入日本 并建基于我国 于此之前 我国与日本之学者既不知有巴黎圣典之存在 亦未了解其语和异佛典力来被习称为 小成经之阿含经相类似 而自隋代之以大师于 五十八教 之叛教中 将阿含经典判世卫教义最浅低之小成三藏教以来 阿含经之价值乃被历来之学者 宗教家等所忽视 自原始佛教之研究风潮传入日本与我国后 有关其名称与时代之介说 于学界中产生众说纷纭 莫终一世之论真 最早 英国佛教学者大卫斯 Thomas William Rees Davis 1843 1922 这Early Buddhism一书 日本学者牧村太贤 岁于其在大正十三年 1924 所出版有关初期佛教之论著 原始教思想论 中 正式将Early Buddhism一词意味 原始佛教 然原始佛教之英文 因为Primative Buddhism 仅因Primative语语 除初 早等译之外 译含有原始 初期未开化等译 译被视为含有贬低价值 译为之语译 故西方学者多避免之 而采用Early Buddhism 另一 其日本学者其政治则立主Early Buddhism 若指最早期之佛教 即佛陀及其弟子之时代 则应意为根本佛教 而不以以原始佛教统称之 其余学者 如我国之应顺 日本之与景伯寿 赤爪至善 西义雄等 义持类似看法 将根本佛教 原始佛教 不派佛教 分别于以介说 为对时间上与内容上之话 分略有出入 自略举之 一 以佛陀一代四十九年 或四十五年 之教化活动为 根本佛教 系一切佛法之根源 佛陀入灭后至不派对立之时 其为原始佛教 大众与上座之根本二 不分裂之后 即为 不派佛教 此系应顺法师 赤爪至善等人之主张 二 佛陀及其直传弟子 即佛陀入灭后三十年间 之时代为根本佛教 此后至阿育王即为请 教团分裂为上座部 大众部为止 为原始佛教 此系与谨伯寿之主张 三 根本佛教系指原始佛教资料之最古层中之是尊教法 原始佛教则指佛弟子及佛陀入灭后至根本分裂以前 此系益雄之主张 上述各学者 上述各学者虽主张区别根本佛教 原始佛教之时代 然对研究之资料范围 则一概同意以原始佛教时代所集成之圣典为主 即汉语与巴利文之阿含经典及绿藏之主要部分 盖自现存文献而言 于佛陀时代 律部仅有一部分之波罗提目差而已 其时经部之四阿含或五部均未解极 顾严格言之 由于根本佛教文献之缺辱 若不从原始佛教时代所集成之圣典来探求 则亦无法开启对根本佛教之研究门禁 近属十年来 中、日学者多根据巴利、汉译、梵文、藏文等藏经从事此类研究 其中有以日本学者成果输多 西方学者则因缺乏汉文阅读能力 多从巴利语经典下手 致使研究结论间有偏颇之处 然比等所具以智学之方法训练 即批判态度之研究倾向 语言学、考古学、思想史等之辅助学科基础 则为东方学者所及需普遍效仿者 无论根本佛教或原始佛教 其教法思想之核心乃原起学说 此一教法系佛陀本人依据印度奥义书之 业论、解脱观之思想 并采用其那教之众生平等思想 复利经多年的求道政务所独创者 原起论包括 一、三法应或四法应 二、十二因缘 三、四地、四、八正道 所有佛教之教法均以原起论为一准 亦可谓原起论即佛法之代表 原起即、法、之同一词 盖印度自古虽盛行各种哲学思想 然原起说则为印度哲学所无者 亦为世界其他各种宗教哲学所无 而为佛教之独特思想 佛教亦于其他宗教哲学之根本特征 亦在于此一原起论 自佛教逐渐发展之后 任何时代或任何地域之宗派 凡观有佛教之名者 必以原起论为其根本教理 反之 若缺乏此一根本教理 则不读诗其特征 且因之意难以 佛教之名称为之 原始佛教圣典之即成 应顺 原始佛教 水也红圆 原始佛教圣典 成立史研究 前田慧学 根本教 金刚秀有 P4061 原始宗教 处于初期状态之宗教 存在于上无成文历史之原始社会中 就此意义而言 与史前宗教相同 然一般专止残存于 近代之原始社会之宗教 细研究宗教起源问题与宗教演化史的重要课题之一 原始社会宗教之考察 始于西方殖民运动发生之后 其实 不少残存于近代的原始民族已被全部或大半消灭 其宗教之原始状态在于文明社会之基础中 尤其在大规模基督教传教运动之冲击下 发生许多变形 故对目前尚存之原始社会残余之土著宗教 仔细分辨其原始情况及受近视影响而产生之变形 尽量避免主观异断 力求以科学方法探索其中具有规律性之因素 特显重要 我国目前部分少数民族中人参与一些原始宗教之特性 对宗教研究而言为十分珍贵之社会活化时 P4063 原道 权益篇 唐代韩玉传 韩玉一身立主振兴我国古圣贤之道 探究儒家本源而排斥佛道二家 于本文中 执其一贯之主张张显瑶 顺周公 孔子以来古圣贤之道 而批判众私立之道家及非现实之佛教 并主张悔弃佛道二家之典籍四观 此一排佛论之宗代使引起注目 欧阳一作 本文主张排佛 然 原道 亦引起诸多反论 如名教大师契松所传之非函 辅教篇 张商英之护法论 南宋孝宗之原道论 刘密之三教平心论等 P4063 原兆 宋代林济宗大会派僧 通州近海 京江苏南通 人 俗姓潘 浩淮海 19岁替染寿巨族界 四近山 浙翁如眼之法 浙翁世纪后 少定六年 1233 印安吉州道场之请 出于通州报恩光孝禅寺任住持 其后立柱双塔寿宁万岁禅寺 清凉广汇禅寺 万年报恩光孝禅寺 万寿报恩光孝禅寺 江新龙翔寺 阿玉王山广与寺 静慈报恩光孝禅寺 景德林寅禅寺 静山新圣万寿禅寺诸沙 誓寿不详 这有淮海照和上语录 淮海外籍 淮海如荫等 续传灯陆卷35 增集续传灯陆卷2 佛祖纲目卷39 续灯存卷2 五灯岩筒卷22 P4063 唐义璇 1892 1988 江苏清普人 国防兵医学院 国防医学院前生 第九期毕业 对国学 中西医学均有精湛之造义 民国18年 1929 清静太虚大师 曾任高雄六十兵工厂 附设医院院长 并执教于东方佛教学院 著作圣秦 主要有中国古代哲学史条目 重定无相送讲话 禅门圣语 法华经不述 六祖谈经条目 独华严经 法华经济和刊 圆绝经讲义等 P4064 唐大和尚东征传 全一卷 日僧元开传 右座唐建征过海大师东征传 东征传 建征大和尚传记 收于大正葬 第五十一册 此书以汉文写成 细祭数大和堂 招提四支开山堂 森建征之传例 书中初述 建征之出身 出家 受戒 求学 红绿 四续堂天保二年 743 以来 五次欲渡日本受挫 遂游化于广东 江南等地 后于天保十二年 第六次渡日本史成功 于日本天平圣保六年 754 底日 乃开创唐召提四级传授戒律等 最后则继其于天平保自七年 763 入计 本书为建征传中最重要之资料 除建于大振兴修大藏经外 上收录于群书类从传部 大日本佛教全书游方传从书第一 日本大藏经律宗章书第二等 东玉传登目录卷下 诸宗章书录卷二 P4064 唐大元 1941 湖南五港人 出归一应光大师 修学净土 以读海潮英杂志 而清新为时 历任武昌佛学院教务主任 并主编海潮英 东方文化等杂志 为太须大师早期红法事业上之重要助手 曾在武汉 中华 汉口文化学院等大学宣讲 为时论药 为时之科学方法等 这有佛学讲演集 为时研究术药 为时意见等书 P4064 唐中宗 656 710 唐高宗之第七子 明显 为武后所出 宏道元年 683 高宗崩 一照旧前即位 改元四圣 2月 为武后废位庐陵王 武后长安末年 张俭之举兵营帝复位 年号神龙 705 为庆祝唐座之忠心 恢复则天武后所废除 老字玄元皇帝 之尊号 并于诸州设置 大唐忠心 之佛四级道观 景龙元年 707 覆改忠心 为龙心 以其国运昌龙 后获于为后 重用武三司 后淫乱 是帝于神龙殿 享年55 前后再位七年 P4064 唐太宗 五百九十八 六百四十九 唐高祖第二子 明是明 武德九年 六百二十六 即位 贞观二年 六百二十八 直倒梁都 统一全国 在政治上 锐意图治 轻负宽行 海内深平 危及欲外 是称贞观之治 此时其意味我国政教和一之典型时代 太宗天纵神武 崇敬三宝 历代罕见 玄奘西行求法 本属偷渡越境 太宗非但为家追问 反更优理有家 赤令助西西金鸿福寺 寺内至藩经院 一切经费由国家供给 并倾赐于家师的论之序 即经之大唐三藏圣教序 乐食于悲 不仅成就玄奘大师之意经事业 且意奠定唐宋 以降千百年来佛教洪化之基础 贞观二十三年驾崩 享年五十二 P4064 唐代佛教 唐代佛教脱离了南北朝 输入其之领域 而独自创立许多新宗派 唐室维护宗教 高森朔学辈出 一经事业空前大胜 由其佛教寺院伶俐 佛化推陈初新 时宗并红 文物灿然大倍 为中国佛教传播之辉煌时代 净土宗应道挫 善导而振 道挫前后讲经二百回 日日称名七万遍 尽力社会教化 提倡小斗念佛法 这有安乐及二卷 善导于长安无真寺 十祭寺 光明寺等大弘念佛法门 曾写阿弥陀丁十万卷 化净土变相图三百佛 又任龙门十姑奉 殿四大师佛造立之简孝 其声明广受 唐室上下之尊崇 哲观经书 网深礼赞等五部九卷书 其他净土高僧上有家财 怀感 法照 非熙 少康 惠日等 晚唐之计 让有道静等 律宗为一五部律 中之四分律 以洪通戒律之一派 有道宣之南山律宗 法律之相部宗 怀宿之东塔宗 道宣钻研律学 修行地会 广求诸律之一传 为律宗之极大臣者 驻于中山峰德寺 被誉为南山律师 所者总有三十五部 一八八卷 其中 四分律形式抄 戒书 结魔书 石皮尼一抄 比丘尼抄等称南山五大部 为律学必读之书 法律学律于静宏 宏渊 又往江南学石宋律 前后讲四分律四十余遍 耳四分律书 结魔书等 有弟子满意 怀宿等 怀宿为东塔宗开祖 有四分律开宗记忆书 补法律说之不足 法当宗为论 诸诸法之体性相状 明万法为石之妙礼 自世亲历说以来 京南北朝的论宗 陈时社论宗之所传 唐代玄奘 亏姬 终于成立法相宗 玄奘求法天竺 从戒贤学于家为石 寻立印度各地 携回六五七部经 奉赵于长安洪福四易经 译出六百卷大班若波罗密多经 以及显阳圣教论 佛的经 瑜伽师的论等 在易经史上 与揪摩罗直前后辉印 当时长安以玄奘为 中心之法相宗 风靡一世 华颜宗一大放广佛华颜经 谈法界缘起 世事无碍之妙止 为唐代新兴宗派 初祖杜顺 二祖致演 三祖法藏 杜顺着有法界关门 致演着华颜经搜玄记 华颜经孔目章 华颜五十要问答 为华颜宗成立之基础 法藏为华颜宗实际上之开祖 曾于太原寺讲华颜经 午后四号 贤首大师 师对五教十宗之教叛中 以华颜经为罪圆满 而以一成原教之思想 开华颜一宗 又者探玄记 五教章 华颜经只归等六十余部 天台宗医妙法莲华经 倡议新三观 三地圆融 与华颜宗共为中国佛学之双比 自随代至以开宗 灌顶相成 入堂后 审计一时 后至威 惠威 玄朗 湛然计之 湛然为六祖 乃天台宗新大师 大张教纲 开禅至以之为止 对抗诸宗之学说 有法华玄义士迁 法华文句记 只观辅行传红诀等著作 慧昌法南后 此宗见衰 禅宗自良时菩提达摩东来传法 经慧可 僧灿 道姓 红忍四地相成 至唐代神秀 惠能出 确立禅宗 其间高僧被出 圣即一时 唐末以后他宗见衰 而禅宗由圣 中国佛教遂建以禅宗为代表 且己以惠能一派魏宗 唐代禅宗除惠能 神秀南北二宗外 上有牛头禅 为四祖道姓之弟子法荣之一派 神秀一系传法于长安、洛阳 以北方位中心 惠能一系出在韶州 更急于湖南、江西 南北二宗因教义不同而有南顿北剑之分 唐代北宗势力大 但其后见衰 惠能门下英才群集 最著名者有清援行司 南越怀让、和德神会、勇家玄爵、南阳会中等 中唐以后 大魏兴盛 其中清援、南越二系更正、传法于江西、湖南等地 后来所称之禅宗武家、灵济、曹洞、维阳、云门、法眼等 君属此二系之下 密宗即于加密教 依真言陀罗尼之法门 修武相三密妙行 其即身成佛 虽西竟已开其端序 而唐玄宗时天竺之善无畏、金刚至、不空等先后至长安、密宗使圣 善无畏为印度纳烂陀四学者、开元年间来中土 亦出密教经典无数 其中与弟子一行共义大疲努 这那佛神便加持经 为密教所依之根本圣典 初唐、中唐佛教之龙圣 大智如上 晚唐由于五宗废佛 除禅宗外 诸宗应受摧残 见自示为 P4065 唐僧 由我国至印度求法请经者 称为唐僧 据印度杂技卷上所在 唐僧之士 由中土西行请经求法之僧 若亦不绝 相言至今 由称华人为唐僧 P4066 唐字千瞒圣语 请参阅范语千字文 唐君义 1909 1978 四川宜兵人 魏雄实力之学生 曾任南京中央大学 香港新亚书院 新亚研究所教授 宇木宗三 并为民国五 六十年代 我国新儒家之代表 著作等身 包括中西哲学思想之比较论文集 道德自我之建立 文化意识与道德理性 哲学概论等十多种 此外 中国哲学原论原性篇 原道篇 即晚年所作生命存在于心灵境界一书中之若干章节 皆为佛教思想之专论 P4067 唐钊提四 为日本律宗之总本山 位于奈良世西经五条 旧明龙兴四 又豪剑出律四 略称钊提四 南兜七大四之一 系我国堂代森建真大师所创 与东大四之界谈愿并未传布与研究律学之两大道场 出于天平圣堡六年 七百五十四 建真律门人至日本 圣五天皇归一之 同年四月于东大四受菩萨戒 位九 将心田部亲王之就地赐建本寺 公伴儿天皇崩世 孝迁天皇祭其一致 天平宝自三年 七百五十九 八月四成 四额 唐钊提四 同年纯人天皇于本寺登坛受戒 显景一写大藏经五零四八卷捐赠 严历年终 如宝律师著本寺宣讲戒律 大同元年八百零六 平臣天皇赤智安居讲师 言请进行之僧 宣讲法华 最圣 仁王等经 红人元年八百一十 增建五层塔 宫殿 长廊等 一年挫额天皇令天下森尼严学戒法 并斥欲若有为者以森律制之 其后见赐荒废 家珍年终 决胜任住持 为忠心第一事 然至足利时代 四路为五家所夺 四欲随之缩小 庆长年终 原路年终长二度复修 增建诸堂 至明治维新时在衰退 内部一分裂 所隶属之墨寺或独立 或他属 明治三十三年 一千九百八月 以独立之墨寺 共本寺为总本山 现今总侠二十亿所分寺 所葬文物颇丰 著名者有见真和尚家著作像 及要师如来的木雕佛像群 此外 有东征会传五卷及多种古血经 古书及等 P4067 唐武宗 八百一十四 八百四十六 为唐穆宗第五子 原名禅 后改名为言 自幼年籍不喜佛教 于开成五年 八百四十 既其凶文宗及地位 师事道士照归真 重信道教 归真是五宗之宠 美有禁言 必徘徊佛教 力赤佛教非中国之教 度害身灵 一进除去 宰相李德御一府成其事 五宗岁余慧昌五年 八百四十五 下赤吠佛 毁天下佛寺四千六百余所 破森尼二十六万五百人还俗 毁朝提兰若四万余 莫收粮田数千万请 焚金毁相 中庆铜相等具 为各地严铁石柱前 铁相则柱农具 圣儿思家所藏金银等项义赤令现实送官 另据旧唐书五宗纪 资质通箭卷二四八等所载 会昌五年七月 五宗下令毁寺 破令森尼还俗 井东西两兜两阶各留二寺 美寺留森三十人 节度观察史质所及同州 华州 商州 汝州等四州各留一寺 四分三等 上等留森二十人 中等留十人 下等五人 其余皆令还俗 此一空前浩劫 是称慧昌法南 又称第三五之恶 为我国佛教十三五亿宗法南中 最大之破佛事件 一年因福道士经丹 中毒而亡 享年三十三 在位井六年 大宗僧十略卷中 卷下 佛祖统计卷四十二 佛祖历代通载卷二十三 世事基谷略卷三 P4067 唐法华传 请参阅法华传记 唐愿 日本佛教用语 日僧援人 后任日本天台宗 当严历四第三世作主 曾经来唐求法 反日本时 协回大量经论章书 并建造建筑物以收藏之 称为唐院 其后 严历四第五世作主 圆真意于圆城四建造唐院 为区别起建 称前者为前唐院 后者为后唐院 P4068 唐高僧传 请参阅续高僧传 唐盈 一千四百七十 一千五百二十三 明代书画家 江苏无限人 自博胡 父姓书朗 狂义不羁 字号六如居士 陶禅先立 鲁国唐生 幼幼 才子 知欲 相逝时名列第一 后举应天解缘 因诸莲寿行 愤而辞观回乡 从此寄秦诗文书画 便由天下明都 常捐其章曰 江南帝一封流才子 唐盈公诗 古文词 画风诗陈李诚 范宽 马远 夏归 附宗法元代四大家 与沈舟 文真明等人之画风 亦有交融之处 其画幅之广 成为明代画坛一大特色 陈属院派画家中之一之独秀 明史卷286 明史稿卷267 批4068 唐范文字 全译卷 唐代森全征集 文宗开成四年 839 完成 收于大正葬第五十四册 内容系汉范语会之对照编列 包括字 天地日月 乃至 如来大圣 等于 并有密教用语散列 其间 其文字之排列 酷似唐僧意境所传之范语千字文 P4068 唐喀 西藏佛教之卷轴佛像 有大小形质之别 最大者长达十余障 存于布达拉宫 一般在二尺至三尺之间 做室内供奉之用 有彩画 织锦 丝绣等 为藏族佛教艺术真品 P4069 唐相亲 1918 江苏无锡人 国立云南大学 上海新中国医学院毕业 曾任中国医药学院教授 中国佛教会 台湾省分会监事 新竹县知会理事 中华佛教居士会理事 台中监狱教化科长 是美于授课之辖 撰文发表于各佛刊 一场网监狱 电台 大专院校讲演佛法 这有佛法新药 慈航时训数益 慈航大师疑训广益 因果报应故事会编等 P4069 唐塔 于山西五台县佛光四东之山腰与四西北之塔平里 共有七座古塔 其中四座为唐代所建之塔 建筑守法古老 形制特殊 为唐塔中所罕见 此四塔位 一解脱禅师塔 位于四西北之塔平里 建于墓宗长庆四年 八百二十四 方形 两层 高约十公尺 基座为树腰须迷逝 塔身中空 正面有券拱门 弃城半圆或弧形之门 塔内上部位叠色藻井 塔沙有沙座腹及寿花 宝珠已不存 二 无垢镜光塔 位于四东山腰 建于玄宗天宝十一年 七百五十二 平面八角形 树腰须迷坐 塔身残坏 塔内出土的汉白玉佛 菩萨 金刚等雕像 皆细建塔时之原作 比例适度 线条流畅 三 至远和尚塔 位于四东山腰 建于五宗会昌四年 八百四十四 八角形基座 上汽圆形附式塔身 形体秀美 西橡屁门 塔沙残坏 四种形之之堂塔 为我国为一者 四 大德方便和尚塔 位于四东山腰 建于德宗真元十一年 七百九十五 平面六角形 高四公尺 西橡屁门 塔沙残坏 门外北向嵌有塔 明刻石 记载颇香 唐代以千握国古塔 多位圆 方两种形制 六角或八角形者 颇为少见 佛光四木塔 则具此特色 P4069 唐样 又做禅宗样 日本连仓时代初期 与禅宗一起自南宋 传至日本之建筑式样 最初 仅使用于禅宗寺院之建筑 后来亦用于其他建筑 与和式建筑 同位日本建筑上之二大主流 加兰配置以一直线排列为其主要建筑之特色 另如构造之细部异味特色之一 此类仪构有连苍元爵寺设立殿 其附永宝寺观音堂 东京正福寺的藏堂等 P4069 唐番会蒙碑 位于西藏拉萨市中心之大昭寺前 又称身旧和蒙碑 长庆会蒙碑 于唐代长庆三年 823 相当土藩仪太九年 为纪念唐和土藩最后一次会蒙而建 碑身成方柱形 高4.76公尺 宽95公分 厚50公分 碑阳及两侧以汉藏两种文字 刻载会蒙全文及唐番会蒙官员姓名 职位 碑因以藏文刻载唐番友好关系时 和此次会蒙经过及意义 为千年来汉藏民族间友好团结之历史物证 亦为土藩历史之重要文物 现保存完好 碑文绝大部分清晰可辨 P4070 唐建真过海大师东真传 请参阅唐大和尚东真传 戈尔比 Richard von Garp 1857 1927 德国印度学学者 1878年以来于戈尼斯德 Kennigsberg大学讲印度哲学 对费陀 印度六派哲学及佛教之造一圣身 主要者作有Dieschia Philosophie 1894 Eskia UND Yoga 1896 Eskia Pravacana BH or Commentary on the Exposition of the Eschia Philosophy of Fajnav-Hiksu 1895 Indian Und Das Christentum 1914 P4070 戈宾德辛格 Govind Singh 1675 1708 E说1666 1708 印度西克教地时代祖师 德格巴哈多尔 Tekbahaguer 1621 1675 之子 建立 卡尔萨 Kausa 纯洁 及 心格 之神全正体 其男教徒称 心格 Sing 狮子 女教徒称 考儿 Kaur 公主 入教仪式称 帕胡儿 Kendrasti P-H-U-L 亦 HIB,为本尊,是习相传之祖师职位自此废除。 P4070 哲不尊丹巴呼图刻图,西藏名RJE,Sandam,帕Kotakto。 RJE,Sandam,帕之藏语有至尊最上, 范BHA Rekutara之义,Kotakto之蒙古语则为活佛之义。 未著于蒙古库伦的蒙古佛教教主之称号, 及喀尔喀蒙古地区西藏佛教格鲁派之最大转世活佛。 蒙古语又称为NDR,Gaggan,高位光明者,或Bogdo,Gaggan,圣光明者。 明万历四十二年,1614,达赖喇玛四世浅决南派森多罗纳他附墨北传教, 被蒙古汉王尊位,哲不尊丹巴。 崇祭七年,1634,多罗纳他在库伦世纪, 喀尔喀吐谢图汉汉布多尔吉士的义子, 被认定为多罗纳他之转世,后入藏学法,改宗格鲁派。 清康熙三十年,1691,受封为忽图克图大喇玛, 是为哲不尊丹巴仪式。 其后代代转身, 至1924年第八代哲不尊丹巴尼玛田庆文纠库, 藏RJ1,Sanchas,KYI,Mobston,Vsindiba,Fijux,1874,1924世纪为止, 延续约达三百年之久。 在此称号下,库伦活佛保有外蒙古一带之政治, 宗教之领导权。 相传者不尊丹巴尉弥勒之化身, 其起源素自印度、西藏, 而未出祖及世尊自身。 第八代哲不尊丹巴身于藏土而墨于蒙古。 比位高官之子,于宣统三年,1911, 辛亥革命后,宣布外蒙独立, 成立外蒙古自治政府, 及蒙古皇帝之位, 此为外蒙第一次之革命。 1921年外蒙第二次革命, 仁宝其地位,三年后世纪, 库伦活佛之制度乃被废止。 蒙古游牧纪十六卷,张牧, 近代蒙古史研究, 史也仁一, P4071。 礼,亦兮谈字, 又作礼,鲁,歌礼, 魏兮谈五十字门之一。 瑜伽金刚鼎晶式字母平, 大一八,三三八中, 礼字门, 一切法神通不可得故, 此因,礼,自, 乃半语地, 亦亦作神通, 知语守, 故作此解。 自古以来称之为, 神通之礼字。 北本大班涅盘金卷八如来信品, 文书师立问金卷上字母平, 二兮谈字。 又作歌离,离,流。 魏兮谈五十字门之一。 瑜伽金刚鼎晶式字母平, 大一八,三三八中, 礼字门, 一切法类力不可得故, 自古以来称其为, 类力之礼字, 然缘与含义不详。 北本大班涅盘金卷八如来信品, P4071。 北, 范语PHA。 又作北涅, 婆智, 婆师。 亦亦为止息, 赞叹。 以应运区区升降, 能气于区, 未奉勇之身, 乃半土之法区, 故称泛北。 吉父以取调而讽诵经文。 于法事之初畅之, 以指断外援, 指习内心妄念, 方堪做法事。 又其寄诵多赞佛德, 故称北赞。 佛事实有善于北道者, 称北比丘或林申比丘。 佛教东传之初, 汉土之人为之北道之音调, 据传至魏臣斯王曹直, 由于山, 闻空中泛天之响, 深感神力, 使摩其音声节拍, 制作曲谱, 后广为流传。 法华玄赞卷四末, 四分绿山繁补雀形式超卷上四, 朱金耍吉卷四北赞篇, 玄印英译卷六, 参阅, 范北, 4635, P40712。 北市, 又作北诗。 善于唱范北, 或法会时唱如来北, 云和北等之歌咏着。 P40712。 北比丘, 又作灵身比丘, 丑陋比丘, 妙身尊者。 佛事时, 有一巧于北道之比丘, 其形貌及丑陋, 然因身最佳, 所迎送范北之身, 能感动人畜, 故称北比丘。 曾于过去世在佛塔供养精灵, 遂感妙身, 顾佑称灵身比丘。 咸于精卷十一五脑子满品, 皮奈耶杂士卷四, P40712。 北戚, 于法会中, 有关讽诵所用之法器, 例如西藏, 庆, 灵等, 统称为北戚。 P40712。 哭世, 指长提菩萨为求般若, 东行于一大城中提气之事。 大品般若精卷二十七长提品, 大八, 四一九下, 为供养般若波罗蜜, 及供养谈无解菩萨故, 在世四上高声畅言, 谁欲虚人, 谁欲虚人, 谁欲买人。 卖身不受, 在一面力, 忧愁体哭上。 参阅, 长提菩萨, 4530, P40712。 欧, 西弹字, GA, 右座, 家, 我。 西弹体文三十五字中衙身之第三, 五十字门之一, 四十二字门之一。 瑜伽金刚顶巾式字母品, 大一八, 三三八下, 欧字门, 一切法行不可得故, 范语甘们啊, 亦未行, 以欧字使, 故有此说。 方广大庄严经卷四, 大三, 五六零上, 唱家字时, 出圣身法入圆起身, 此戏由GA, 到, 及GA, 甚深, 之意而来。 大日经书卷七是欧字未行不可得之字意, 行, 未去来进退不住之意, 乃由阿字辗转解释而来者。 佛本行及经卷十一, 大放等大及经卷十, 大日经卷二具原品, P40712。 欧多也, 范语甘们啊, 意义作行, 去来不住之意。 大日经书卷七, 万序三六, 105上, 范云欧多也, 是名为行, 行为去来进退不住之意, P40712。 韩宗, 齿, H, 与, 摩, 为不动明王之种子。 通常在口诵不动真言之最后方用此二字。 例如火戒咒, 慈旧咒中即有此二字。 大日经书卷十, 大三九, 六八五上, 用后二字为种子, 诸具一阶成就此也, 参阅, 不动明王, 988, P40713。 可, 1611, 1659, 明代曹洞宗森, 又坐寒可。 慧州伯罗, 位于广东, 人, 俗姓韩。 自祖心, 好胜人。 才华超绝, 早岁习儒, 姓喜任侠。 其父为万历年间之礼部上书, 胜负身旺。 父末之后, 头宗宝道独禅师替法, 依止参究而四其法。 崇祯十七年, 一千六百四十四, 入南京寝藏, 适逢兵乱, 遂留止该地。 未久, 红尘愁欲引网续旧, 诗以诗姬其父名, 成愁愧怒, 乃请诸之, 遂折千辽阳千山朝阳寺。 于四夫作说法, 深受重养。 顺治十六年世纪, 年四十九, 法拉二十。 这有千山圣人和尚语录六卷。 武登全书卷116, P4073。 陈皇, 为民间传说中, 神界之地方司法观, 而非佛教供奉之神旨。 俗为人人君子死后可主其事。 美于祭典时出循全境, 前有谢必安, 七爷, 范无旧, 八爷, 二将军为其开道。 此名词出自周易, 臣妇于皇, 勿用诗, 之聚, 出职保护臣氏之防御公事。 三国时, 始建妙塑像。 唐时已相当普遍。 致明太祖更按京都、 府、 州、 献之城隍, 依序进封卫王、 公、 侯、 博等爵位。 致清代, 则将祭祀城隍列入四点。 新官到任, 并得前往举行就任奉告典礼, 始刑逝事。 据台湾省通治理俗篇载, 清朝视台湾为南治之区, 故移入版图, 急于府制设成皇庙, 假借神道以补制化之不足。 P4073 夏缅尊, 1885、 1946、 浙江上于白马湖人。 明著, 一字缅瞻。 早年留学日本。 返国后, 从事教育文化等事业。 是与洪怡大师交往甚密, 情同手足。 洪怡大师出家后, 世纪潜心学佛, 研究佛法。 曾集资在白马湖见婉晴山房, 供养洪怡大师。 抗战期间, 参与上海热心人士发起编印普会大藏经, 翻译日文版南传大藏经, 先后译出南传经论二十余种。 又这有评乌杂文, 文章作法, 亦有爱的教育等。 编有洪怡大师遗书。 P4073。 夏中, 指夏安居期间之九十日。 据大唐西域记卷二载, 我国以四月十六日至七月十五日为夏安居, 分位前、中、后三期, 共九十日, 故有一夏九旬之称。 参与安居二千三百九十八, P4074。 夏令营, 佛光山新云大师创办于民国五十八年, 一千九百六十九, 七月, 每年举办一期, 每期一或二梯次, 每梯次迎期约二周, 人数约二百余位。 学员为来自全省各所大专院校有志学佛之青年学生。 目的在陶野青年学子之身心并培养学佛之兴趣。 课程包括佛法概论, 禅学研究, 八宗纲要, 诸经提要, 佛教文学, 佛教论典, 以及范北等。 迄今为止, 一千九百八十八, 结业之学员已达三四千人, 多成为今日佛教知护法, 其中有加入佛学研究之行列, 而成为颇复生名之佛教学者, 或因此PT出家, 成为佛门龙像者, 如医空、 慧松、 医日、 医法等青年法师, 皆为历届下令营之学员。 除大专青年佛学下令营外, 并自民国六十八年, 每年举办一次妈妈下令营, 即以有志学佛之妇女为对象, 主要目的在以佛法之勋陶, 健全妇女之身心, 变化妇女之气质, 其使家庭和谐, 社会安态。 在举办妈妈下令营之同时, 每年并举办儿童下令营, 对象为十至十二岁之儿童, 营其七天。 目的在培养儿童学佛之兴趣, 树立儿童善恶因果之观念, 以造就国家未来之栋梁。 此外, 国内外类似下令营之属其佛学活动意不少, 为大多不已, 下令营之名称开办之, 其中经常举办且教具影响力者 有中国佛教会与台湾省分会之, 佛学讲座, 台中礼禀南居士之, 明伦讲座, 南投水礼禅云法师之, 摘戒学会, 凤山主云法师之, 精进佛七, 台北木炸东山高中之, 中华文化佛学讲座, 高雄弘法师之, 大专下令营, 及佛教儿童文学讲座, 香港佛教青年会之, 香港下令营, 等。 P4074 下金刚, 为金刚界酒会曼陀罗中, 礼去曼陀罗西南渔之菩萨。 以下云赤圣, 能资论万物, 象征其资则之德, 故佑坐云金刚, 时宇金刚。 礼去试卷上, 普贤金刚萨夺探掠瑜伽念诵仪轨, P4074 下场, 明代书画家。 剧名画陆仔, 原姓朱, 名场, 自中招, 好玉峰。 陈祖永乐十三年, 一千四百一十五, 登进世, 后改信下, 好自在居世。 正统年终, 世质太常清。 善化莫竹, 师臣臣记, 玉符, 实推第一, 明持绝玉, 世人真已经构之, 故有, 下清一个竹, 西梁石定经, 知玉。 其所作竹, 焰姿雨色, 掩养浓书, 游金凯法, 永乐十, 其书法称第一。 明史卷286, 明史稿卷260, P4074。 下手, 指下安居之初日。 其日期一说4月16日, 四分律山凡捕雀形式超卷上, 另一说为5月16日, 大唐西玉记卷8。 P4075。 下书, 于下安居时其书写经文之位。 下安居为书要修行之时, 不可懈怠, 精进修行。 或为下安居之义称。 P4075。 下仲, 参与一下九旬安居之同行仲。 即止共同参与下安居, 前后为其九十天, 之同修大仲。 P4075。 下境, 右座下解, 下末, 即下安居之中。 其日期一说7月15日, 四分律山凡捕雀形式超卷上, 另一说为8月15日, 大唐西玉记卷8。 P4075。 下经, 指下安居其间所书写之经典, 又指于下安居中所诵之经。 P4075。 下路4, 下路, 西藏明山LU。 位于西藏日喀则东南约20公里。 于北宋元宥二年, 1087, 由喇嘛教僧人结尊喜扰九乃兴建。 下路为西藏十三万户之一。 十四世纪中, 由当时喇嘛教著名僧人布顿仁清闸八, 1290、1364, 主持四物, 加以扩建。 后以下路4为中心, 创立喇嘛教之下路派。 其主要建筑为大殿、 木架结构及斗拱, 具有元代建筑风格, 为藏汉建筑之混合体。 寺内存有珍贵之元代壁画及蒙古文文稿。 4075。 下路派, 又作步顿派。 西藏佛教派别之一。 西十四世纪由布顿仁清闸八所创, 以日喀则附近之下路4, 藏山LU为中心。 曾以传授四本序贯顶吉善奖秘经著称以时。 P4075。 西仲造车, 禅宗公安民。 指谈周大为岳安善果禅师以西仲造车之故史提斯学人。 无门关第八则, 大四八, 二九四上, 岳安和尚问森, 西仲造车,